老舍的长篇小说《二马》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保贤播讲 这个故事发生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 在英国的伦敦 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过二十多年教的老牧师 对于中国的事 上次福西画卦下至袁世凯做皇上 他全都知道 除了中国话说不好 他简直可以算是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 他真爱中国人 半夜睡不着的时候 总是祷告上帝快宽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附属国 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 主啊 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 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 他怎么也生不了天堂啊 伊牧师顺着牛津大街往东走 他虽然六十多了 可是走的还是飞快 从太阳一出来直到半夜 牛津大街总是被妇女挤满了的 这条大街上的铺子 除了几个卖烟卷的 差不多全是卖妇女用的东西的 铺子里摆着的花红柳绿的帽子 皮鞋 小手套 小提箱 都有一种特别的犀利 把那些妇女们的眼睛 身体和灵魂一起吸住 伊牧师的宗教上的尊严 到了这条街上至少要减去百分之九十九 他往前迈一大步 那只高而爱事的鼻子 非碰在老太太的小汉伞上不可 往回一纱布 大皮鞋的底儿十之八九 是正放在姑娘的小脚趾头上 伸手一掏手间 那胳膊肘准放在妇人提着的小竹筐里 每次他由这条街上走过去 至少回家要换一件汉衫两条手去 至于对不起没留神这路的话 起码总说个百八十个的 好容易挤过了牛津圈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说了声 哎 谢谢上帝 紧跟着脚底下更加了劲 一直往东走 汗珠子一个劲的从雪白的鬓角往下流 伊牧师虽然六十多岁 腰板还挺得笔直 头发不多 可是全白了 没留胡子 塞上刮的精亮 要是脸上没有褶 简直的像两块茶青色的瓷砖 两只大眼睛 解解松松的 安着一对小黄眼珠 眼睛上边挂着两条肉篮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呢 这篮上也长过眉毛 眼睛下边搭了着一对小眼镜 因为鼻子过高的缘故 眼镜和眼睛的距离足有二寸来的 所以从眼睛框上边看东西 比从眼镜中间看着方便多了 嘴唇很薄 而且嘴唧脚往下垂着一点 传道的时候 两个小黄眼珠在眼镜框上边一定 薄嘴片往下一垂 真是不用说话 就叫人哆嗦 可是平常见了人呢 他是非常的和蔼 嘿 传教师是非有两幅面孔 办不了事的 到了博物院街 他往左拐了去 穿过曹陵屯大院 进了戈登胡同 这一带胡同住着不少中国学生 在伦敦的中国人 大概可以分作两等 工人和学生 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 这是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 那些没有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 法国人 美国人 到伦敦的时候 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 为的是找些个写小说 写日记 写新闻的材料 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住着的工人 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 就是因为那里住着的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要瞧一瞧 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 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 在外国找饭吃的华人 加上一切的罪名 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 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 而且这五千黄脸鬼 是个个抽大烟 私运军火 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 强奸妇女不问老少 和做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寡的事情 做小说的 写戏剧的 做电影的 描写中国人全根据这种传说和报告 然后看戏 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 老太太 小孩子和英国皇帝 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 牢牢的记在脑子里 于是 中国人就变成了世界上 最阴险 最污浊 最讨厌 最卑鄙的 一种两条腿的动物 二十世纪的人 是与国家相对待 强国的人 是人 弱国的呢 狗 中国是个弱国 中国人呢 是 中国城 有这样的好名誉 中国学生 当然也不会吃香的 稍微大一点的旅馆 就不租中国人 更不用说讲体面的人间了 只有大英博物院后边 这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 还可以租给中国人 并不是这一带的人们 特别多长着一份善心 是他们吃惯了东方人 不得不把长脸一拉 不得不和这群黄脸的怪物对付一起 鸡贩子养鸡 不见得他准爱鸡 英国人把房子租给中国人 又何尝是爱中国人呢 鸽登胡同门牌三十五号 是温都寡妇的房子 房子不很大 三层小楼 一共不过七八间房 门外拦着一排绿栅 三层白石的台阶 刷的一丁点土也没有 一个小红旗门 门上的铜环子擦得精亮 一进门是一间小客厅 客厅后边是一间小饭厅 从这间小饭厅绕过去 有楼梯下去 还有三间小房子 楼上只有三间屋子 临街一间 后边两间 一牧师离着这个小红门还老远 就把帽子摘下来 擦了擦脸上的汗 又挣了挣领带 觉得身上一点缺点也没有了 他才轻轻的上了台阶 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 才拿着音乐家 在钢琴上试音的那个倾求劲 在门环上敲了两三下 一串细碎的脚步 从楼上跑下来 跟着门稍微开开了一个缝 温都太太的脸 露出一半来 哦 伊牧师 进来好 他把门开大了一点 伸出了小白手 在伊牧师的手上轻轻的挨了一来 伊牧师随着他进去 把帽子和大厂挂在过道的衣件上 然后同他进了客厅 小客厅里收拾的真叫干净爽力 连挂画的小铜钉子都像含着笑 屋子当中铺着一块长方的绿毯子 毯子上放着两个不十分大的卧椅 靠着窗户摆着一个小茶匹 茶匹上一个小三彩中国瓷瓶 插着两朵小白玫瑰花 茶匹两旁是两把橡木椅子 镶着绿绒的椅垫 礼手的山墙前边摆着一架小钢琴 琴盖上放着两三张照片 琴的前边放着一个小油漆凳 凳上握着个白胖白胖的小狮子狗 见依牧师进来慌着忙着跳下来 摇头摆尾的在老牧师的腿中间乱窜 温都寡妇坐在钢琴前边的小凳上 小白狗跳在她怀里 歪着头逗依牧师 依牧师坐在卧椅上 把眼镜往上推了一推 开始夸奖小白狗 夸奖了好大半天 这才慢慢的说道 温都太太 楼上的屋子还闲着吗 哦 可不是吗 温都太太一手抱着狗 一手把烟碟递给依牧师 呃 还想租人吗 牧师一面装烟 一面问 哦 有合适的人才敢租 他拿着尺寸这么回答 呃 有两位朋友 急于找房 我确实知道他们很可靠 他从眼睛块上边 瞅了温都太太一眼 停顿了一会儿 把声音放低了些 呃 两个中国人 说到中国两个字 他的声音差不多 僵僵的能叫他听见 两个极老实的中国人 中国人 温都寡妇整着脸说 呃 极老实的中国人 他又重复了一句 又偷偷的看了他一眼 哦 对不起 呃 我担保 呃 有什么错 朝我说 他没等温都太太说完 赶紧把话接过来 我实在没地方给他们找房去呀 温都太太 你得成全成全我 他们是父子爷儿俩 父亲还是个基督徒 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得 伊牧师故意不再往下说 他要看一看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 到底发生什么效力不发 哦 可是 温都太太好像一点没把上帝搁在心上 脸上挂着一千多个不耐烦的样子 伊牧师又没等他说完话 就插嘴 哎 哎 哪怕多要他们一点房租呢 哎 看他们不对路 年他们搬家 我也就不再勉强了 温都太太站起来说 伊牧师 你知道我的脾气 这条街上的人们 靠着租外国人发财的不少 差不多只剩我这一处 宁可少赚钱 不租外国人 这一点 我觉得是很可以自傲的 你为什么不到别处 给他们找找房呢 哎呀 谁说没找呢 伊牧师露出了很为难的样子 桃林村大院 高威胡同都挨着门的问到了 房子全部合适啊 我就是看你的楼上三间小屋子正好 正够他们住的 两间做他们的卧房 一间做书房 嘿嘿嘿嘿嘿 多么好啊 可是 牧师 温都太太从兜里掏出小手绢 擦了她嘴 其实啊 满没有擦嘴的必要 她接着说 你想 我能叫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住老鼠吃吗 中国人是不 伊牧师正想说呀 中国人不吃老鼠 她又一想呢 这么一说是分明给她个小钉子碰 那房子还能租到手吗 于是她连忙改嘴 我自然嘱咐他们别吃老鼠 温都太太 我也不耽误你的功夫了 这么说吧 租给他们一个礼拜 看他们不好呢 叫他们搬家 房租呢 你说多少是多少 旅馆他们住不起 不三不四的人间呢 我又不肯叫两个中国人跟他们打交道 咱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 咱们总得受点蛆 成全成全他们爷儿两个 温都太太用手搓着小狗脖子下边的长毛 半天没言语 她心里边一个劲的颠算 哎呀 这到底是多租几个钱好呢 还是一定不伺候杀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国人好呢 想了半天 还是不能决定 她又怕把一目湿浆在那里 只好顺口指引着 啊 他们也不抽鸦片 不不 绝对不 温都太太跟着又问了无数的问题 把她从小说 电影 戏剧 和传教士造的谣言里 所得来的中国事 兜着底的 问了个水落石出 问完了 心里又后悔了 哎呦 我这么问 这岂不是明明的表示 已经有意把房子租给他们了吗 嘿嘿嘿嘿嘿 谢谢你 温都太太 就这么办了 啊 四磅 十五个先令 一个礼拜 管早晚饭 哎 呃 嗯 不准他们用我的澡盆 对 我告诉他们出去洗澡 伊牧师说完了 连小狗也没固子再逗一逗 抓起帽子大厂就跑 跑到了街上 找了个清静的地方 才低声的说 哎 他妈的 喂两个破中国人 马家父子从上海坐上轮船 一直呼呼悠悠的来到伦敦 马老先生在海上四十天的功夫 就挣扎着爬起了一回 刚一出舱门 船往外熟了一歪 他摔了个毛跟头 一声没出 又扶着舱门回去了 第二次起来的时候 船已经温丝不动的 在伦敦码头靠了岸 小马先生比他父亲强多了 只是船过台湾的时候 头有点发晕 过了香港就一点是没有了 小马先生名叫马威 大概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身脸不矮 黄白色的脸 两条长眉往上稍微的竖着一些 眼角也往上掉着一点 要是没有那双永远含笑的大眼睛 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 他的眼珠是非常的黑 非常的亮 一条不很高的鼻子 因为脸上不很胖 看着高矮正合适 嘴唇往上兜着一点 和他笑眯眯的眼睛 正好连成一团和气 他是第一次坐海船出外 试试看着新鲜 有趣 在船栏格上一靠 卷着水花的海风 把脸吹得痛红 他心里差不多和海水一样开唱 老马先生的年纪 至多也不过五十 可是老故意带出颓唐的样子 好像人活到了五十 就应该横草不动 树草不拿 一天吃了睡 睡了吃 多迈一步 都似乎与理不合 他的身脸 比他的儿子还矮着一点 脸上可比马威富太多了 重重的眉毛 圆圆的脸 上嘴唇上 留着小月牙似的黑胡子 在最近的一二年来 才有几根白的 眼睛和马威的一样 又大 又亮 又好看 永远戴着戴帽边的 大眼镜 他既不近视 又不远视 戴着大眼镜 只是为了叫人看着 年高有微 马老先生的名字 叫马则仁 年轻的时候 在一个英文学校念过书 英文单字 记得真不少 文法的定义 也背得非熟 可是考试的时候 永远至多得三十五分 有时候拿着英华字典 把得一百分的同学 拉到清静的地方去 来来来 咱们搞搞 你问咱五十个单字 咱问你五十个单字 咱倒得领教领教 您这得一百分的 怎么个高明法 于是把那得一百分的英雄 撅得干瞪眼 他把字典在嘎吱窝里一加 嘴里边哼记着 onon is 把得三十五分的羞耻 算是一扫而光 雪得个干干净净 老马先生是广州人 自幼生在北京 可是他永远告诉人 他是北京人 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价值增高 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大的时候 他才在名片上 印上了广州人三个字 在教会学校毕业以后 他便慌手忙脚的抓了个妻子 仗着点族产 又有哥哥的帮助 小两口一心一气的 把份小日子过得挺火之 他考过几回学部的录士 可是白折子写不好 做路师的希望 只好打消了 托人找杨事吧 英文又跟不上劲 有人推荐他到学堂里 去教英文 可是他做官 心胜 哪肯去拿着藤子棍 当小教员呢 闲着没事 也偷着出去逛一逛 烟花柳相 回来晚了 小夫妇也有时候半一通嘴 好在是在夜里 谁也不知道 还有时候 把老婆的金戒指 偷出去压了宝 可是他永远笑着答应 等哥哥寄了钱 就再给他买个新的 这时候老婆半恼半笑的 说他一顿 他反倒高了性了 把压输了的情形 一五一十的说给他听 结婚后三年多 马威才降生了 老马先生在事前 就给哥哥写信要钱 准备要大半满月 哥哥的钱真来了 于是亲戚朋友 全在马威降世的第三十天上 吃了个泰山不下土 连街坊家的四眼狗 也跟着啃了一回猪脚鱼骨头 现在 小夫妇在世上的地位高多了 因为已经由夫妇变成父母 他们对于做父母的责任 虽然没有十分细想 可是做父母的威严和身份 总得拿出来呀 于是 马泽人老爷 把上嘴唇上的毫毛留住不剃 两三个月的工分 居然养成一部小黑胡子 马夫人呢 把脸上的胭脂擦浅了一些 为的是陪衬他丈夫的小黑胡子 最痛心的 是马威拔岁的时候 马夫人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一命呜呼的死了 老马先生伤心极了 扔下个拔岁的孩子没人管 还算小事 这结婚一场 也没给夫人弄个告命夫人 当当 这有多么对不起死去的灵魂 他由不得大眼泪珠 一串跟着一串往下流 把小胡子 哭得都落了泪了 办丧事 又是哥哥给的钱 不管谁的钱吧 反正不能不给死鬼个体面罚送 接三 放艳口 出殡 办得比马威的满月 又热闹多了 一来二去的 马先生的悲哀减少了 亲戚朋友们都张罗着 给他再说个家事 他自己也有这个意思 可是选择个姑娘真不是件容易事 续贤不像初婚那么容易对付 现在他对于妇人总算有了经验了 好看的得养活着 不好看的也得养活着 那一样的养活着 为什么不来个好看的呢 可是天下可有多少好看的夫人 这个续贤问题 倒真不容易解决了 有一回 差点就成功了 不知谁多嘴爱说话 说马泽人先生好吃懒做 没出息 于是女的那头 打了退堂鼓了 又有一回呢 也在快成功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 女的鼻子上有三个星点 好像骨牌里的长三 又三了 娶媳妇哪能要鼻子上有长三的呢 还有一层 马先生唯一增光要主的事 就是做官 虽然一回官还没做过 可是做官的那点前程劲 是永远不会谢送的 凡是能做官的机会 没有轻易放过去的 许贤也是个得官的机会 自然也不能随便的拍拍脑袋 算一个 假如娶个官老爷的女儿 靠着老丈人的力量 还不来份差事啊 假如我能娶个总长的女儿 那至少咱还不弄个主事啊 假如 他的假如多了 可是假如到底是假如 一回也没成了事实 婚事和官事 算是都没有希望了 马威在家里 把三本小书和四书念完之后 马老先生 把他送到西城一个教会学堂里去 因为那里可以住宿 省去许多麻烦 没事的时候 老马先生常到教会去看儿子 一来二去的被教会里的一牧师说活了心 他居然领了喜 入了基督教 他左右是没事做 闲着上教会去逛逛 又透着前程 又不用花钱 他领喜之后 一共有一个多礼拜 没有打牌喝酒 而且给儿子买了一本红皮的英文圣经 在欧洲战争停了的那年 老马先生的哥哥上了英国做贩卖古玩的生意 隔个三五个月总给兄弟寄点钱来 有时候也托他在北京给搜寻点货物 老马先生是天生来的看不起买卖人的 他好歹的给哥哥买几个骨瓶小茶碗什么的 每次到琉璃厂去买这些东西 他总要绕到前门桥头都一处 去喝几碗黄酒 吃一顿炸三角 老马先生的哥哥死在英国 留下遗嘱 叫兄弟上伦敦来继续的做买卖 这时候伊牧师已经回了英国二三年了 老马先生拿着英华字典 给他写了封长信 问他到底应该不应该上英国去 伊牧师自然乐意有中国教友到英国来 好叫英国人看看 这传教的人们 在中国不是光吃饭拿钱不干事的 他回了马先生一封信 叫他们父子千万上英国来 于是老马先生带着儿子到了上海 买了两张二等船票 两身洋服 几桶茶叶和些个零七八四的东西 轮船出了江口 老马先生把大眼镜摘下来 在船舱里一躺 身上温丝不敢动 还觉得五脏六腑是一起往上翻呢 英国海关上的小官们 母娘长相 虽然不同 可是都有那么一点派头 叫长着眼睛的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的眼睛总是一只看着人 那一只看着早已经撕破了的旧张成本子 牵笔永远是半截的 在耳朵上插着 鼻子老是皱皱着几个褶 为的是叫脸上没有一处不显着忙得了不得的样子 他们对本国人那是极和气的 一边查护照 一边打哈哈说俏别话 遇见女子 他们的话就特别的多 对外国人的态度就不同了 肩膀往起一端 嘴鸡脚往下一扣 把帝国主义十足的露出来 有时候也微微的一笑 笑完了准时不许你登案 马家父子的护照验完了 老马先生有他哥哥的几件公文在手 小马先生有教育部的留学证书 于是平平安安的过去 一点麻烦没有 验完护照 跟着去验身体 两位马先生五脏六腑都没有病 于是又平平安安的过了一关 而且那个大夫还笑着告诉他们 在英国多吃点牛肉 身体还要更好啊 这次欧洲战争 英国能够把德国打败 就是英国兵天天吃牛肉的缘故 身体检查完了 父子又把箱子盒子都打开 叫人家查验东西 幸而他们既没有带着鸦片 也没带着军火 只有马先生的几件 筹子衣裳和几桶茶叶 上了十几磅钱的税 种种手续办完 马老先生差点没晕过去 心里说呀 早知道这么麻烦 要命也不上外国来呀 下了船就上火车 马老先生在车机脚一靠 什么也没说 两眼一闭又睡了 马威顺着窗子往外看 高高低低 没有一处是平的 高的土杆是绿的 挖下去的地方也是绿的 火车跑得飞快 看不清别的东西 只有这个高低不平的绿地 随着眼睛走 看哪儿哪儿是绿的 火车越走越快 高低不平的绿地 渐渐的变成了一起一落的一片绿浪 远远的有些牛羊 好像在春浪上飘着的各种颜色的花 旅地越来越少了 楼房渐渐的多起来 过了一会儿 车走的慢多了 车到两旁都是大街了 气底响了两声 车进了利物浦街车站 马老先生还像个小菩萨似的睡着 忽然咧了咧嘴 大概是在说梦话 站台上的人是真多呀 哈喽 这边 脚夫推着小车向客人招呼 哈喽 那边 丈夫摇着帽子叫媳妇 那边的车开了 车上和站台上的人们 彼此招手的招手 摇手绢的摇手绢 一溜黑烟 车不见了 卖豹的 卖花的 卖烟卷的 都一声不言语 推着小车各处出流 这马威很奇怪 英国人做买卖 他怎么不出声呢 马威把父亲推醒 马老先生打了个哈尺 刚要再睡 一位姑娘提着皮包往外走 使劲一开门 皮包的脚正打在马老先生的鼻子上 姑娘说了一声对不起 马先生摸了摸鼻子 算是醒过来了 马威七手八脚的 把箱子什么的搬下去 正要往车外走 伊牧师跳上来了 他没顾的和马老先生拉手 提起最大的那只箱子 就往外走 伊牧师把大箱子放在站台上 问马师父子 你们来得真快啊 怎么样 海上没受罪 马老先生提着个小盒子 慢慢的下了车 派头满向前轻倒台下大叫似的 他把小盒子也放在了站台上 对伊牧师说 伊牧师好 伊太太好 伊小姐好 伊牧师没等马先生问完了好 又把大箱子抄起来了 马威 把箱子搬到这边来 除了那只手提箱你拿着 剩下的全搬过来 马威努着力 随着伊牧师把箱子全搬到行李房去 马老先生手里什么也没拿 慢慢的扭过来 伊牧师在柜台上 把寄放东西的单子写好 问明白了价钱 然后向马老先生说 给钱 今天晚上 箱子什么的就全给你们送了去了 这省事不省事啊 马老先生给了钱 有点不放心 那箱子丢不了啊 没错 伊牧师用小黄眼珠 绕着弯的看了老马一眼 跟着向马威说 你们饿不饿呀 哎 不 马老先生赶紧把话接过来 一来是呢 刚到英国就嚷嚷饿 未免太不合体统 二来是呢 叫伊牧师花钱请客 于心也不安 伊牧师没等他把个字说出来 就说 你们来吧 随便吃一点东西 不饿 我不信 马老先生 马老先生不好意思再客气 低声的和马威用中国话说 哎 他要请客 别拨他的面子 他们父子 随着伊牧师 从人群里挤出站台来 马威把腰板挺得像棺材板一样的直 脖子耿耿着 汤汤的往前走 马老先生 两手撇着 大肠后筋 往起掘着一点 慢条丝里的摇晃着 站台外边的大玻璃棚底下 有两三间小酒馆 伊牧师领着他们进了一家 他挑了一张小桌 三个人围着坐下 然后问他们吃什么 马老先生依然说不饿 可是肚子里知叫唤 马威没有他父亲那么客气 可是出来乍到 不知道要什么好 伊牧师看出来了 问是没用 于是出了主意 这么着好不好 每人一杯啤酒 两块火腿面包 说完了 他便走到柜台上去要 马威跟着站起来 帮着把酒和面包端过来 老马连一动也没动 心里说 哼 花钱吃东西 还得自个儿端过来 哼 伊牧师把酒杯端起来 对他们说 我平常不喝酒 只是遇到朋友 爱来一杯半碗的喝着玩 他在中国喝酒的时候 总是偷偷的不叫教友们看见 今天和他们父子一块喝 不得不这么说明一下 他一气下起了半杯 对马威开始夸奖酒馆的干净 然后夸奖英国的有秩序 到底是老英国呀 马威 看见没有 他嚼了一口面包 用假牙细细的磨着 好大半天才咽下去 马威 运船没有啊 哦 我倒不觉得怎么的 父亲可是始终没起来 伊牧师见老马吃的挺香 就说 我说什么来的 马先生 你还说不饿 啊 马威 再去给你父亲要杯啤酒 啊 对对对 也再给我来一杯 爱喝着玩 嘿嘿嘿 马先生 我已经给你们找好了房 回来 我带你们去 你得好好的歇一歇 马威又把他们的酒端来 伊牧师一气灌下去 还一个劲的说 嘿嘿 喝着玩 三个人都吃完了 伊牧师叫马威 把酒杯和碟子都送回去 然后对马老先生说 一个人一个先令 不对 咱们俩还多喝了一杯酒 马威是一个先令 你是一个零六先令 还有零钱吗 老马先生真没想到这一招啊 他心里说 哎哟 这总共几个先令的事 你做牧师的还不花呀 你算哪道牧师啊 想到这儿 他故意的透着俏皮 反张罗着 把伊牧师的账也一块给交了 伊牧师说 啊不不 到英国 按照英国的法子办 自己吃自己 不让 三个人出了酒馆 伊牧师掏出六个铜子来 递给马威 去 买三张票 两个铜子一张 你说 大英博物馆三张 会不会啊 马威只接过两个铜子 自己掏出四个来 往伊牧师指的那个小窗户洞去买票 把票买来 伊牧师乐了 好孩子 明白怎么买票了吧 说着 在伊金的里边掏了半天 掏出一张小地图来 马威 给你这个 你看 咱们现在是在利物浦街 看见这条红线没有 在走四站 就是博物院 这是伦敦中央地道火车 记住 别忘了 于是 伊牧师领着二马 下了地道 温都先生 死了十几年了 他只给温都夫人留下一处小房子和一些股票 每逢温都寡妇想起丈夫的时候 总是把二寸建方的小手卷枯湿了两三块 除了他没死在战场上 和没给他留下几百万的财产 他对于死去的丈夫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他要是死在了战场上 除了得个为国捐躯的英明 至少还能够得一份抚恤金 抚恤金纵然赶不上几百万财产 那到底也可以叫他一年多买几顶新帽子 几双长筒丝袜子什么的 在他丈夫死后不久 欧洲就打开了大帐 温都太太 一来是为了爱国 二来为了挣钱 就到一家汽油公司里去打字 那时候正当各处缺人 每个礼拜他能挣到三磅来钱 在打字的时候 忽然想起男人来 或者是恨男人死得早 错过了这个尽忠报国的机会 他的泪珠随着打字击剑子 一起一落 巴搭巴搭的往下落 要是他还活着 至不计还不去打死百八十来个的德国兵呢 万一把德国皇上生情活捉了 他岂不生了元帅呢 那自己还不稳稳当当的做元帅太太吗 他越这么想啊 越恨德国人 好像德国故意在他丈夫死后才开仗 诚心不叫温都先生得个战士的英名 就凭这一点啊 也得杀德国人 杀他个鸡犬不留 他这么一想啊 手下的打字击 想的是分外的有劲 打完了一看 竟把纸戳破了好几个小窟窿 他只好重新再打 温都姑娘的年纪 比他母亲小着一半 出了学校 就入了六个月的传习所 学习怎么卖帽子 怎么在玻璃窗里边摆帽子 怎么替姑娘太太往头上试帽子 出了传习所 就在伦敦城里 帽子铺找了个事 一个礼拜 挣十六个先令 温都太太在大战的时候 剩了几个钱 战后 她只在公司缺人的时候 才去帮十天半个月的忙 所以她总是在家里的时候多 出门的时候少 温都姑娘念书的时候 母女老是和和气气的 母亲说什么 女儿听什么 到了温都姑娘上帽子铺 做事以后 母女的感情可不像先前那么好了 时常的母女一顶一卷的伴嘴 温都太太含着泪对小白狗说 叫她去她的 黄头发的小东西子 说完了还在狗的小尖耳头上亲个嘴 小狗也傻瓜似的陪着她掉眼泪 温都姑娘念书的时候 母女老是和和气气的 母亲说什么 女儿听什么 到了温都姑娘上帽子铺 做事以后 母女的感情可不像先前那么好了 时常的母女一顶一卷的伴嘴 吃饭时间的问题 就是他们俩伴嘴的一个大原因 母亲是凡事有条有款 有一定的时候 女儿是初到外边做事 小皮包里老有自己挣的几个仙女 回家的时候 在卖堂的那里看几分钟 采访铺铺铺外边看几分钟 珠宝店外边又看几分钟 一边看一边想 嗯 等着 慢慢的涨薪水 买那包红盒子的皮糖 嗯 买那件绿筹的袖边的衬衫 她越看越爱看 越爱看越不想走 把回家那回事简直的忘死了 不但光是回来晚了 吃完晚饭 立刻扣上小帽子 小鸟似的又飞出去了 她母亲准知道 女儿是和男朋友出去玩 这本来不算怎么稀奇 她所不高兴的是 姑娘夜间回来 把和男人出去的一切经过 是没节没完的告诉母亲 跟着还谈了好些个结婚的问题 离婚的问题 谈的是有来有趣 一点居住没有 有一回依牧师来看他们 温都姑娘把情人给她的信 挑了几篇长的念给老牧师听 牧师本来是劝温都姑娘 礼拜天去上教堂的 一听姑娘念的信呢 没等劝她 拿起帽子就跑了 温都太太年轻的时候 一样的享受过这种爱的生活 可是她的理想和她女儿的不同了 她心目中的英雄是一拳打死老虎 两脚踹倒也像 可是一见女人便千般的柔媚 万般的方程 女的呢 总是腰很细 手很小 动不动就晕过去 晕的时候还永远是倒在英雄的胳膊上 这样的英雄美人只能在月下花钱 没人的地方说些知心话 小树林里偷偷的清个嘴 如今温都姑娘的爱的理想和经验 与这种小说似的 是一点也不同 一张嘴便是结婚后 怎么和情人坐汽车 一点钟跑八十英里 怎么性情不相投 就到法厅去离婚 怎么喜欢嫁个意大利的厨子 好到意大利去看看 莫索里尼到底长着胡子没有 要不然就是嫁个俄国人 到莫斯科去看一眼 专为去看俄国富人的裙子 是将盖住科西盖呢 还是简直的光腿不穿裙子 温都太太自从丈夫死后 有时候也想再嫁 再嫁最大的难处是经济问题 没有准进行的男人 简直不敢拉拢 可是这点难处 他向来没跟别人提过 爱情的甜美是要暗中咱们的 就是心中想到了经济问题 嘴上也不能说 有时候温都太太急了 就对她的女儿说 去去嫁那个俄国鬼去 那是在莫斯科买皮子一定便宜 叫她给我买一打皮袋 一天换一件 看美不美 啊 妈 温都太太一声没出 抱着小狗睡觉去了 温都姑娘不但关于爱情的意见 和母亲的衣服 穿衣上 戴帽子 挂珠子的饰样也都不一样 她的美的观念是 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 只要是新的便是好的 美不美不去管 衣裳越短越好 帽子越合十样越好 据她看呢 她母亲的衣裳都该至少减去一尺 母亲的帽子不但帽颜大的过火 帽子上边长辫子花 更可笑的要命 母亲一张嘴便是讲材料的好坏 女儿一张嘴便是巴黎出了什么新样子 说着说着 母女又说僵了 母亲说 你要是再买那小鸡蛋壳似的帽子 你不用再跟我一个专人吃饭 女儿回答 那你要是还穿那乡系老的青褂子 我再不跟你一块上街了 母女的长相也不一样 温都太太的脸是长长的 自上而下的往下溜 溜到下部颗 只剩下尖尖的一个小三角 浅黄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 盘成了两个圆灸 在脑瓢上扣着 一双黄眼珠 一个小尖鼻子 一张小薄嘴 只有笑的时候 才能把少年的尊俏露出一点来 身脸不高 戴上宽颜帽子的时候 更显得矮了 温都姑娘和她母亲站在一块 要高出一头来 她那双大脚和她母亲的 又瘦又尖的脚比起来 她们娘儿俩好像不是一家人 因为要显着脚小 温都姑娘老买比脚小着一号的皮鞋 系上鞋带 脚面上突出两个小肉馒头 母亲走道 好像小公鸡多米粒似的 一逗一逗的好看 女儿走起道来 是咚咚的山响 连脸蛋上的肉都震得一哆嗦一哆嗦的 顺着脚往上看 哼 这一对长腿 裙子刚压住科西盖 连袜子戴腿 一年到头的老是公众陈列品 衣裳短 裙子瘦 又要走得快 于是走道的时候 总是借乎跑与扭之间 左手夹着汗散皮包 右手婴儿不能不僵着一点摇晃 只用手腕贴着大腿 一个一个的从左跟右画着半圆的小圈 帽子将把脑袋盖住 脖子不能不往回缩着一点 不然脖子就显得太长了 这样 周身上下 整像个扣着盖的小圆缩脖痰子 她的脸是圆圆的 胖胖的 两个小酒窝 不笑的时候 也老有两个浅浅的小坑 黄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 蓝眼珠的光彩真足 把她全身的淘气和天真烂漫 都由这两个蓝点射发出来 嘴唇往上兜着一点 而且是永远微微的动着 温都太太看着女儿又可爱又可气 时常的说 看你的腿 那裙子还要怎么短 女儿把小酒窝一缩 拢着短头发说 那人家都这样吗 妈 温都太太整整忙了一早晨 把楼上三间屋子全收拾得有条有理 她头上罩着块绿筹子 把头发一丝不乱的包起来 袖子挽到胳膊肘上边 露着胳膊上的细青筋 好像地图上画的山脉 挂子上系着条白布围裙 把桌子全用水洗了一遍 地毯全搬到小后院 细细的抽了一个棍 地板用油擦了 擦完了电灯泡 还换上两个新绿纱灯罩 收拾完了 她插着手 四围看了看 觉得书房里的粉色窗帘 和墙上的蓝花纸不大配合 又跑到楼下 把自己屋里的那幅浅蓝地儿细白花的窗帘 摘下来换上 换完了窗帘 坐在一把小椅子上 把手放在磕膝盖上 轻轻地叹了口气 然后把纳破仑叫上来 哦 纳破仑就是那只小白狮子狗 他把狗抱在怀里 歪着头 把小尖鼻子搁在纳破仑的脑门上说 嗯 看看 地板擦得亮不亮啊 窗户帘好看不好看呢 纳破仑四下瞧了一眼 摇了摇尾巴 哼 两个中国人 他们配住这个房吗 纳破仑又摇了摇尾巴 温都太太一看 纳破仑只摇尾巴 心中又有点后悔了 哎 早知道我们纳破仑不同意 不如不租给他们 他一面叨唠着 一面抱着小狗 下楼去吃午饭 吃完了饭 温都太太慌忙着收拾打扮 把头发重新梳了一回 脸上也擦上点粉 把最心爱的那件有胡皮领子的青皱子搗穿上 预备迎接客人 他虽然由心里看不起中国人 可是既然答应了租给他们房子 就得当一回正经事做 换好了衣裳 才消消停停的在客厅里坐下 把狄昆西写的鸦片鬼字状找出来念 为的是中国客人到了的时候 好有话和他们说 快到了温都太太的门口 伊牧师对马老先生说 见了房东太太 她向你伸手 你可以和她拉手 不然你向她一点头就满够了 这是我们的规矩 你不怪我告诉你吧 马先生不但没怪伊牧师教训她 反倒说了声 谢谢您 三个人在门外站住 温都太太早已经看见了他们 她赶紧又掏出小镜子照了一照 回手又用手指头肚轻轻的按了按耳朵后边的揪 听见拍门 才抱着拿破仑出来 开开了门 拿破仑把耳朵竖起来 巴巴的叫了两声 温都太太连忙的说 淘气 不准 小狗翻了翻眼珠 把耳朵搭了下去 一声也不出了 温都太太一手抱着狗 一手和伊牧师握手 伊牧师把马家父子向他介绍了一回 温都太太挺着脖梗 只是下巴科和眉毛往下垂了一垂 算是向他们行了见面礼 马老先生深深的拘了一躬 他的腰还没直起来呢 温都太太已经走进客厅里去了 马威提着小箱子 在伊牧师背后瞪了温都太太一眼 并没行礼 三个人把帽子什么的全放在过道 然后一起进了客厅 温都太太用小手指头 指着两个大椅子 请伊牧师和马老先生坐下 然后叫马威坐在小茶筋旁边的椅子上 他自己坐在钢琴前面的小凳上 伊牧师没等人说话 先夸奖了拿破仑一顿 温都太太开始讲演狗的历史 她说一句伊牧师夸一声好 虽然这些故事啊 她已经听过二十多回了 在讲狗的历史的时候 温都太太用眉毛看了看马家父子 她看着心里边想 这两个中国人倒不像电影上的那么难看 她心中未免有点疑惑 他们也许不是真正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那又是 老马先生坐着的姿势啊 她已经把屋子里的东西看了一个过 伊牧师笑的时候 她也随着泯泯嘴 温都太太把狗的历史讲到一个结束 才说 伊牧师到楼上看看去 马先生 老马先生看着伊牧师站起来 也将着身子立起来 小马先生没等上 连忙站起来 替温都太太开开门 到了楼上 温都太太告诉他们 一切放东西的地方 她说一句 伊牧师回答一句 哎 好极了 马老先生 一心要去躺去歇歇 随着伊牧师的好极了 他不断的向温都太太点着头 其实啊 温都太太的话 他满眉清见 他也没细看屋里的东西 心里说啊 哎 反正有个地方睡觉就行了 管别的干嘛呀 只有一样 他有点不放心 这床上铺着的东西 看着似乎太少 他走过去摸了摸 只有两层毡子 他自己跟自己说 哎呦 这不冷吗 在北京的时候 他总是盖两床后背 外加皮咬棉裤的 把屋子都看完了 伊牧师见马先生 没说什么 赶快的向温都太太说 好极了 我在道上就对他们说来的 我说回头你们看 温都太太宝宝在伦敦找不出第二家了 马先生 他的两个黄眼珠盯着马老先生 现在你信我的话 马老先生笑了一笑 没说什么 马威看出伊牧师的意思了 赶紧向温都太太说 房子是好极了 我们谢谢你 他们都从楼上下来 又到客厅坐下 温都太太把房钱 吃饭的时间 晚上锁门的时候和一切的规矩 都当着伊牧师一字一板的交代明白了 伊牧师不管听见没有 只要他一停顿 一喘气的时候 他便加个好极了 好像乐队里打鼓的 在喇叭停顿的时候 加个鼓轮子似的 马老先生是一声没出 心里说 呵 好大的规矩啊 这要是娶个外国老婆 还不叫他给管得跟臂猫鼠似的 温都太太说完了 伊牧师站起来说 温都太太 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啊 改天到我家里去喝茶 和我的太太说半天字话 好不好 马老先生听伊牧师说 请温都太太喝茶 他心里一动 低声的问马威 哎 咱们的茶叶呢 马威说 小箱里只有两桶 其余的都在大箱子里呢 马老先生问 那你把小箱子带来了不是 赶紧拿过来啊 马威把小箱子打开 把两桶茶叶递给父亲 马老先生一手拖着一桶 对他们说 嘿嘿 从北京带了点茶叶 伊牧师一桶 温都太太一桶 不成敬意 说完了把一桶交给伊牧师 那一桶放在钢琴上了 这男女瘦瘦不轻了 哪能交给温都太太手里呢 伊牧师在中国多年 知道中国人的脾气 把茶叶接过去 对温都太太说 嗯 准保些好茶叶 温都太太 忙着把拿破仑放在小凳上 把茶叶桶拿起来 小嘴微微的张着一点 细细的看桶上的小方块中国字 和嫦娥奔月的商标 哦 多么有趣啊 有趣啊 他说着 正式的用眼睛 这回不用眉毛了 看了马老先生一眼 嗯 我可以这么白白的收这么好的东西吗 啊 真是给我的吗 马先生 嘿嘿 可不是真的 马先生撅着小胡子说 哦 谢谢你 马先生 伊牧师跟温都太太要了张纸 把茶叶桶包好 一边包一边说 伊太太最爱喝中国茶 马先生 他喝完你的茶 看他得怎么替你祷告上帝啊 把茶叶桶包好 伊牧师愣了一会儿 全身温丝不动 只是两个黄眼珠慢慢的转了几个圈 他心里边想 嗯 白瘦他的茶叶 不带他们出去逛一逛 透着不大和气 再说 当着温都太太 总得显一手 叫他看看咱传教的到底是与众不同 他虽然心里边真不喜欢跟两个中国人在街上走 伊牧师说 马先生 明天见 明天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伦敦 明天 可早点起来呀 他说着出了屋门 马先生刚要往外送 伊牧师从温都太太的肩膀旁边 对他摇了摇头 温都太太把伊牧师送出去 两个人站在门外 又谈了半天 马老先生才明白伊牧师摇头的意思 心里说 你养鬼子 那颇有些讲究呢 跟他们呀 非得讲圈套不可呢 伊牧师问 看这两个中国人怎么样啊 嗯 还算不错 那个老头倒挺漂亮的 看那桶茶叶 同时呢 屋子里马威对父亲说 父亲 刚才伊牧师夸奖房子的时候 你怎么一声不出呢 你还没看出来吗 对外国人 尤其是妇女 事事得捧着说 不夸奖他们 他们是真不愿意呀 哼 好 不好 那心里知道 得了 那何必说出来呢 马老先生把马威顶了回去 然后掏出仇子手绢 胆了胆皮鞋 正是四月底的天气 晴一会儿 阴一会儿 忽然一阵小雨儿 雨点还落着 太阳又出来了 窗户篮上横挂着一串小水珠 太阳一出来都慢慢的化成股白气 屋外刚吐绿叶的细高条的杨树 经过了雨 树干潮润的像刚洗过澡的大象的腿 又润又亮 可是灰了孤独的 马老先生虽然在海上已经睡了四十天的觉 还是非常的疲倦 躺在床上还绝合着这床铺一上一下的洞 也好像还听见海水沙沙的响 他夜里醒了好几次 睁开眼 屋子里漆黑 迷迷糊糊的忘了自己到底是在哪儿了 船上 北京 上海 心里绝合着没朝没落的 极致醒明白了 想起来已经是在伦敦 又绝合着有点说不出来的凄惨 北京的朋友 智美斋的馄饨 广德楼的昆夕 故去的妻子 哥哥 上海 全想起来了 一会儿他又全忘了 可是从眼鸡角 留下了两个大泪珠来 哎 离合悲欢 人生不过如此 转到哪儿吃哪儿吧 马老先生安慰着自己 嗯 等马威学成了 再想几天福 当几天老爷吧 他这么一想 心里边痛快多了 把一手心热汗的手伸出来 理了理小胡子 跟着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一点来 听听隔壁有声音没有 嘿 一点声没有 嗯 年轻力壮 吃得饱 睡得着 有出息 好孩子 他心里边嘟囔着 慢慢的把眼睛又闭上了 醒一会儿又睡 是睡一会儿又醒 到了出太阳的时候 他才睡安稳了 好像听见马威起来了 好像听见街上过车的声音 可是始终没睁眼 大概有七点半钟了 门上轻轻的响了两声 跟着温都太太说 马先生 热水 哎 哎 哎 谢 第二个谢字还没说出来呢 他又睡着了 马老先生和儿子马威 终于找到了安身之处 在温都太太的家里住了下来 早晨不到七点钟 马威就起来了 他一心的想逛伦敦 抓耳挠塞的 无论怎么样也不能再睡了 况且昨天只见了温都姑娘一面 当着父亲的面 也没好意思和他谈话 今天吃早饭是他的好机会 反正父亲是崛起不来的 马威起来 轻轻的把窗子开开 小雨刚下完 太阳光像回窝的黄蜂 带着春天的甜蜜 随着马威的手 由窗户缝挤进来 他把在上海买的那件印花的西式长袍穿上 大气不出的等着热水来好刮脸 这刮脸的习惯是在船上学来的 上船之前在上海仙师公司买了把保险刀 在船上的时候 人家还都没起来呢 他便跑到了浴室里去 细细的刮一回 那脸上总共有十来根比较重一点的胡子茬 可是刮过几天之后呢 不刮有点刺恼的话 而且刮完了 对着镜子一照 觉得脸上分外的精神 有点英雄的气概 他常看电影里的英雄啊 刮脸的时候 满脸抹着椅子 就和人家打起来了 打完了 手连颤也不颤 又继续刮脸 有的时候 打完了 抱着姑娘亲个嘴 还把脸上的椅子沫印在姑娘的腮上 啊 刮脸 这么看起来 这不光是一种习惯 这里边还含着些情韵 好容易把热水等来了 赶紧漱口刮脸 梳洗完了 把衣裳细细的刷了一回 穿戴好了 想下楼去 又怕下去太早 叫房东太太不愿意 他轻轻的开了门往外看 父亲门外的白瓷水罐 还冒着点热气呢 楼下母女说话的声音 他听得真真的 温都姑娘的声音 听得尤其真切 而且含着点刺激性 叫他听见一个字 心里像雨点打花瓣似的 那么颤一下 楼下铃响了 他猜着早饭必定是得了 他又在镜子里边照了一照 两条眉毛不但没有向上吊着 居然是往下弯弯着 差不多要弯到眼睛下面来了 又挣了挣领带 拉了拉衣筋 然后才咚咚的下了楼 温都母女平常是在厨房吃早饭的 因为马家父子来了 所以改在小饭厅里 马威进了饭厅 温都太太还在厨房里 只有温都姑娘在桌子旁边坐着 手里拿着张报纸 正看最新式帽子的图样 见马威进来 他说了声 哈喽 头也没抬 还看他的报 他只穿着一件 有肩无袖的绿色薄汉衫 胸脯和胳膊 全在外边露着 两条白胖的胳膊 好像一对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做的 那么一种象牙 又绵软 又柔润 又光泽 好像还有股香味 马威端了端肩膀 说了声 天气不错 冷 温都姑娘由红嘴唇挤出这么个字来 还是没看他 温都太太拖着茶盘进来 问马威 你父亲呢 哦 恐怕还没起呢 马威低声说 温都太太没说什么 可是脸像小帘子似的撂下来了 他坐在他女儿的对面 给他们倒茶 他特意欺的马先生给的茶叶 要不是看在这点茶叶的面子上 他非炸了不可 然后这么着 到茶的时候 还是低声的说了一句 哼 反正我不能做两回早饭 温都姑娘把报纸扔在一边 歪着头向他母亲说 那谁叫你把房子租给中国人呢 马威的脸上一红 想站起来就走 他皱了皱眉 并没往起站 温都姑娘看着他 笑了 好像是说 你中国人挨打的祸 就不会生气 温都太太看了他女儿一眼 赶紧递给马威一碗茶 跟着说 茶真香 中国人最会喝茶 是不是 马威点了点头 对了 温都太太咬了口面包 刚要端茶碗喝茶 温都姑娘忙着拉了他一把 小心毒药 他把这四个字 说得那么诚恳 自然 好像马威并没有在那里坐着 好像中国人的用毒药害人 是千真万确 一点含糊没有的 他的嘴唇 自自然然的颤了一颤 让你看出来 他绝没意思得罪马威 也绝不是他特意要精细 他的话 纯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 没心得罪人 因为他对中国人的看法 都是从戏里得来的 只要戏里有个中国人 那他一定是用毒药害人的 电影小说也都是如此 马威反倒笑了 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一声没言语 他明白温都姑娘的意思 因为他也看过英国小说 那些描写中国人用毒药害人的小说 温都太太用小饱嘴唇抿了半口茶 然后搭闪着问马威 中国茶有多少种 中国什么地方出茶 他们现在喝的这种叫什么名字 是怎么制造的 马威把一肚子气用力压制着 随便回答了几句 并且告诉他 他们现在喝的叫做香片 温都太太又叫他说了一回 然后把嘴孤独着说 吭鞭 还问马威他学的对不对 温都姑娘警告他母亲流心毒药以后 想起前几天看的那个电影 一个英国英雄 打死了十几个黄脸没鼻子的中国人 温都姑娘觉得打得真痛快 他当时把两只肉嘟嘟的小手都拍红了 他想入了神了 心里说 哼 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黄脸鬼 女英雄也能把你们打一溜跟头 他心里边也同时想到了他的朋友约翰 啊 约翰 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风头呢 他那两只大拳头 一拳头还不垂死几十个中国鬼呀 温都姑娘的蓝眼珠 一层一层的往外发着不同的光彩 约翰 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约翰给他来信说加入义勇军 昨天一排枪打死了五个黄鬼 里边还有个女的 打死个女人 不大何人道吧 温都姑娘本来可以这样想 可是 约翰打死的 打死的又是个中国女人 他只觉得约翰的英勇 把别的都忘了 报纸上说 中国人屠宰了英国人 英国人没打死半个中国人 那难道约翰是吹牛撒谎 他正想到这里 听见他母亲说 航辩 他歪过头去问 什么 妈 他母亲告诉他 这个茶叫航辩 于是他也跟着学 这英国人呢 是世事都要逞能的 世事要叫别人说好的 所以他暂时忘了马威的讨厌 他问马威 航班 航班 对不对 马威当然是说 对了 吃完了早饭 马威正要上楼去看父亲去 温都姑娘从楼下跑了上来 戴着昨天买的新帽子 帽子上插着一捆老鼠尾巴 带老鼠尾巴是最新的花样 所以他也带 他斜着眼看了马威一下 说了声 再见 一溜烟似的跑了 温都姑娘上铺子去做工 温都太太出来进去的收拾屋子 拿破仑跟着他左右前后的乱跑 马威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边等着衣幕师来 马威自从八岁的时候死了母亲 差不多没有经过什么女性的爱护 在小学的时候 成天和一群小泥滚打交道 在中学里跟一群稍微个儿大一点的泥滚瞎混 只有礼拜天到教堂里坐礼拜去 才能看见几位妇女 祈祷的时候 她低着头 从眼角偷偷的看她们 可是好几回都被衣幕师的太太看见了 然后报告给衣幕师 叫衣幕师用一半中国话 一半英国话 臭骂了她一顿 哎呀 小孩子 不要看姑娘 在祷告的时候 嗯 明白 C 一太太祷告的时候 永远是闭着一只眼 往天堂上看上帝 睁着一只眼 看那群该下地狱的学生 这马威偷着看姑娘 那是逃不出衣太太的眼线的 马威和温都姑娘 不一定有什么前世姻缘 温都姑娘不过是西洋女子中的一个 可是马威头一个见的 恰巧是她 她那种小野猫似的欢蹦乱跳 一见面 马威心里便由惊论而羡慕而怜爱而痴迷 好像头一次喝酒的人一桌下去脸上便立刻红起来 可是那姑娘的神气 中国人罢了 哼 等着 咱们走着瞧 日子多了 叫她明白明白 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何必一定跟她套交情呢 那女人可多了 马威翻过来 再调过去的想 问题很多 可是结论只有一个 等着吧 瞧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蛋 全顾尖上的那一点特别的热 像有个香火头在那烧着 等着瞧 别忙 她这么叨喽着 嘴唇张着一些 好像是要笑 可是没笑出来 好像要脑 脑谁呀 脑温都姑娘 她又不忍着 一会儿照着镜子看看自己的白牙 一会儿手插在裤兜里来回走 哼 别忙 走着瞧 马威 马威 马老先生含着一嗓子弹 在楼上叫 跟着嗓了嗓 这声音才尖流了一点 马威 马威收了收神 三步两步跑上楼 马老先生一手开着门 一手端着那个瓷水罐 脸上睡的许多红纸 小胡子在一块儿拧拧着 他把瓷罐交给马威 去 弄点热水来 我不敢上厨房去啊 那昨天晚上您没听见房东说吗 不叫咱们上厨房去 吃早饭的时候您没去 他已经说了闲话了 您看 行行行行行 别说了 别说了啊 马老先生揉着眼睛说 我不刮脸了 行不行 那 那回来 医牧师不是要和咱们一块出去呢吗 那 那我不去 行不行 马威没言语 把水倒在漱口云里递给了父亲 马老先生漱口的时候 马威把昨天晚上带来的箱子打开 问父亲换医生不换 马老先生是一脑门子关死 没理马威 马威本想告诉父亲 在英国就得随着英国的办法走 可是一看父亲脸上的神气 他一身没出 溜出去了 马老先生是越想越有气 这 这是上外国吗 这没事找罪受啊 他找罪受嘛 哦 起晚了不行 热水没有 没有 啊 早知道这么着 要命也不来呀 他想了半天 哼 有了 住旅馆去 那多少钱我也花 只要不受这个臭罪 跟着他看了看箱子什么的 心里边又冷静下去一点 哎呦 这东西太多呀 住旅馆 这搬着太麻烦了 又待了一会儿 他气更少了 哎 先在这忍着吧 有合适的地方再搬吧 这么一想呢 气全没有了 戴上大眼镜 拿着烟袋往书房里去 思想是生命里最贱的东西 想一回觉得有点理 再想一回觉得第一次所想的并不怎么高明 第三次再想 嘿 老实待着吧 越想越糊涂 于是以前所想的全算白饶 马先生的游住旅馆去 倒忍着吧 便是这么当的事 要不怎么他轻易的不思想呢 温都太太 专等着马先生起来 问他要早饭的时候 他好抡圆了 给他的钉子碰 头一次钉子碰得疼了 管保他不再想碰第二次 他听见马先生起来了 估摸着他已经梳洗完了 于是温都太太嘴里边哼急着往楼上走 走到马先生的屋门外 门半开着 一点声没有 忽然听见马先生咳嗽了两声 他回头一看 书房的门也开着呢 马先生叼着烟袋 在椅子上坐着呢 温都太太心里说 怪不得一牧师说 中国人有些什么鬼道的呢 你不给他早饭吃 他更好 连问也不问 好 那你就饿着 马先生一动也没动 扒得着烟袋 头上一圈一圈的冒着蓝烟 伊牧师到十一点多钟才来 他在街门口问马威 你父亲呢 出去不出去啊 马威跑到楼上去问父亲 马老先生摇了摇头 把头上绕着的蓝烟圈给弄散开一些 马威跑下来告诉伊牧师 他父亲还没歇过来呢 不打算出去 于是他自己和伊牧师走下去了 民族要是老了 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 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梗龙 谈喘咳嗽的 一国里要是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 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 直到老的爬也爬不动 便一生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到欧洲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们 撇着嘴对洋鬼子说 我们的文明比你们的老的多呀 再说四万万人民 大国 大国 看这老字和大字用的多么的有劲头啊 不得人心的那老洋鬼子笑着回答说 嘿嘿嘿 要是老的便是好的 那为什么贵国老而不见得好呢 要是四万万人都是饭桶 再添四万万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这些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们 听了这类的话 只好溜到中国人唯一的海外事业 中国饭馆去吃顿叉烧肉 把肚子中的恶气往外挤一挤 马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 有这两层老的关系可以断定 他一辈子不但没用过他的脑子 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的 为什么活着 为做官呢 怎么能做官呢 先请客运动啊 为什么要娶老婆 年岁到了吗 怎么娶啊 先找没人呢 娶了老婆干嘛还讨仪态的呢 那一个不够吗 这些东西满够这个老民族的人们享受一辈子的吧 马老先生的志愿也自然是到此为止 他到英国来 真像个摸不清的梦 做买卖他不懂 不但不懂 而且向来看不起做买卖的人 那发财大道是做官呢 做买卖 拿着血汗挣钱 没出息 不高明 俗气 一点目的没有 一点计划没有 还准着烟袋 还召着烟袋在书房里坐着 到了下午一点多钟了 马老先生的肚子微微的响了几声 他还勉强的吸着烟 烟下去之后肚子透着分外的空的火 他心里说 哎呀 这看这样是非吃点什么不可呀 好几次要下楼去向房东说 可总觉得还是不开口好 他站起来走了几步 不行 越活动越饿 又坐下 重新装上一袋烟 没抽 把烟袋又放下来 又坐了半天 肚子不但响 也有点疼了 哎 下楼试试去 他站起来慢慢的往楼下走 温都太太一眼就看见了他 于是带着点讥讽的意思问 马先生 夜里睡得好吧 马老先生回答 嘿嘿嘿 很好 很好 温都太太 你好啊 哎 姑娘出去了 吧 温都太太哼哼哼的回答 马老先生要吃饭 可是好几回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 而且问的话越来越离吃饭远 嘿嘿 哎 这天气还是冷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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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出去了 哦 已经问过了 对不起 哎 拿破仑呢 温都太太把拿破仑叫来 马老先生把他抱起来 拿破仑喜欢极了 直舔马老先生的耳朵 嘿嘿嘿 哎呀 这小狗真聪明啊 马老先生开始夸奖拿破仑 温都太太早已经不耐烦了 可是一听老马称赵狗 可是一听老马称赞狗 邓石是拉不断扯不断的和他说起来 哎 中国人也爱狗吗 啊 爱狗 爱狗 嘿嘿嘿 我妻子活着的时候 他养过三个哈巴狗 嘿嘿 还有一只小兔 哎 这个四只小东西在一块吃食啊 绝不打架 哦 真有气 有气极了 马老先生 又告诉了他一些中国狗的故事 温都太太越听越爱听 嘿 马先生啊 是没事 惯会和三姥姥五银谈天的 所以他对温都太太有的是话回答 据他巧啊 妇女全是一样的 所不同的呢 是西洋妇女的鼻子比中国老娘们的高一点吧 说完了狗的事 马老先生还是不说他要吃饭 温都太太是无论怎么也想不到这老马是饿了 英国人是世事讲法律的 旅行条件便完事大吉 不管别的 早饭他没吃 那因为他起碗了 起碗了没吃早饭是当然的 午饭呢 租房的时候交代明白了 不管午饭 温都太太在条件上没有做午饭的责任 那谁还管你饿不饿呢 马老先生起碗了 错过了吃早饭的时间 本想下楼去吃点什么 可是见到温都太太又不好开口 两个人聊了半天 两个人聊了半天关于狗的事 温都太太就是不提早饭的问题 马先生看着没希望 哎 爽得饿一回试试 他把拿破仑放下 往楼上走 拿破仑好像很喜爱马先生 摇着尾巴追了上来 马先生进了屋坐了下来 拿破仑是东咬西抓 跟他一个劲儿的闹 一会儿藏在椅子背后边揪他的衣襟 一会儿绕到前边啃他的皮鞋 马老先生对拿破仑说 嗨嗨嗨 我说 见好就收 别过了活 你吃饱了 在这乱蹦 你不管别人肚子里有东西没有 温都太太不放心拿破仑 上楼来看 走到书房门口 门是开着的 正听见马先生对拿破仑抱委屈 哦 马先生 我不知道你要吃饭呢 我以为你出去吃饭呢 嘿嘿嘿 没什么 还不时分 哦 你要吃 我可以给你弄点什么 一个仙令一顿 算我两个仙令吧 多弄点 待了半天 温都太太给他端上了一壶茶 一盘子凉牛肉 几片面包 还有一点青菜 马先生一看东西都是凉的 皱了皱眉 可是真饿呀 不吃真不行 慢慢的把茶全喝了 凉牛肉只吃了一半 面包和青菜是一点没剩 吃饱了 吃饱了喝足了 他又回到了椅子上一坐 打了几个沉重的格 然后撅短了一根火柴当牙签 有滋有味的 踢着牙缝 拿破仑还在那里 斜着眼等着马先生和他闹着玩 马先生没心再逗他 他唯唯曲曲的在椅子旁边一握 温都太太进来收拾家伙 看见拿破仑赶快放下东西 走过来跪在地毯上把狗抱起来 问他和马先生干什么玩来的 马先生从一进门到现在 始终没敢正眼看温都太太 嘿 君子人嘛 哪能随便看妇人呢 现在温都寡妇头发上的香味 马老先生闻得真真儿的 这心里边未免一热 跟着一颤 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温都寡妇问他 北京一年开多少次赛狗会 中国法律对于狗有什么保护 哈巴狗是由中国来的不是 马先生对于狗学和对于科学 是一样的没有研究 只好敷衍他几句 反正找他爱听的说不至于出错 一边说 一边放大了胆子看着他 他虽然差不多有三十七八岁了 可是脸上还不显得老 身上的衣裳穿得干净 抹腻 更显得年轻一些 马老先生 由静而动的 试着伸手去斗拿破仑 温都太太不但不躲 反倒把狗往前送了一送 马先生的手差点没贴着他的胸脯 顿时他身上一哆嗦 忽然一阵明白 把椅子让给温都太太坐 自个儿搬过一只小凳来 两个人有狗学 一直谈到了做买卖 谈到做买卖 温都太太似乎也有些惊艳 她说 现在做买卖 顶要紧的是广告 我卖古丸 广告似乎没用 不 就是卖古丸 也非得有广告不行 可不是 马老先生很快的由辩论而承认 反倒吓了温都太太一跳 他站起来说 把拿破仑留在这儿吧 老马知道 拿破仑是不可轻视的 连忙接过来 温都太太 把家伙都收拾在托盘里 临走的时候对小狗说 好好的 不准淘气 他出去了 老马先生把狗放在地上 在卧椅上一躺 又睡着了 马威到六点多钟才回来 累得脑袋上的青筋瘴气多高 白眼珠上横着几条血丝 伊牧师带他先上了伦敦故宫 圣保罗教堂和上下议院 伦敦不是一天能逛完的 也不是一天就能看懂的 伊牧师只带他逛了这三处 其余的博物院 美术馆 动物园什么的 等他慢慢的把伦敦走熟了 再自己去 上圣保罗教堂的时候 伊牧师旧手指给马威 他伯父的古玩铺就正在教堂 左边的一个小巷里 伊牧师的两条熟记棍腿 是走的真快 马威把腰拱起了一点还追不上 可是他到底不肯服软 拼命和伊牧师赛了半天跑 马威刚进门 温都姑娘也回来了 他走得很热 脸更红的好看 马威搭身着要告诉他刚才看见的东西 可是温都姑娘往厨房跑了去 马威到楼上去看父亲 马老先生还叼着烟袋在书房里坐着呢 马威一一的把看见的东西告诉了父亲 马老先生并没十分注意的听 直说到古玩铺 马老先生忽然想起个主意来 马威啊 明天咱们先给你伯父上坟 然后到铺子去看一眼 别忘了啊 铃儿响了 父子到饭厅去吃饭 吃完饭 温都寡妇忙着刷家伙 马老先生又回到书房去抽烟 马威一个人在客厅里坐着 温都姑娘忽然跑了进来 看见我的皮尖没有 马威刚要搭身 温都姑娘又跑出去了 一边跑一边说 对了 在厨房里呢 马威站在客厅门口 看着他 他从厨房把小皮夹子找着 跑上来 慌着忙着 把帽子扣上 马威问 出去吗 可不是 看电影去 马威从客厅的窗户往外看 他和一个男的挨着肩膀 一路说笑走下去了 马老先生想起上坟 也就手想起哥哥来了 夜里梦见哥哥好几回呀 彼此都掉了几个眼泪 想起哥哥的好处来 他心中稍微的有点发聩 哎 花过哥哥多少钱呢 那哥哥的钱是容易挣的吗 不但竟花哥哥的钱 哪回哥哥寄了钱 还喝得跟醉猫似的 叫两个巡警掺回家来 嘿 拿哥哥的钱喝酒 还醉得人事不知 哎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过去的事反正是过去的了 还想他做什么呢 哎 现在呢 在伦敦当掌柜的 纵然没有做官那么荣耀 那到底总得说是把字不错 这命性有起色呀 哎呀 对了 他怎么没带本黄利来的 那明天上坟 他是好日子不是啊 信基督教的人什么也不怕 那上帝的势力比别的神都大得多 太岁 不行 太岁还敢跟上帝比比尽头 可是 种种问题 骑个上来拔个下去 叫他一夜没有睡踏实 第二天早晨 天还是阴得很沉 东风也挺凉 老马先生把鸵绒紧身 法兰绒汗身 后青泥子衣裤 他全穿上 还怕出去招了凉 他试着把小棉袄续在汉衫上边 可是棉袄太肥呀 他穿上系不上裤子 这裤子是西服裤子 哼 养鬼子的东西 于是他骂了鬼子衣裳一顿 又把棉袄脱下来了 他要不怎么说 东西文化他不能调和呢 你看小棉袄和洋裤子 他就是弄不到一块 吃过早饭 扒搭了几袋烟 才张了着出去 马威领着父亲出了咯登胡同 穿过桃陵村大院 一直往牛津街走 马威一边走 一边问父亲 是坐地道火车去呢 还是坐公众汽车去 坟地的地点 他昨天已经和伊牧师打听明白了 马老先生没有主意 他只说了一声 那到街上再说吧 到了牛津街 街上的汽车是东往的 西来的 一串一串 你顶着我 我挤着你 大汽车中间还夹着小汽车 小汽车后边紧盯着摩托车自行车 好像走欢了的鸵鸟 带着一群小鸵鸟 车后边秃秃的冒着蓝烟 车轮滋啦滋啦的响 喇叭也有扑扑的 也有巴巴的乱叫 远处也是车 近处也是车 前后左右全是车 全冒着烟 全滋啦滋啦的响 全扑扑巴巴的叫 把这条大街整个的做成一条车海 两旁便道上的人 男女老少全像丢了点东西似的 扯着脖子往前跑 往下看 只看见一板一板的腿 往上看 只见一片脑袋一点一点的洞 正像车海的波浪 把两岸的沙石冲得一栋一栋的 马老先生抬头看看天 阴得灰呼呼的 本想告诉马威不去了 又不好意思 待了一会儿 看见街新站着一辆汽车 马威 这些车可以雇吗 那价钱可贵呢 那贵也得雇 马老先生越看那些大公众汽车越演运 马威问 坐地道火车呢 那地道里我出不来气啊 马先生想起到伦敦那天坐地道车的经验 嘿 那咱们可别太费钱呢 我说你是怎么着 不当雇车 还得告诉赶车的绕着走 找清静道走 我告诉你 晕 马威没办法 只得叫了辆汽车 并且嘱咐赶车的绕着走 赶车的真是挑着清静道走 一会儿向东 一会儿往西 绕过一片草地 又进了一个小胡同 走了四五十分钟 到了个空厂 空厂四周围 是圈着一人来高的铁栅栏 栅栏里面 绕着圈 种着一行小树 草地上高高矮矮的 都是石桩和石碑 伦敦真有点奇怪 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 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 车顺着铁栏杆转 直转到一个小铁门才站住 父子下了车 马威打算把车打破了 马老先生非叫车等着不可 小铁门里边有间小红房 孤苦伶仃的在那群石桩子前面站着 山墙上的小烟通 曲曲弯弯的冒着一股烟 他们敲了敲那个小铁门 小红屋子的门开了一个缝 门缝越开越大 慢慢的一个又圆又胖的脸 探出来了 两腮 一鼓一鼻的 大概是正嚼着东西 门又开大了一些 这个胖脸和脸以下的那些东西全露出来了 把这些东西凑在一块 原来是个矮胖的小老太太 老太太的脸上好像没长着什么玩意儿 光是光出溜的一个软肉球 身上要是把胳膊腿去了 整个的是个小圆六种 他一面用围裙擦着嘴 一面问他们找谁的坟墓 他走到了他们跟前 他们才看出来 原来老太太的脸上却是五官俱全 而且两只小眼睛是笑眯眯的 说话的时候露出嘴里只有一个牙 因为没有什么陪衬 这一个牙看着是又长又宽 颇有独霸一方的劲 马威一向老太太说 我们找马先生的坟 一个中国人 哦 我知道 记得 去年秋天死的 怪可怜的 老太太又往起撩围裙 那棺材上啊 有三个花圈 记得 秋天 十月七号 哎 头一个中国人埋在这里 头一个 可怜 说着老太太的眼泪在脸上横着流 她脸上肉太多了 泪珠不容易一直流下来 哎 你们跟我来 我知道 记得 老太太开始向前走 小短腿像刚孵出来的小鸭子似的 走的时候脸上的肉一哆嗦一哆嗦的动 好像冬天吃的鱼豆 他们跟着老太太走 走了一段路 他指着一个小时装子说 就在那 马家父子忙着过去 时装上的姓名是个外国人的 他们刚要问他 他又说了 哦 不对 不对 还得走 我知道 我记得 那边 头一个中国人 又走了一段路 马威眼睛快 看见左边一块小石碑 上面刻着中国字 他拉了马老先生一把 两个人一起走过去 哎 对了 哎 就是那里 哎 记得 哎 知道 老太太在后边用胖手指着他们已经找着的石碑说 石碑不过有二尺来高 上边刻着马威伯父的名字 马为人 名字下边刻着生死年月 碑是用人造石做的 浅灰的底儿 灰紫色的花纹 石碑前面的花圈已经叫雨水冲的没有什么颜色 上面的石碑上 上面的纸条已经早被风刮去了 石碑前面的草地上淡淡的开着几朵浅黄色的野花花瓣上带着几点露水好像泪珠 天上的黑云 地上的石碑和零散的花圈都带出一股凄凉惨淡的气象 马老先生心中一阵难过 不由的落下泪来 马威虽然没有看见过他的伯父 可是眼圈也红了 马老先生没管马威和那个老太太 跪在石碑前头 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 低声的说 哥哥 保佑你兄弟发财 把你的灵运回中国去吧 说到这儿 他不觉得哭得失了声 马威在父亲背后向石碑行了三鞠躬礼 老太太已经走过来 哭得满脸是水啊 小短胳膊连围裙都撩不起来了 只好用手在脸上横来竖去的抹 哭着哭着 他说了话了 那要鲜花不要 我有 哦 那多少钱呢 马威问 拿来 马老先生在那里跪着说 哎 是 我拿去 我拿去 老太太说完 撩着裙子 意思是要快跑 可是腿外始终没有一点弯的趋向 干跺着脚 前眼后合的走了 走了老大半天 才慢慢的扭回来 连脖子戴脸 全红的像他那间小红房子的砖一样 一手撩着裙子 一手拿着一板姓黄的郁金香 哎 先生 花来了 真新鲜呢 知道 说着 哆里哆嗦的把花交给了马老先生 马老先生捡起一个花圈来 重新把铁条紧了一紧 把花都插上 插好了 把花圈放在石碑前面 然后退了两步 端详了一番 眼泪又落下来了 他哭了 老太太也又哭了 那那钱呢 老太太正哭得高兴呢 忽然把手伸出来了 钱呢 马老先生没言语 掏出一张十个先令的票子递给了他 他看了 他看了看钱票 抬起头来细细的看了看马老先生 嗯 谢谢 谢谢 头一个中国人埋在这里啊 谢谢 我知道 谢谢 太阳 太阳 忽然从一块破云才射出一条光来 正把他们的影子遮在石碑上 把那点地方 埋着人的那点地方弄得特别的惨淡 马老先生叹了一口气 擦了擦眼泪 回头看了看马威 马威 咱们走吧 爷儿俩慢慢的往外走 老太太在后边跟着跑 问他们还要花不要 他还有别的样的 马威看了他一眼 马老先生摇了摇头 两个人走到小铁门 已经把老太太落去老远了 可是还听见老太太在说 哎 那头一个中国人 父子又上了车 马老先生闭着眼睛想 哎 怎么把哥哥的灵静回去呢 哥哥不到六十岁就死了 自己呢 现在已经伴着五十走了 生命就是个梦啊 有什么意思 梦 马威也还没把坟地那点印象忘了 他心里想 伯父 英雄 到国外来做事业 英雄 自然卖骨丸算不了什么大事业 可是挣外国的钱 总算可以 父亲是没用的 他看了马老先生一眼 不是做官 便是嫩中酒充穷酸 做官 明事 该死 拿真知识 挣公道钱 那才算是真本事 马老先生的哥哥 遗留下来的小古玩铺 是在圣保罗教堂左边 一个小鞋胡同里 站在铺子外边 可以看见教堂塔尖的一部分 好像一眼西瓜 铺子是一间门面 左边有个小门 门的右边 是通上到下的玻璃窗户 窗子里摆着些瓷器 铜器 旧扇面 小佛像 和些个零七八岁的 窗子右边 还有个小门 是楼上那间 修理汉散箱子的出入口 铺子 铺子左边 是一连气的三个小铺子 紧靠马迭的铺子 也是个卖古玩的 铺子右边 是个放货物的小仓库 门前放着两辆马车 人们出来 人们出来进去的 往车上搬货 铺子的对面 没有什么 只有一六山墙 马家父子 正在铺子外边 左右前后的端下 李子荣 李子荣 从铺子里出来了 他笑着向他们说 马先生吧 请进来 马老先生看了看李子荣 脸上还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 只是笑容太过火 再说 这李子荣只穿着件汗衫 这袖子卷过胳膊肘 手上好些个铜袖和灰土 因为他正在刷洗整理货物架子 马老先生心里边不由的 给他下了两个字的批语 俗气 马威赶紧过来 要拉李子荣的手 你是李先生吧 别拉手 我手上有泥 李子荣忙着向裤袋里找手去 没有找着 只好叫马威拉了拉他的手腕 这腕子是又粗又有力气 金是金 骨是骨的好看 马威亲热的拉着这个滚热的手腕子 他算是头一眼就爱上李子荣了 汗衫 挽着袖子 一手泥 出手腕 是个干将 不真干 还能和外国人竞争吗 从外国人眼里看起来 李子荣比马威多带着一点中国味 外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是矮身量 带辫子 扁脸 肿全顾 没鼻子 眼睛是一寸来长的两道缝 撇着嘴 唇上挂着迎风而动的小胡子 两条短腿一走一扭 这还不过是从表面上看 至于中国人的阴险诡诈 袖子里吹着毒舌 耳朵眼里放着皮霜 出气是绿气泡 一眨眼便叫人一命呜呼 更是叫外国男女老少 从心里边打哆嗦的 李子荣的脸 差不多正和匾儿肿的格式 他只有五尺来高 而且两条短腿 确乎是螺圈这一点 头上的黑发是又粗又多 因为脑门的扁窄和头发的蓬松 差不多眉毛以上 头发以下 就没有多大的空地方 眼睛鼻子和嘴全部难看 可惜颧骨太平了一些 他的体格可是真好 腰板是又宽又直 脖子挺粗 又夹着腿有点弯 他站在那儿啊 老像做小过山炮似的 马威和李子荣还没松手 马老先生早挺着腰板进了门 李子荣慌忙着跑进来 把地上的东西都收拾起来 然后让马老先生到柜房里坐 小铺子是两间的近身 一间是做生意的 一间做柜房 柜房很小 靠后山墙放着个保险箱 箱子前面只有放三四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的地方 保险箱旁边放着个小茶匙 上面是电话机和电话簿子 屋子里有些潮气味 加上一股酸溜溜的擦铜油 颇有点像北京的小洋货店的味 我说李伙计 马老先生想了半天 才想起伙计这两个字 李伙计 先七壶茶来 李子荣抓了抓 头上乱蓬蓬的黑头发 瞧了马老先生一眼 然后笑着对马威说 这儿啊 没有茶壶茶碗 老先生一定要喝茶呢 那只好到外边去买 你有钱没有啊 马威刚要掏钱 马老先生沉着脸对李子荣说 我去 这回把李字也省去了 难道掌柜的喝碗茶 还得自个儿掏腰包吗 再说了 架子上有的是茶壶茶碗 你愣说没有 马老先生拉过张椅子来 在小茶匙前面坐下 把脊梁往后一仰的时候 差点没把电话机给碰到了 李子荣慢慢的 把汉山袖子放下来 转过身来看着马老先生说 马先生 在你哥哥活着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帮过一年多的忙 他死的时候 把买卖托付给我照应 我不能不照着买卖做 喝茶是个人的事 不能由公帐上开锈 这里不同中国 公帐是由律师欠字 然后政府好收税 咱们不能随意开支乱用 至于架子上的茶壶茶碗 那是为卖的 不是为咱们用的 他又回过身来对马威说 你们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吧 也许你们看我太不客气了 可是咱们现在是在英国 英国的办法是人情是人情 买卖是买卖 咱们也非照着这么走不可呀 马威低声说 对 可是他没敢看他父亲 够了够了 我不喝了 我不喝行不行啊 马老先生低头说 好像有点怕李子荣的样 李子荣没言语 到外间屋把保险箱的钥匙拿进来 开个箱子 拿出几本账簿和文书 都放在马老先生眼前的一把椅子上 马先生 这是咱们的账本子什么呢 请您过过眼 您看完了我还有话说 干什么呀 反正是那么回事 我还能疑心你不诚实吗 李子荣笑了 马老先生 您大概没做过买卖吧 做买卖 好 做过买卖也罢 没做过也罢 还是那句话 公事公办 这是一种手续 提不到疑心不疑心 李子荣笑也不好 不笑也不好的直为难 明知道中国人的脾气是讲客气套人情的 又明知道英国人是直说直办 除了办外交 没有转末绕圈做文章的 进退两难 把他闹得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只好抓了抓头发 而且把脑门子上的那柳长的卷啊 卷啊 卷成了个小圈 马威没等父亲说话 笑着对李子荣说 父亲刚由伯父坟地回来 心里还不大消停 等明天再看账吧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心里说 嘿 到底还是儿子护着爸爸 嘿 这个姓李的小子呀 有点诚心挤的我 李子荣看了看老马 看了看小马 扑哧一笑 把账本子什么的又全都收回去 把东西割好 又在保险箱的深处轻轻的摸 摸了半天 掏出一个藕合色的小锦衔来 马老先生看着李子荣 只要笑心里说 嘿 这小子他变什么戏法玩呢 这还有玩呢 李子荣把小锦衔递给马威 马威看了看父亲 然后慢慢地把小衔打开 里面满塞着细白的棉花 把棉花揭开当中放着一个钻石戒指 马威把戒指放在手心上细细地看 是件女人的首饰 一个拧着麻花的细金箍 被儿上稍微宽出一点来 镶着一粒钻石 一闪一闪地放着光 李子荣把保险箱锁好 对马威说 这是你伯父给你的纪念物 马老先生说 给我瞧瞧 马威赶紧把戒指递过去 马老先生要在李子荣的面前显一手 他翻过来调过去地看 看了外边 又探着头 半闭着眼睛 看戒指里边刻着的字 又用手指头抹了一点兔沫 在钻石上擦了几下 嗯 钻石 不错 女戒指 马先生点头扎嘴地说 说着说着 顺手把戒指搁在自己的衣兜里了 李子荣刚要张嘴 马威看了他一眼 他把话又吞回去了 待了一会儿 李子荣把保险箱的钥匙 和一串小钥匙 拖在手掌上 递给马老先生 这是铺子的钥匙 您收着吧 马先生 嗨 你拿着就绝了 马先生的手 还在兜里边摸着那个戒指 马老先生 咱们该把事情说明白了 你还用我不用 李子荣问 手掌上还拖着那些钥匙 马威向父亲点了点头 嗨 他我叫你拿着钥匙 他还能不用你呀 那好 谢谢 你哥哥活着的时候 我是早晨十点钟来 下午四点走 一个礼拜 他给我两磅钱 我的事情是招待客人 整理货物 他病了的时候 我还是早晨十点来 可是下午六点才能走 他给我三磅钱 一个礼拜 现在呢 请告诉我 工钱 事情 和做事的时间 我愿意只做半天工 工钱少一点 倒不要紧 因为我总得云出点功夫去念书 啊 啊 你还念书 马先生是真没想到李子荣是个念书的 他心里说 你瞧这份俗气 还会念书 瞧不透 中国念书的人不这样 李子荣说 我本来是个学生 哎呀 哎 马威 马老先生没主意 看着马威 眼睛里似乎是说 你得出个主意啊 马威说 我看呢 我和李先生谈一谈 然后再定个一切 您看好不好 哎 就这么办吧 马老先生站起来了 屋里挺凉 磕膝盖有点发僵 哎 你先把我送回家去 你再回来和李伙去谈一谈 就手看看这 哎 哎 其实看不看并不要紧 他说着慢慢的往外走 走到外间屋的货架子前边 他又站住了 看了半天 回头向李子荣说 李伙去 把那个小白茶壶给我拿下来 李子荣把壶轻轻的拿下来 递给马老先生 马老先生掏出手劲来 把茶壶包好 交给马威拿着 马威向李子荣说 你等着我 咱们一块吃饭 回头见 父子俩出了谷玩铺 走了几步 马老先生站住了 重新细看看铺子的外边 这回他才看见窗子上边 横着条长扁 黑地儿金字 外边还罩着层玻璃 哼 俗气 马老先生说完了 又转过身来 看对面的山墙 哎呀 这烟筒正对着咱们的窗口 这风水可不怎么好啊 马威没管他父亲说什么 仰着头看圣保罗教堂的塔尖 越看越觉得好看 父亲 赶眠 您上这来做礼拜倒不错呀 嗯 教堂是不坏呀 可是塔尖把风水给夺去了 咱们受不了啊 马老先生似乎把基督教全忘了 一个劲的抱怨风水不强 出了小胡动口 马威看见一辆公共汽车 是往牛津街去的 圣保罗教堂的外边 正好是停车的地方 他没问父亲坐不坐 拉着老头就往车上跳 马老先生还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车已经开了 马威买了票 对父亲说 您别叫李子荣伙计呀 您看 这车上的人买张票 还对卖票的说声谢谢呢 他在铺子里又真有用 您叫他火去 不是叫他不好受吗 况且 那你说该叫他什么呀 我是掌柜的 难道掌柜的管火去叫老爷 马老先生说着 伸手把马威拿着的小茶壶拿过来 掀开手间 细细的看湖底上的转字 这马老先生对于转字 本来就有限 加上汽车左右乱摇 越发的看不清楚 他心里骂马威 不该一声不出的 便上了公众汽车 那叫他生理先生 也不失咱们的身份呢 马威把眉毛皱在一块 可是没有和父亲拌嘴的意思 汽车正从一个铁桥底去过 桥上面的火车 激动咕咚的 把耳朵震的 什么也听不见了 马威的话 自然马老先生一点没听见 汽车忽然往左边一闪 马老先生往前一出溜 差点没把小茶壶给撒了手 他嘴里边嘟囔着骂了几句 好在汽车的声音真乱 马威也没听见 马威趁着汽车站住的功夫 问他父亲 那您到底愿意用他不愿意呢 我怎么不用他呢 他会做买卖 我不会啊 马老先生的脸蛋红了一块 把脚伸出去一点 好像如果马威要是再问呢 他就往车下边跳了 脚伸出去的太猛 差点没踩着对面坐着的老太太的小脚尖 于是赶快把腿收回来 同时把跳车的心也取消了 马威知道 问也没用 反正他不会给你个痛痛快快的回答 算了吧 不必问了 他回过头去 留神看街上的牌子 他走过了站 卖票的虽然道一站喊一站的地名 可是卖票人的英文字的拼法 不是马威一天半天能够明白的 到了牛津街 父子下了车 马威领着父亲往家走 走不远 马老先生就站住一会儿 喘口气 又拿起小茶壶来看一看 有时候忽然站住了 后头走道的人们全赶紧往左右躲 不然呢 非都撞上不可 马老先生不管别人 哪时候高兴便哪时候站住 马威也没有办法 只好随着父亲背后 慢慢的压着步走 好容易到了家了 马老先生站在门外 用袖口把小茶壶擦了一个棍儿 然后一手捧着茶壶 一手拿钥匙开门 温都太太早已吃过午饭 正在客厅里歇着 看见他们回来一声也没言语 马老先生进了街门便叫 温都太太 哦 进来 马先生 他在屋里说 马老先生进去了 马威也跟进去 拿破仑正睡午觉 听见他们进来没睁眼睛 只从鼻子里哼哼了两声 温都太太 瞧 马老先生把小茶壶举起多高 满脸堆着笑 说话的声音也嫩了许多 好像颇有些返老还童的希望 温都太太是刚吃完了饭 困眼巴唧的 鼻子上的粉也泻了 露着小红鼻子尖像个半熟的扇了红 可是据马老先生看的 这个小红鼻子尖有说不出来的美 他刚要往起站 马老先生已经把小茶壶送到他的眼前了 他还记得那天到拿破仑玩的时候 温都太太的头发差点没挨着他的衣裳 现在他所以的放大了胆子 往前巴结 是因为他觉慕着爱情是得进一步便进一步的事 老不往前迈步便永远没有接上吻的希望 那不接吻还讲什么爱情 这马老先生是凡事都往后退步 只有对妇女 他是主张进取的 而且进取的手段也不坏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能不说 马泽人老先生有一点天才 温都太太欠着身 把小胡接过去 歪着头细细的看 马老先生也陪着看 脸上笑得像个小红气球 哦 多么好看呢 中国词 是不是 真好 温都太太指着胡上的红鸡棺子花 和两只小芦花鸡 马先生 听他夸奖中国词 这心里边喜欢的都痒痒了 温都太太 我给你拿来的 给我 真的 马先生 他的两只小眼睛都睁圆了 薄嘴片也成了个大写的欧 锁子骨底下露着的那点胸脯 也红了一点 这个小胡 得值好几磅钱吧 嘿嘿嘿 不算什么 马老先生指着茶筋上的小瓶说 我知道你爱中国词 那只小瓶就是中国的 是不是 哦 你真有眼力 真细心 那只小瓶 是我由一个兵手里买的 哎 拿破仑 还不起来 谢谢马先生 他说着 把拿破仑抱起来 用手摁着狗头 向马先生点了两点 这拿破仑是真困 始终没睁眼 叫拿破仑谢完了马先生 他还是觉得 不好意思白收下那个小胡 他转了转眼珠 又说 马先生 咱们兑换好不好 我真爱这个小胡 我要你的胡 你拿我的瓶去卖 大概那个小瓶 也值些个钱 我花 花多少钱买的呢 你看我 我给忘了 啊 对话 别倒麻烦了 马先生 告诉我 这个小胡 到底值多少钱呢 人家问我的时候 我好说呀 值多少钱 马老先生回过头来问马威 你说值多少钱呢 我哪知道 我哪知道啊 您看看壶盖里边耗着价码没有 哎 对 来 咱们看上一看 不 等我看 温都太太轻轻的把壶盖拿下来 哦 五瓶 五瓶十个仙令 五瓶十个仙令 马老先生把头歪着挤过去看 可不是 合多少中国钱呢 哎呀 六十来快呀 哎 冤人的事 六十来快买个茶壶 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一把准比这个大 这马威越听越觉得不入耳 抓起帽子来说 父亲 我得去找李子荣 他还等着我吃饭 啊 对了 马先生 你还没有吃饭呢吧 我还有块凉牛肉 很好吃 你吃不吃 马威已经走出了街口 隔着窗帘的缝 看见父亲的嘴一动一动的 还和温都太太说着话 马威又回到了古玩铺 去找李子荣 一见面 马威就说 李先生 对不起 你饿坏了吧 上哪去吃饭呢 哎 你叫我老李 别先生先生的 李子荣笑着 他已经把货架子的一部分收拾干净了 也洗了脸 黄脸蛋上光润了许多 咱们出了这个胡同就是个小饭馆 好歹吃点东西算了 说完了 他把铺子锁好 带着马威去吃饭 小饭铺正斜队着圣保罗教堂 隔着窗子 把教堂的前脸和外边的石像看得真真儿的 一群老太太 小孩子都拿着些个干粮面包什么的围着石像喂鸽子 李子荣问 你吃什么呀 我天天就是一碗茶两块面包和一块甜点 这是伦敦最下等的饭铺子 真想吃好的这里也没有 好在我也吃不起好的 那你要什么就给我要什么吧 马威想不出主意 李子荣照例要的是茶和面包 可是给马威另外要了一根炸肠 小饭铺的桌子都是石头面铁腿 桌面擦得金光怪爱人的 四面墙上都安着大镜子 把屋子里照得光明痛快 也特别显得人多伙志 点心和面包什么的都在一进门的玻璃窗子里摆着 这东西好吃不好吃先放在一边 反正看着漂亮干净 跑堂上的都是姑娘 并且是很好看的姑娘 一个个穿着小短裙子 头上估着戴褶的小白包头 穿梭式的来回的端茶拿菜 脸蛋都是红扑扑的 和玻璃罩里的红苹果一样的鲜润 吃饭的人差不多都是附近铺子里的 人人手里边拿着张碗包 这伦敦的碗包是早晨九点多钟就下街的 他们专看赛马赛狗的新闻 屋子里只听见姑娘们沙沙的来回跑 和刀叉的声音 差不多没有说话的 英国人只要有报看 是什么也不想说的 马威在细看人们吃的东西 大概都是一碗茶 面包黄油 很少有吃菜的 马威问 这算是最下等的饭坡 怎么 不像啊 李子荣低声的说 我是说 真干净啊 马威嘴里边说着 心里边回想起北京的二婚铺 大碗居的那些长条桌子上的黑泥 英国人摆饭的时间呢 比吃饭的时间长 稍微体面一点的人就宁可少吃一口 不能不把吃饭的地方弄干净了 咱们中国人是真吃 不管吃的地方好歹 结果是呢 在干净地方少吃一口饭的 身体到强 在脏地方吃熏鸡烧鸭子的 到越吃越瘦 他还没说完呢 一个姑娘把他们的吃食拿来了 他们一面吃 一面低声的说话 马威很真诚的说 哎 老李 父亲早上说话 可有点 李子荣没等马威说完就接过来了 哎 没关系 老人们可不都是那样吗 那你还愿意帮助我父亲 哎 你们没我不行啊 我呢 是非挣钱不可 嘿嘿 你放心吧 咱们散不了火 嘿嘿嘿 李子荣不知不觉的笑的声音大了点 对面吃饭的老头子们 一起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他连忙低下头去嚼了一口面包 那 你还念书 不念书还行啊 李子荣说着又要笑 我说 咱们快吃 回铺子里说去 这话多着呢 这儿还说话不痛快 你没看呢 老头子们竟瞪我 两个人忙着把东西吃完了 茶也喝尽了 李子荣站起来和小姑娘要账单 他把账单接过来 指着马威对小姑娘说 哎 你看他体面不体面 他已经告诉我了 说你长得真好看 去你的吧 小姑娘笑着对李子荣说 然后看了马威一眼 好像很高兴 有人夸他长得美 马威也向他笑了笑 他看李子荣和小姑娘说话的神气 大概是李子荣天天上这儿吃饭 所以很熟 李子荣掏出两个铜子 轻轻的放在盘子底下作为小费 随后李子荣给了饭钱 告诉马威该出十个便室 马威当时就还了他 李子荣接过钱来笑着对马威说 嘿 这是英国办法 彼此不客气 两个人回到铺子 李子荣的嘴呀 像开了闸一样 长江大河的说下去 嘿 我说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喝茶的时候 别带想 啊 刚才你喝茶的时候 你没看见对面坐着的老头知道你吗 这英国人醒鼻鼎的时候啊 是有多大的力量 用多大的力量 可是喝东西的时候不准出声 嘿 这风俗嘛 没有对不对的理由 你不照着人家那么办 那便是野蛮 况且呢 他们本来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呢 还有 当着人别抓脑袋 别踢指甲 别打嗝 呵 这规矩多了 有些留学的名士啊 满不管这一套 可是外国人本来就看不起我们呢 何必再非讨人家的厌烦不可呢 嘿 我呀 本来也不注意这些事 有一回啊 我可是真碰个钉子了 是这么回事 有一回我跟一个朋友到人家家里边去吃饭 我是吃饱了气足 养着脖啊 来了个深长的嗝 这下可坏了 旁边站着的一个姑娘 邓石把脸子一撂 扭过头去对我的朋友说 不懂得规矩理道的人 顶好不要出来交集 这请吃饭的人呢 是在中国传过教的老牧师 他邓石得着机会 对那个姑娘说 哎 要不咱们要不咱们怎么得到东方去传教呢 连吃饭喝茶的规矩都等着咱们交给他们呢 哎 你说 我可可怎么办呢 我在那儿吧 是真僵的活 我走吧 又觉得不好意思 哎呀 简直好难过了 嘿 其实打个阁算得了什么呢 哎 他们可是真拿你当野蛮人对待呢 老马 留点神吧 哎 你不会怪我告诉你吧 不 马威坐了下来 李子荣也坐下了 跟着说 好 我该告诉你我的历史了 我原来是出来留学的 山东官废的留学生 先到了美国 住了三年 得了个商业学士 得了学位 我就上欧洲来了 先上了法国 到了巴黎可就坏了 国内打起仗来了 官废简直的算是没希望 我是个穷小子 别指望跟家里要钱呢 于是我东葫芦西抓呢 弄了几个钱 我就上英国来了 嘿 我准知道英国的生活程度比法国高 可是我也准知道 在英国找事工钱也高 再说英国是个商业国呀 多少可以学点什么呀 嘿 还有一层啊 不瞒你说 这巴黎的妇女呀 我真是惹不起呀 在这儿 在伦敦 除非妓女 没有人看得起中国人 嘿 这样倒可以少受一点试探 嘿嘿嘿 说到这儿 李子荣又乐起来了 而且横三竖四的抓了抓头发 马威 故意和他开玩笑 哎 老李 你不是说 别当着人抓脑袋吗 啊 哎 哎 可是你不是外国人呢 那当着外国人 我绝不干呢 哎 我说的哪了 哦 对 到了伦敦 官费 还是不来 我可是真抓了瞎了 在东伦敦住了一个来月 除了几本书和身上的衣裳 我简直成了光屁和狗了 一来二去的巡警局把我找了去 叫我给中国工人当翻译 这中国工人的英国话有限 巡警是动不动就查验他们 我替他们来回做翻译 我的广东话呢 本来也有限 可是还能对付 反正我比英国巡警强 哎 我要是不怕饿死 我绝不做这个事 可是人要是到了快饿死的时候 他是不想死的 看着这群老同乡 叫英国巡警耍笑 哎 没办法 饿呀 没法子 我和咱们这群同乡 是一样的没法子 做这个事情 一个月不过能得个三四磅钱 那哪够花的呀 后来呢 又慢慢的弄些个广告什么的 翻成中国文 哎 这笔买卖倒不错 你想啊 能够去中国卖货的 自然不是小买门 一篇广告翻完了 总挣个一磅两磅的 这两笔钱凑在一块 对付着够吃面包的了 可还是没钱去念书 哎 可巧你伯父要找个伙计 得懂得做买卖 会说英国话 我一去见他呀 事情就成了 哎 留学的老爷们 谁肯一个礼拜 挣两磅钱做碎催呀 可是两磅钱到我的手里 我好像登了天堂一样 行了 可以念书了 我白天做翻译 做买卖 晚上到大学去听讲 哎 你看怎么样 老马 嗯 不容易 老李 你行 不容易 天下没有容易的事 李子荣 咚的一声站了起来 颇有点自傲的神气 老李 在伦敦 一个人至少要花多少钱 论月说吧 嗯 至少二十磅钱一个月 我是个例外啊 我在这儿这么些个日子 一顿中国饭还没吃过 不是我一顿饭都吃不起 是怕一吃开了头 就非常吃不可呀 那这儿有中国饭馆吗 有 做饭 洗衣裳 中国人在海外的两大事业 说到这儿 李子荣又坐下 日本人所到的地方就有日本窑子 中国人所到的地方就有小饭铺和洗衣上房 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的地方 是日本人除了窑子以外 还有轮船公司 银行和别的大买卖 中国人除了做饭 洗衣上 没有别的事业 要不然怎么人家日本人老挺着胸脯子 我们老不敢伸腰呢 欧美人对日本人和对中国人那是一样的看不起 可是对日本人于蔑视之中还含着点怕和佩服的劲 对中国人就完全不搁在眼里了 对日本人是背后叫借谱 当面呢 可总是奉承 对中国人是当着面骂 满不客气 别提了 咱们自己不争气 别怨人家 我说你问我点别的事好不好 别提这个 真把人气死 那好 你该告诉我点关于这个铺子的事了 好 你听着 你的伯父 真是把手啊 真能干 他不专靠着卖古丸 这古丸又不是面包 哪能天天有买卖 他也买卖股票 替广东一带的商人买办货物什么呢 这个古丸铺一年做好了 不过赚上 嗯 也就二百来磅钱吧 可是他给你们留下了两千来磅钱 都是他做别的事情赚下的 你们现在有这点钱 顶好把这个生意扩充一下 好好的干一下 还许有希望 要是还守着这点事情做 连你们爷儿俩的花秀恐怕也赚不出来 等把那两千来磅钱都零花出去 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老马 你得劝你父亲立刻打主意 扩充这个买卖 或者是另开个别的小买卖 嗯 据我看呢 还是往大了弄这个买卖好 因为古丸是没有定价的 凑巧了 一样东西就赚个几百磅 那自然 这全凭咱们的能力本事了 开别的买卖简直的不容易 你看街上那些小铺子 什么卖烟的卖酒的 那全是几家大公司的小封号 他们的资本是成千累万的 咱们打算用千十来磅钱 跟他们竞争 那不是白饶吗 哎呀 这父亲不是做买卖的人 很难说话呀 马威的眉毛又皱在一块 脸上好像也白了一点 哦 老人家 是个官迷 糟 糟 这中国人不把官迷打破了 永远不会有出息 李子荣愣了一会儿 又说 好在这里有咱们两个呢 咱们非逼着他干不可 不然铺子一赔钱 你们的将来是实在有点危险呢 哎 我说 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 念书啊 念书 念什么书啊 又是翻一篇庄子 骗个学位啊 啊 不 我打算学商业 你看怎么样 学商业 哎 好啊 你呀 先去补习英文 把英文弄好了 去学商业 我看这个主意不错 两个人又说了半天 马威越看李子荣越可爱 李子荣是越说越上精神 两个人一直说到四点多钟才算 马威临走的时候 李子荣告诉他 明天早晨 他同他们父子到巡警局去报道 我说 律师 医生 是英国人离不开身的两件宝贝 可是咱们别用他们才好啊 我告诉你 别犯法 别生病 在英国最要紧的两件事啊 李子荣是拉不断扯不断的和马威说 哎 我说 从明天起 咱们见面就说英国话 这非得练习不可呀 有好些个留学生最讨厌说外国话 好在呢 你我是下等留学生啊 不用和老爷们学 对不对 两个人站在铺子外边 又说了半天的话 说话的时候 隔壁那间古玩铺的掌柜的出来了 李子荣赶紧的给马威介绍了一下 临走 李子荣小声问马威 哎 老马 问你件事 你那个戒指 父亲给了你没有 那他还拿着呢 你跟他要过来 那是你伯父给你的 谁的东西是谁的 马威点了点头 慢慢的往街上走 圣保罗教堂的钟 正打五点 春天随着落花走了 夏天披着一身的绿叶 在暖风里跳动着来了 伦敦也居然有了想情的蓝天 戴着草帽的美国人 一车一车的在街上跑 大概及时看看伦敦到底什么样 街上白杨树的叶子 在阳光底下一栋一栋的放着一层绿光 楼上的蓝天四围挂着一层似物非物的白气 这层绿光和白气叫人觉得心里非常的痛快 可是有一点发躁 顶可怜的是那大牛狗 把全身的力量似乎都放在舌头上 喘吁吁的跟着姑娘们腿底下跑 街上的车更多了 旅行的人们都是四五十个人坐着一辆大汽车 摆着各色的小纸帽子 狼嚎鬼叫的飞跑 简直的要把伦敦挤破了似的 车站上 大街上 汽车上 全花红柳绿的贴着避暑的广告 街上的人除了左右前后的躲车马 都好像心里边盘算着怎么样到海岸或者乡下去歇几天 姑娘们更显得漂亮了 一个个的把白胳膊露在外边 头上戴着鸭尖的大草帽 帽檐上插着无奇不有的玩意儿 什么老中国绣花荷包啊 什么日本的小瓷娃娃啊 什么鸵鸟铃啊 什么大肚的鲜鼠菊花啊 嘿 您要是坐在公众汽车的顶上往下看 街两旁好像走着无数的大花蘑菇 每逢马威看到这种热闹的光景 他的大眼睛里总含着两颗热泪 他自言自语的说 你看看人家 挣钱 享受 快乐 希望 看看咱们 省吃俭用的苦熬 省下两个童子还叫大兵老爷给抢了去 温度姑娘从五月里就盘算着到海岸上去歇下 每天晚上和母亲讨论 可是始终没有决定 母亲打算到苏格兰去看亲戚 女儿嫌车费太贵 不如到近处海岸多住几天 母亲改了主意 要和女儿到海岸去 女儿又觉得上苏格兰去的风头比上海岸去的高的多 母亲刚要给在苏格兰的亲戚写信 女儿又想起来了 海岸上比苏格兰热闹的多 这本来姑娘们的歇下呀 并不为这歇着 是为了找个人多的地方 欢蹦乱跳的闹几天 露露新衣裳 闲闲自己的白胳膊 自然是在海岸上还能露露白腿 于是母亲一句 女儿一句 本着英国人的独立精神 一人一个主意 谁也不肯让谁 越商量双方的意见 越离得远 有一天温都太太说 玛丽 这玛丽啊 是温都姑娘的名字 玛丽 咱们不能一块去 咱们都走了 谁给玛先生做饭呢 温都姑娘说 那叫他们也去歇下呀 嗨 我问过玛老先生了 他不歇功 温都太太把不字 说得特别有力 小鼻子尖往上指着 什么什么什么 玛丽把眼睛睁的呀 连眼毛全一根一根立起来了 不歇下 没听说过 英国人真是没听说过 世界上会有中年干活不歇功的 待了一会儿 他扑斥一笑 说 嘿 那个小马对我说了 他要和我一块上海岸去玩 我告诉了他 我不愿和中国人一块去 跟着他去 笑话 玛丽 你不应当那么顶撞人家 老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的 就你好 呵 妈 刚几天呢 胳腿就往外拐了 您是喜欢上他了吧 啊 说着 脸上的笑窝一动一动的 一副淘气的样子 为了两个中国人 温都太太和女儿发生了口角 温都太太虽然不喜欢中国人 可是天生来的有点愿意和别人争脸 别人要说玫瑰是红的最香 她非说白的香的要命不可 那最不济也是粉玫瑰顶香 其实她早知道粉玫瑰不如红的香 玫瑰把脑袋一歪 撇着红嘴唇说 得了 妈 我知道 你爱上那个老马先生了 嘿 你看 他给你一坨茶叶 一把小茶壶 哼 要是我呀 我就不收那些宝贝 你看那个老东西的脸 老像叫人家给打肿了似的 瞧他坐在那 半天不说一句话 那个小马更讨厌 没事就问我出去不出去 昨天又要去跟我看电影 我 他跟你看电影去 他老给你买票 啊 温都太太板着脸 给了玫瑰一句 那我没叫他给我买票啊 我给的钱他不要 哦 对了 妈 你还该我六个铜子呢 对不对 妈 哎呀 明天还你 一定 温都太太摸了摸小兜 真是没有六个铜子 哎 据我看呢 中国人比咱们还宽宏大量 你看马老先生给马威钱的时候 老是往手里一塞 没数过数 马威给他父亲买东西的时候 也不逼着命要钱 再说老马威先生没礼拜给房间的时候一手把账条往兜里一塞一手交钱永远没问过一个字你说 马威 马威笑着说 马威笑着说那不新鲜 怎么 马威把食指插在胸前的小袋里 舔着胸脯颇有点大学教授的派头 妈 伦理是随着经济状况变动的 咱们的祖先也是一家老少住在一块 大家花大家的钱和中国人一样 现在经济制度改变了 人人挣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 咱们的道德观念也就随着改了 人人拿独立为荣 谁的钱是谁的 不能有一点含糊的地方 中国人 他们又何尝比咱们宽宏大量呢 他们的经济的制度还没有发展的 温都太太打断了女儿的话 哎呀 这又是打哪儿听来的 跟我显摆 玛丽姑娘的蓝眼珠一转 歪愣着脑袋扑齿一笑 嘿 不用管我打哪儿听来的 反正这些话有理 有理没有 有理没有 妈 看着他妈妈点了点头 玛丽才接着说 妈 不用护着中国人 他们要是不讨人嫌 那为什么电影上戏里小说上的中国人老是些杀人放火抢女人的呢 玛丽姑娘的经济和伦理的关系都是由报纸上看来的 她的讨厌中国人也全是由报纸上电影上看来的 其实啊 她对于经济与中国人的知识全不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 也难怪她 要是中国不是一团乱糟糟的 外国报纸又何从得到这些坏新闻呢 温都太太说 那电影上都不是真事 温都太太心里也并不十分爱中国人 不过为了和女儿辩驳 不得不这么说 哼 我看啊 拿弱国的人打哈克开玩笑 是顶下劲的事 哦 妈妈 不是真事 那每个电影都是那样 每出戏也是那样 每本小说也是那样 它就算有五成谎吧 不是还有五成真的吗 玛丽非要把母亲说服了不可 往前探着头问 对不对 妈 对不对 温都太太干掃了一声没有言语 心里正预备着别的理由去攻击女儿 客厅的门响了两声 好像一根麻绳碰在门上一样 哎 拿破仑来了 玛丽把她放进来 玛丽把门开开 拿破仑摇着尾巴跳进来了 哟 拿破仑 宝贝 来 帮着我跟她抬杠 温都太太太 温都太太拍着手叫拿破仑 她呀 没事去听些臭议论 回家来跟咱们闲的 是不是 宝贝 马力和拿破仑 玩了一会儿之后 又继续和母亲商议旅行的事 温都太太还是主张母女分着去避暑 马力不干 他不肯给马家父子做饭 那再说我也不会做饭呢 是不是吗 那你也该学着点了 哎 这么办 咱们一块去 写信把多瑞姑姑找来替他们做饭好不好 他在乡下住 一定喜欢到城里来住几天 那可是咱们得替他出火车费 嗯 好吧 你给他写信 我出火车费 温都姑娘先去洗了手 又照着镜子 歪着脸 用粉扑 担了粉 左照着 右照着 直到把脸上的粉 云的一星星缺点都没有了 才去把信封 信纸 钢笔 墨水 全都拿来 把小茶匙 推到紧靠着窗户 坐下 先把衣裳的纸拉好 然后把钢笔 插在墨水瓶里 他一切就绪之后 又站起来了 妈 你写吧 我去给拿破仑洗个澡 好不好 哎呀 我还要上街买东西呢 温都太太抱着小狗走过来说 那你怎么给男朋友写信的时候 一写就是五六篇呢 真怪 那谁爱给姑姑写信呢 马力把笔交给母亲 结果拿破仑就跑 跟我洗澡去 你这个小脏东西的 马老先生 在伦敦三四个月 所得的经验并不算很多 找着了三四个小中国饭铺 天天去吃顿午饭 自己能不用马威领着 由铺子走回家去 英文长进了不少 可是把文法忘了好些 因为许多下等英国人说话是不管文法的 他的生活是没有一定规律的 有时候早晨九点钟便跑到铺子去 一个人慢条丝里的 把窗户上摆着的古丸都重新摆裂一回 因为他老看李子荣摆的俗气不对 李子荣跟他说了好几回 东西该怎么摆 颜色应当怎么配 怎么样才能惹行人的注意 他呢 微微的一摇头 算是没听见 头一回摆的时候 他把东西像爆铃牌似的双手捧定 舌头伸出一点 闭住气 直到把东西摆好才敢呼吸 摆过两回 胆子渐渐的大了 有时候还故意耍翘 端着东西 两眼特意的不瞧着手 颇像饭馆里跑堂的端菜那么飘洒 遇着李子荣在铺子 嘴里一发干 要咳嗽 得 茶壶被地心的吸引力给吸下去了 摔了个粉碎 他两手急于就茶壶呢 忘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瓶和两个盘子呢 一撒手 一撒手也都给扔了 李子荣跑过去 接住了盘子 可是小瓶子脖细嫩 掉在地上就碎了 把东西摆好 马老先生出去 偷偷的看一看隔壁那间古玩铺的窗户 他撵着小胡子 向自己刚摆好的东西点了点头 觉得那间古玩铺的东西和百列的方法都俗气 可是隔壁那间的买卖确实是比自己的强 他猜不透是什么原因 只好骂英国人全俗气 隔壁那间的掌柜的 是个又肥又大有脑袋没头发的老家伙 还有个又肥又大有脑袋也有头发的老妇人 他们好几次上赶着找马老先生套亲热说话 马老先生把头一扭给他们个小钉子碰 然后坐在小椅子上自己想着茬的笑 嘿嘿 你们的买卖好啊 架不住咱不理你 俗气 李子荣劝他好几回 怎么应当添货物 怎么应当印些货物的目录和说明书 怎么应当不专卖中国货 马老先生酸酸的给了他几句 什么 天货物 这些东西还不够摆半天的呀 还不够眼花的呀 有时候 马老先生一高兴 是整天的不到铺子去 在家里给温都太太种花草什么的 温都太太房后的那块一间屋子大的空地 当马家父子刚到伦敦的时候只长着一片青草和两颗快死的月季花 温都太太最喜欢花草 可是没工分去中 也舍不得花钱买花药 他的女儿呢 是永远是永远在街上买现成的花也不大注意养花这个事 有一天 然后到厨房 把铁锹 他把铁锹 刚种的花全扶上一根木条 用麻绳松松的捆好 正好捆完了 来了一阵小雨 他站在那里 呆呆的看着那些花在雨水下一点头一点头的微动 马老先生只看到自己头发都淋的往下流水了 才想起往屋里跑 温都太太下午到小院里放狗 慌着忙着跑上楼去 眼睛和嘴都张着 马先生 后边的花是你种的呀 马老先生把烟袋往嘴角上挪了挪 微微的一笑 哦 马先生 你是又好又淘气 怎么一声不言语 多少钱买的花啊 嘿嘿 没花多少钱 有些花草看得痛快 中国人也爱花吧 温都导师 温都寡妇问 这英国人绝想不到 除了英国人这天下还会有懂得爱花的 嘿嘿 可不是 马老先生听出他的话味儿来 可是不好意思顶撒 只把可不是这三个字说的重一些 并且从嘴角挤出个似笑非笑的笑 愣了一会儿 愣了一会儿 他又说 自从我妻子去世以后 我没事就种花玩 想到他的妻子 马老先生的眼睛稍微湿润了一些 温都太太点了点头 也想起了他的丈夫 他在世的时候 那个小院是一年四季布短花的 马老先生让温都寡妇坐下 两个人谈了一个多钟头 温都寡妇问马太太 生前爱穿什么衣服 爱戴什么帽子 马老先生问他丈夫 爱抽什么烟 坐过什么官 两个人越说越彼此不了解 可是越谈越亲热 马老先生告诉他 马太太爱穿紫宁愁的砍尖 可是温都太太没瞧见过 温都太太说 温都先生没做过官 马老先生简直的想不透 这为什么一个人不做官呢 晚上温都姑娘回来 他母亲没等他摘了帽子 就扯住他往后院跑 快来 马力给你看点新东西 哦 妈妈 你怎么花钱买这么些个花啊 马力说着 哈着腰在花上闻了一鼻子 我 马老先生买的 种的 你老说中国人不好 你看 你看 哟 种些花也算不了 怎么出奇的了不得呀 马力听说花是马先生买的 赶紧的直起腰来 不闻了 哼 我是要证明中国人 也和文明人一样的懂得爱花 那爱花不见得就不爱杀人放火呀 妈 说真的 我今天在报纸上又看见三张照片 都是在上海照来的 好难看了 妈 哎 妈 他们把人头杀下来 挂在电线杆子上 不但是挂着 底下还有一群人 男女老少都有 在那儿看电影似的看着 玛丽说着 脸上都白了一些 嘴唇不住的颤 忙着跑回屋里去 后院种上花之后 马老先生又得了个义务差事 遇到温都太太忙的时候 她得领着纳法轮上街去散步 这小后院 本来是拿破仑游戏的地方 现在种上花 这拿破仑呢 最好管闲事 她看见小蜜蜂 就蹦起多高 想把蜜蜂捉住 她这么一跳啊 蜜蜂没捉住 花可是倒了 所以天天非把拿破仑 拉出去溜溜不可 老马先生婴儿得着了这份美差 玛丽姑娘劝她母亲好几回 不叫老马带狗出去 因为她听说中国人吃狗肉 这万一老马一饭馋 半道上用小刀把拿破仑给宰了 开开斋 这可怎么好啊 嗨 我问过马老先生了 她说中国人不吃狗 温都太太板着脸说 哼 我明白你了 妈 马丽诚心戏弄她母亲 她爱花 爱狗 就差爱小孩子啊 这英国的普通人 以为一个人爱花 爱狗 爱儿女 便是好丈夫 马丽的意思是 温都太太爱上老马了 温都寡妇没言语 半恼半笑的瞪了她女儿一眼 马威也劝过她父亲 不要带小狗出去 因为她看见好几次 她父亲拉着狗 在街上或是空地上转 一群孩子在后边跟着起哄 哎呦 瞧那老黄脸呢 你瞧她的脸又黄又肿 一个没有门牙的黄毛孩子 还过去揪马老先生的衣裳 一个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兽孩子 抱起拿破仑就跑 诚心叫马老先生追她 她一追 别的孩子全扯着脖子掌 看她的腿啊 看她的腿 跟哈佛狗一样 嘿 快呀 别叫她追上 一个尖散的小姑娘喊 哎 好好抱着狗 别摔了她 英国的普通学校里 教历史是不教中国事的 知道中国事的人 只是到过中国做买卖的传教的 这两种人对中国人自然没有好感 回国来说中国事 自然不会往好里说 又搭着中国不强 海军不成海军 陆军不成陆军 怎么不叫专以海陆军的好坏 定文明程度高低的欧洲人看低了呢 再说 中国还没有出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 文学家 探险家 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上下场的人才都没有 您想想 人家怎么能看得起咱们呢 马威劝了父亲 父亲不听 马老先生积攒了好些洋烟画 想去贿赂那群小淘气 这么一来啊 小孩子们更闹得欢了 哎 叫他庆客 叫他庆客 一叫的 他就给烟卷画 哎 快呀 抢他的狗啊 在兰加斯特街的一所小红房子里 伊牧师的太太下了命令 请马家父子温都母女和他自己的哥哥来吃饭 第一个说得令的自然是伊牧师 伊夫人在家里的势力 对于伊牧师那是绝对 他的儿女有时候还不能完全服从他 儿女是越大越难管教 丈夫是越老越好管教 要不然怎么西洋女子多数的挑着老家伙架呢 伊太太不但嘴里出命令 干脆的说吧 他一身全是命令 他一睁眼 那两只大黄眼睛 比他丈夫的至少大三倍 而且眼皮老肿着一点 他一睁眼 丈夫 女儿 儿子 全鸦雀无声 屋子里比法庭还要严肃一些 伊太太 长着一部小黑胡子 挺软挺黑 还挺长 那要不然伊牧师怎么不敢留胡子呢 他要是也有胡子 那不是有意和太太竞争吗 伊太太的身领 比伊牧师高出一头来 高 大 外带着真结实 脸上没什么肉 可是所有的那些全好像杨辉和麻都做成的 真叫有筋骨 鼻子两旁 有两条不浅的小钩 一直冲到嘴唧角上 他的头发已经半白了 谢谢松松的在脑后挽着个揪 他们的一儿一女都是在中国生的 可是都不大会说中国话 这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 小孩子们一开口就学下等语言 比如说中国话 印度话等等 那么以后绝对不能有高尚的思想 比如一个中国小孩 在怀抱里便说英国话 成了 这个孩子长大成人 不会像普通中国人那么讨厌 反之 假如一个英国孩子 一学说话的时候就说中国话 那无论怎么样 这孩子也不会有起色 英国的茄子用中国水浇 那还能长得薄皮大肚一兜水吗 他不许他的儿女和中国小孩们一块玩 只许他们对中国人说必不可少的那几句话 像是 拿茶来 去 把门关上 每句话的后边都带着个惊叹号 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 本着他的英国 本着他的英国世传的实力主义 他很愿意叫他的儿女学点中国话 将来回国或者也是挣钱的一条道 可是他做不了夫人的主 他的儿子叫保罗 女儿叫凯撒林 保罗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到英国来念书 到了英国 把所知道的那些中国话全忘了 只剩下了最得意的那几句骂街的话 凯撒林是在中国的外国学校念书的 而且背着母亲学了不少中国话 拿着字典也能念浅进的中国书 依太太在厨房下了命令 凯 这个凯啊 就是叫他的女儿凯撒林 凯 预备个甜米布丁 中国人爱吃米 妈 可中国人不爱吃割了牛奶和糖的米 你知道多少中国事 你知道的比我多 依太太跟着脖子说 她向来是不许世界上再有第二个人知道中国事 像她自己知道的那么多 什么驻华公使啊 什么教中国文学的教授啊 她全没看在眼里 她常对伊牧师说 那马公使懂得什么 白拉西博士懂得什么 也许他们懂得一点半点的中国事 可是咱们才真正明白中国人 咱们明白中国人的灵魂 凯撒林知道母亲的脾气 没说什么 低着头预备甜米布丁去了 这个时候 伊太太的哥哥亚历山大来了 那俩中国人还没来 亚历山大在他妹妹的乱头发底下 鼻子上边找了块空地亲了亲 没呢 进屋去坐吧 伊太太说完了又到厨房去预备饭 亚历山大来的目的是在吃饭 并不想和伊牧师谈天 他觉得跟个传教师没有什么可说的 伊牧师把烟荷包递给亚历山大 啊不 谢谢 我有 亚历山大随手把半尺长的一个金盒子掏出来 挑了只铝送烟 递给伊牧师 自己又挑了一只叉在嘴里 蹭的一声 滑着了一根火柴 塞帮的一瘪 吸了一口 然后一鼓 扑的一声 把烟喷出去老远 看了看烟 微微的笑了一笑 顺手把火柴往烟碟里一扔 这亚历山大 跟他的妹妹一样的高 宽肩膀 粗脖子 秃脑袋 一嘴假牙 两腮是非常的红 医生穿的讲究 从头到脚 没有一点含糊的地方 他一手夹的吕送烟 一手在脑门上按着 好像想什么事 想了半天才说 哎 我说 那个中国人叫什么来的 这就是天津美丽公司跑外的 愣得磕脑的那小子 哎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哦 他叫江源 一目师拿着那根吕送烟 始终没点 又不好意思放下 那样会叫人看出他没有吃吕送的本事啊 嗯 对 张源 嘿 我爱那小子 别看他傻头傻脑的 他呀 更聪明 哎 你看我的中国话有限吧 哎 他又不会英文 可是我们办事非常快的 你看 他进来说 两千块 我一点头 他把货单子递给我 我说 写名字啊 他点点头 我把货单欠了字 你看 完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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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 亚历山大捧着肚子哈哈的乐开了 吕送烟的灰一层一层的全落在地毯上 直乐的脑皮和脸蛋一样的红了 他才怪不高兴的止住了 一目的 一目是绝不出有什么可笑的 推了推眼镜 咧着嘴 看着地毯上的烟灰 马家父子 马家父子和温都太太来了 温都太太穿着件黄色的绸衫 戴着宽颜的草帽 一进门 被吕送烟 抢得直咳嗽 马老先生手里边捧着黑泥帽 不知道放在哪好 马威把帽子接过去 挂在了衣件上 马老先生才觉得舒坦了一点 亚历山大没等别人说话 站起来 举着吕送烟 忘声忘气的说 哈喽 温都太太 有几年没看见你了 温都先生好 他做什么买卖呢 一太太和凯撒林正进来 一太太忙着把哥哥的话茬接过来 亚历 温都先生已经不在了 温都太太 谢谢你来 温都姑娘呢 哈喽 马先生 亚历山大没管他妹妹 扑过马老先生来握手 嘿嘿 常听我妹妹说到你们 你从上海来的 上海的买卖怎么样 进来闹很多的乱子 是不是 北京还是老张管着吧 那老家伙成 我告诉你 他管东三省这么些年了 没闹过一回排外的风筹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天津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那不用管 亚历 亚历 饭好了 请到饭厅做吧 一太太用了全身的力气喊 你要不然呢 简直的压不过去他哥哥的声音 怎么着 饭得了 有什么喝的没有 亚历山大把吕颂烟扔下 跟着大家走出客厅来 有 江汁啤酒 一太太耿着脖子说 他爱他的哥哥 可又有点怕他 要不然呢 他连啤酒也不愚奔 大家都做好了 亚历山大又嚷起来了 哎呀 江汁啤酒 那至不计还不来瓶香槟呢 英国人 本来是最讲规矩 亚历山大少年的时候 本来也是规矩里到一点不差 自从到中国做买卖 他觉得对中国人不屑于讲礼貌 对他手下的中国人 永远是吹胡子瞪眼睛 所以现在要改 也改不了了 因为他这么乱嚷 不客气 许多的老朋友 现在全部理他了 这是他肯上他妹妹家 来吃饭的原因 要是他的朋友多 到处受欢迎 他哪肯到这儿来受罪 喝姜汁啤酒呢 温都太太问 一太太 保罗呢 哦 他到乡下去了 还没回来 一太太跟着用鼻子一指 一牧师 一牧师 祷告 谢散 这一牧师 从心里边 逆为亚历山大 始终没怎么说话 现在他逮着机会 是没节没完的祷告 他准知道亚历山大不愿意 他诚心叫他多饿一会儿 亚历山大 睁开了好几回眼 看桌上的那瓶啤酒 他心里一个劲的骂 一牧师 一牧师刚说了 阿门 他把瓶子马上就抓过来 替大家斟啤酒 一边斟酒 一边问马老先生 哎 你去看英国怎么样 啊 嘿嘿嘿 美极了 马老先生近来跟温都泰的学的 什么问题全答以 好极了 美极了 对极了 啊 什么意思 美 亚历山大透着有点糊涂 他心里想不到什么叫做美 你除非告诉他美 值多少钱一金 他知道古安铺的大彩瓶美 展览会的画美 因为都耗着价码呢 马老先生不知道说什么好 冲着他翻了翻白眼 一太太说 亚历 递给温都泰的盐瓶 哦 对不起 亚历山大把盐瓶抓起来送给温都泰的 哎 救手啊 差点把胡椒面瓶又碰到了 一姑娘问马威 马威 你爱吃肥的还是爱吃瘦的 一太太没等马威说话 耿着脖子说 那中国人都爱吃肥的 跟着一手用叉子跟着牛肉 一手用刀切 那嘴唇咧着一点 一条眉毛往上挑着 好像要把谁杀了的神奇 嘿嘿嘿嘿 好极了 马老先生忽然又用了个温都泰泰的字眼 谁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说的 牛肉吃完了 甜米布丁上来了 一姑娘问马威 你能吃这个呀 马威向他一笑 嘿 可以 哎 那中国人没有不爱吃米的 是不是 马先生 一太太看着凯撒林 问马老先生 啊 嘿嘿嘿嘿 对极了 马老先生点着头说 这个时候 亚历山大又笑开了 笑得红脸蛋全变紫了 没有人理他 他妹妹也没管他 只笑到嘴里的有点疼了 他自己才停住 马威咬了一匙子甜米布丁 放在嘴唇上 半天没敢往嘴里送 马老先生吞了一口布丁 伸着脖子 半天没转眼珠 似乎是要晕过去 一姑娘问马威 要点凉水吧 马威点了点头 温都泰泰很亲热的问马老先生 你也要点凉水 马老先生还伸着脖子 极不自然的向温都太太一笑 亚历山大又乐起来了 一太太斜着眼 当了他哥哥一下子 依牧师慢慢的给马家父子 倒了两碗凉水 他们是一口布丁 一口凉水 算是把这场罪忍过去了 吃完了饭 一太太对女儿说 凯 你带马威去看看你兄弟的书房 回来咱们在客厅里喝咖啡 这保罗呀 搜集了不少的书籍 他的书房啊 简直就是个小图书馆 马威 你去同凯去看看去吧 在保罗的书房里 一姑娘坐在他兄弟的转椅上 马威站在书架前面看 书架里大概有二三十本书 莎士比亚的全集 已经占去了十五六本 墙上挂着三四张彩印的名画 都是保罗有小事上 六个桶子一张买来的 书架旁边 一张小桌上 摆着一根鸦片烟枪 一对新小脚鞋 一个破三彩鼻烟壶 和一对绣花的旧荷宝 保罗的朋友都知道 他是在中国生的 所以他不能不给他们 些中国东西看 每逢朋友来的时候 他总是把这几件宝贝 编成一套说辞 什么裹着小脚抽鸦片呢 这是装鸦片的小胡 这是装小胡的荷宝 好在英国小孩子 不懂得中国事 他怎么说怎么好 马威回过身来 向凯撒林笑了笑 这就是保罗的收藏啊 依依姑娘点了点头 凯撒林大概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像他父亲 身量不高 眼睛大 可是眼珠小 头发和母亲的一样多 因为他没有他妈妈那样高大的身脸 这一脑袋头发 好像把他的全身全压得不清求了 可是他并不难看 尤其是坐着的时候 小脊帘一挺 带光的黄头发往后垂着 颇有一点东方妇女的静美 说话的时候 嘴唇上老带着点笑意 可是不常笑出来 两只手特别肥润好看 不时的抬起来 隆隆脑厚的长头发 依姑娘看着马威 马威 你在英国还舒服吧 可不是 真的 依姑娘微微的一笑 马威 低着头摆弄着桌上的那个小烟壶 待了半天才说 英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 我不很注意 父亲的事业 可是 我一想起来就揪心 你知道 姐姐 她在中国叫惯了她姐姐 现在还是改不过来 中国人的脾气 看不起买卖人 父亲简直的对做买卖一点不惊心 现在我们指着这个铺子吃饭 不惊心成吗 我的话她不听 李子荣的话她也不听 她能够整天的不到铺子去 而给温都太太种花草 到铺子去的时候 一听赵公主 夸奖中国东西 她就能摆给人家点什么 伯父留下的那点钱 我们来了这么几个月 已经花了二百多磅 他今天请人吃饭 明天请人喝酒 姐姐 你看这不糟心吗 只要人家一说中国人好 他非请人家吃饭不可 人家再一夸他的饭好 得 非请第二回不可 这还不提 人家问他什么 他老顺着人家的意思爬 普通英国人知道的中国事 没有一件事好的 他们最喜欢把这些坏事 在中国人嘴里证明了 比如人家问他 有几个妻子 他说 五六个 我一问他 他急着白脸的说 那人家信中国人都有好几个妻子 那为什么不随着他们说呢 那讨他们的喜欢呢 有些个老头老太太都把他爱成宝贝似的 因为他老随着他们的意思说话 那天高尔将军讲演英国往上海送兵的事 还特意请父亲去听 高尔将军讲到半中央 指着我父亲说 英国兵要老在中国 是不是中国人的服务器造化呢 我们问问中国人 马先生 你说 好 父亲站起来 规规矩矩的说 欢迎英国兵 你看 那天有位老太太告诉他 说中国衣裳好看 他第二天呢 穿上绸子大褂满街上走 招的一群小孩子在后边叫他Tink 他要是自动的穿中国衣裳 也本来没有什么 不是 他只是为穿上讨那位老太婆的喜欢 姐姐 你知道 我父亲那一辈的中国人 是被外国人打怕了 一听外国人夸奖他们几句 他们觉得非常的光荣 他连一丁点的国家观念也没有 他没有啊 一姑娘笑着叹了一口气 姐姐 国家主义 只有国家主义 能救中国 我不赞成中国人像日本人一样 造大炮飞机和一切杀人的武器 可是在今天的世界上 大炮飞机就是文明的表现 普通的英国人全咧着嘴笑我们 因为我们的陆海军都不成 有时候啊 我想应该抬起头来 非打一回不可 这个不合人道 可是不如此 我们便永久不用想在世界上站住脚啊 一姑娘拉住了马威的手 马威 好好地念书 不用管别的 我知道你的苦处 你受的刺激 可是空暴躁一回 能把中国就变好了吗 不能 当国家乱的时候 没人跟你表同情吗 你就是把嘴说破了 告诉英国人 法国人 日本人 跟他们说 我们是谷国 谷国变新了 是不容易的 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啊 不应该趁活打劫呀 这是没用的 人家看你弱 就欺负你 看你起的革命 就讥笑你 国与国的关系 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 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 变强了 否则 没人看得起你 没人跟你讲交情啊 马威 听我的话 只有念书能救国 中国不但短大炮飞机 也短各样的人才啊 除非你成了个人才 你不配说什么救国不救国 现在 你总算有这个机会到外国来 看看外国的错处 也看看自己国家的错处 咱们都有错处 是不是 然后冷静的想一想 不必因为外面的些个刺激 便瞎生气 英国的危险 是英国人不念书 你看保罗的这几本破书 我妈妈居然有脸叫你来看 可是英国真有几位真念书的 真人才啊 这几位真人才便叫英国站得住脚 一个人发明了治货乱的药 全国的人 全世界的人便随着享福 一个人发明了电话 全世界的人跟着享受 从一有世界 直到世界消灭的那天 人类是不能平等的 永远是普通人 随着几个真人物脚后头走 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不念书 中国所以不如英国的 就是真念书的人物太少了 马威 不用瞎着急 念书 只有念书 你现在念什么 哦 商业 那好 只有你能够真正的明白了商业 你才能帮助你的同胞和外国商人竞争啊 至于马老先生啊 你和李子荣应当强迫他干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你一方面要顾着你们的孝道 要做个孝子 一方面呢 又看着眼前的危险 可是二者不可得奸 从英国人眼中看 必危险 必糊涂的讲笑道好 我生在中国 我可以说 我知道一点中国事 我是个英国人 我又可以说 我明白英国事 拿两国不同的地方比较一下 往往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 妥当的结论 马威 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请找我来 我要是不能帮助你 至少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啊 你看 马威 我在家里也不十分快乐 父母和我说不到一块 兄弟就更不用提了 可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事 做完了事念我的书 也就不觉得有什么苦恼了 人生 据我看 只有两件快活的事 求知识 和用自己的知识 说到这儿 凯撒林又微微的一笑 马威 我还要多学一点中文 咱们俩交换好不好 你教我中文 我教你英文 哎呀 可是 他用手拢了拢头发 想了一会儿 那 在什么地方呢 我不愿意叫你常上这儿来 实话告诉你说 母亲不喜欢中国人 上你那儿去 你们 马威赶紧接过来说 我们倒有间小书房 可是 叫你来回跑道 未免 那倒不要紧 因为我常上博物院去念书 离你们那儿不远 哎 等等 我还得想想 哎 这么着吧 你听我的信吧 谈到念英文 凯撒林又告诉马威 许多应该念的书籍 又告诉他怎么到图书馆 去借书的方法 凯撒林看了看手表 哟 咱们谈了这么长时间了 马威 咱们该到客厅里瞧瞧去了 姐姐 我谢谢你 咱们这一谈 叫我心里痛快多了 凯撒林没言语 微微的笑了笑 依太太和温都太太的脑门 差不多都挤在一块了 依太太的左手 在磕膝盖上放着 右手在肩膀内溜 向温都太太指着 好几次差点戳着 温都太太的小尖鼻子 温都太太的小鼻子 耸着一点 小嘴张着 脑袋随着依太太的手指头 上下左右的动 好像要咬依太太的手 这两位叽叽喳喳的说呀 是没人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亚历山大坐在椅子上 两只大脚伸出多远 手里的吕颂烟已经慢慢的自己烧灭了 他的两只眼睛闭着 脸蛋分外的红 嘴里是呼吱呼吱的直响 马老先生和伊牧师低声的谈 伊牧师的眼镜已经快由鼻子上溜下来了 伊姑娘和马威进来 伊太太忙着让马威喝咖啡 伊姑娘坐在温都太太旁边加入他们的谈话 亚历山大的呼噜声是越来越响 吞儿喽一声 把自个儿吓醒了 哎 谁打呼来的 他眨巴着眼睛问 这么一问 大家全笑了 连他妹妹都笑得脑后的乱头发直颤动 他自己也明白过来 也笑开了 比别人笑的声音都高着一个调门 亚历山大扶着马老先生的肩膀说 哎 我说 马先生 喝两杯去 伊牧师 你也去 是不是 伊牧师推了推眼镜 看着伊太太 伊太太说 那伊牧师还有事呢 你和马先生去吧 哎 你可不许把马先生灌醉了 听见没有 亚历山大向马先生一挤眼 没说什么 马先生微微的一笑 站起来对马威说 哎 哎 你同温都太太回家啊 我去喝一种 哎 就是一种 不多喝 我老没喝酒了 马威没言语 看了看 凯撒林 亚历山大跟他外甥女儿亲了个嘴 一把拉住马老先生的胳膊说 哎 咱们走啊 伊太太和他哥哥说了声再见 并没站起来 伊牧师把他们送到了门口 亚历山大问 怎么 你真不去啊 哎 不 伊牧师说 然后向马先生又说 嘿 一半天见 啊 还有事要跟你商议呢 亚历山大和马老先生出了兰加斯特街 过了马路 顺着公园的铁廊杆往西走 正是夏天 天长 街上还不太黑 隔着树林还看得见远远的一片水 一群白鸥在上下的飞 水的那边奏着军乐 隔着树叶有时候还能看见奏军乐的人穿的红军衣 凉风吹过来 金月的声音随着一阵阵的送到了本边 公园对面的旅馆全开着窗子 织着白地粉条或是绿条的帘子 帘子底下有的坐着露着胳膊的姑娘 端着茶碗 赏玩着公园的玩景 马老先生看看公园 看看对面的花帘子 一个劲的点头夸好 他心中好像有点诗意 可是一句也做不出来 因为他向来没做过诗 亚历山大是一直往前走 有时候向着公园里的男女一冷笑 等到看见了皇后门街把口的一个酒馆 他真笑了 舔了舔嘴唇 向马老先生一挪嘴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酒馆外边一个瘸子拉着提琴要钱 亚历山大一扭头 作为没看见 一个白胡子老头 撅着嘴喊 哎碗抱 哎碗抱 瞧碗抱 亚历山大买了一张碗抱 夹在胳膊底下 进了酒馆的门 男男女女全在柜台前面挤满了 一个人手里边端着一杯酒 是一边说笑 一边喝 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在人群里挤 脸蛋红着 问大伙 哎 看见我的孩子没有啊 嘿 他只顾了喝酒 不知道什么功夫 他的孩子跑出去了 亚历山大等着这个老太太跑出去 拉着马老先生进了里边的雅座 雅座里三面围着墙 全是椅子 中间有一块地毯 地毯上一张方桌 桌子旁边有一架深紫色的钢琴 几个老头子 一个人靠着一个墙角 闭着眼抽烟 酒杯在手里头拖着 一个又胖又高的妇人 眼睛已经喝红了 摇晃着脑袋正在弹钢琴 他的旁边 站着一个红脸黄胡子的家伙 叫乔治 举着酒杯 张着大嘴 高唱军歌 他的声音很足 表情也好 就是唱的调子和钢琴一点不发生关系 看见马老先生进来 那个弹琴的妇人脸上忽然一红 又忽然一白 肩膀往上一怂 哦 老天爷来了个倾口 说完了 一摇头 他弹得更欢了 大胖腿在小凳上一起一落的碰得扑哧扑哧的响 那个唱的也忽然停住了 灌了一气酒 四肌脚的老头全没睁眼 都用烟袋 大概齐的向屋子当中指着 一齐说 哎 唱啊 唱啊 乔治 乔治又灌了一气酒 巴的一声 把杯子放在了小桌上 又唱起来 还是歌和琴不发生关系 亚历山大问 喝什么 马先生 随便 马老先生 规规矩矩的坐在靠墙的椅子上 亚历山大要了酒 一边喝 一边说 他在中国听到的各种笑话 四脚的老头子全睁开了眼 看了马先生一眼 又闭上了 亚历山大说话的声音 比乔治唱的还高还足 那乔治赌气子不唱 那个胖妇人呢 也赌气子不谈了 都听亚历山大说话 马老先生 看这个一眼 又看那个一眼 抿着嘴笑一笑 喝一口酒 乔治凑过来 打算和亚历山大说话 因为他的妹夫 在香港当过兵 也听说过一些中国事 可是亚历山大是连片嘴 他一直往下说 没有乔治开口的机会 乔治咧了咧嘴 坐下了 亚历山大把笑话说到一个结束 问马先生 怎么样 再来一个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亚历山大把笑话又说到一个结束 又问马先生 怎么样 再来一个 马老先生又点了点头 喝来喝去 四个鸡脚的老头 全先后脚的两条腿拧着麻花扭出去了 跟着 那个胖妇人也扣上了帽子 一步三摇的摇出去 乔治还等着机会要告诉亚历山大中国事 亚历山大是始终不落空 乔治看了看表 一声没言意 溜出去了 出了门 一个人又敞开了 酒馆的一位姑娘进来 笑着说 先生 对不起 到关门的时候了 哦 谢谢 姑娘 亚历山大的酒还没喝足 可是政府有令 酒馆是十一点关门 没法子 只好走吧 马先生 走啊 天上的星星 密得好像要挤不开了 大街两旁的树 在凉风里摇动着叶 沙沙的有些声韵 汽车不多了 偶尔过了一辆 那两支大灯把空气的马路 照得像一条发光的冰河 车跑过去之后 两旁的黑影 瞪时把这条发光的冰河 又遮盖起来 公园里的树 全在黑暗里 鼓动着花草的香味 一点声音没有 把公园弄成了 一片甜美的梦境 马老先生扶着公园的篮杆 往公园里边看 哎呦 这黑葱葱的大树 怎么都像长了腿 前后左右乱动 而且他树的四周围挂着些乱飞的火星 那火星啊 随着他的眼睛直转 他转过身来 靠定了铁篮杆 用手揉了揉眼睛 那些金星还在他眼前乱飞 而且街旁的煤气灯 全是一个灯 两个灯苗 有的灯杆子啊 像是弯的 好像被风吹倒了的高亮杆 脑袋也跟他说不来 不扶着点东西 那脑袋便往前探 有点要把两只脚都带起来的意思 一不小心啊 两脚还真就往空中探险 手还能扶住些东西 可是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了 嗯 这 这是 是什么声音啊 这吱吱嗡嗡的 马老先生绝合着 也不是谁把画侠的篇上在他脑子里了 一个劲的转 耳头里听得见 是吱吱嗡 是吱吱吱的一个劲的响 他心里还很明白 而且很喜欢 他看什么都可笑 不看什么的时候也可笑 笑完了呢 把手往前一抡 嘴一咧 嘿嘿嘿嘿嘿 那 那边是家 嘿嘿嘿 慢慢的走 不忙 忙什么 有什么可忙的 啊 去 马威和温都太太到了家 因为和伊太太说话太多了 温都太太有点累了 进了门 房里边一点声音没有 只听见 拿破仑在后院里叫唤 温都太太没顾的摘帽子 三步两步的跑到了后花园 拿破仑 正在一颗玫瑰花下边坐着 两条前腿 头扭直 头扬着 向天上的星星叫唤她 听见她 主母的脚步声 她一窜窜到了她眼前 一团毛似的在她腿上乱滚乱绕 哈喽宝贝 就剩你一个了 玛丽呢 拿破仑一个劲的往上跳 巴巴的叫着 意思是说 你快抱抱我呀 玛丽出去不管我了 我一共抄了三个大苍羊吃 还吓走了一只黑猫呢 温都太太把狗抱到客厅里去 玛丽正从窗子往外看 见温都太太进来 她低声的说 我父亲怎么还没回来呢 哎 玛丽也不知道上哪玩去了 拿破仑在她主母的怀里 一个劲的乱动 用她的脖子 在她主母的胸上蹭来蹭去 拿破仑老实一点 我累了 去跟马威玩去 她捧着拿破仑递给了马威 拿破仑趁机会 用小尾巴抽了她的新帽子一下 马威把拿破仑接过来 拿破仑还是乱动乱顶 一点不老实 马威轻轻的给她从耳朵根 往脖子底下抓 抓了几下 拿破仑老实多了 用鼻子顶住马威的胸口 伸着脖子等着抓 抓着抓着 马威摸着点东西 在小狗的领圈上掖着呢 细一看 原来是个小纸巾 用两根红丝馅拴着 马威慢慢的解 拿破仑一动也不动的等着 只是小尾巴尖轻轻的摇着 马威把纸条解下来 递给了温都太太 温都太太把纸条舒展开 上边写着 妈 晚饭全做糊了 鸡蛋摊在锅上弄不下来了 华盛顿找我来了 一块去吃冰淇淋 晚上见 拿破仑在后院看着老马的玫瑰呢 你的女儿 玛丽 温都太太看完 顺手把纸条撕了 然后用手背 遮着小嘴 打了个哈尺 温都太太 你去歇着吧 我等着他们 哦 对了 那你等着他们 那你不喝碗咖啡呀 谢谢 不喝了 好吧 来呀 拿破仑 温都太太抱着小狗 走了出去 温都太太近来 颇有点喜欢马威 一半是因为她守规矩 说话甜感 一半是因为 玛丽不喜欢马威 这温都太太有点怪脾气 最爱成兴和别人别扭着 马威把窗子开开一点 坐在茶间旁边的椅子上 往街上看 听见个脚步声 便往外看看 看了好几回 都不是父亲 他从书件上拿下一本小说来 翻了几篇念不下去 又送回去了 有心试试钢琴 一想 这天太晚了 没敢弹 又回来坐在窗子里边 皱着眉头想 人家的青年男女 多乐呀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虑 有烟卷抽 有电影看 有足球踢 完事 残嘛 哎 那个亚历山大 伊太太 哎 伊姐姐她的话 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吗 嗯 看她笑得倒是非常恳切 她也不快活 反正是比我强 想到这儿 伊姑娘的眼儿 站在她面前了 头发在肩上垂着 嘴唇微动的要笑 马威心里边痛快了一些 好像要想些什么 可是没等想出来 脸就红了 嗯 这玛丽 真可 得 可是 可是她美呀 她又跟谁玩去了 哼 叫别人看着她的脸 或者还许享受她的红嘴唇 马威的眉毛照起来 握着拳头在腿上捶了两下 梁芬从窗缝吹进来 她站起来 对着窗户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一辆汽车远远的来了 马威心里边一跳 探头往外边看了看 车一闪的工夫到了门口 车里边说了一声 就是这儿 是玛丽的声音 车门开开了 下来的并不是玛丽 是个大个子巡警 马威慌着跑出来 还没说话呢 那个大巡警向她一点头 马威跳过去 这时候 马丽正从车里边出来 她的脸挺白 眼睛睁得挺大 帽子在手里拿着 可是举动还不是十分的惊慌 她指着车里向马威说 你父亲 马威拉着车门向里边看 啊 怎 怎么了 死 她过不得想什么 可是自然而然的想到 她父亲一定是叫汽车给压 至少是压伤了吧 跟着她嗓子里像有些个东西呼住 说不出话来 嘴唇不住的颤 那个大巡警稳稳当当的说 往下抬呀 马威听见巡警的话 这才敢瞧她的父亲 马老先生的脑袋 在车机脚里噎着 两条腿斜伸着 看着分外的肠 一只手谢谢松松的在怀里放着 那一只手心朝上在车垫子上摆着 脑门子上青了一块 鼻子眼上有些斜点 小胡子嘴还像笑着 父亲 父亲 马威拉着父亲的一只手 手是冰凉 可是手心上有点凉汗 大拇指头破了一块 那鞋已经定了 那个大巡警笑着说 抬呀 没死 不要紧 马威把手放在父亲的嘴上 确实是还有呼吸 小胡子也还微微的动着 他心里明白了 他父亲是喝醉了 他心里安静多了 看了大巡警一眼 跟着脸上一红 巡警 马威和开车的 把醉马抬下来 马老先生的头四面八方的乱摇 好像要和脖子脱离关系 嗓子里边 跟喽跟喽的直出声 三个人把他抬上楼去 放在床上 他嗓子里又跟喽了一声 吐出一些白沫子来 马力的脸也红过来了 从楼下端了一罐凉水和半瓶白蓝地 马威把罐子和瓶接过来 马力忙着拢了拢头发 然后又把水罐子拿过来说 我罐他 你去交车去 马威摸了摸口袋 只有几个童子 忙着过来轻轻的摸父亲的钱包 打个钱包 拿出一磅钱来递给开车的 这开车的是没开眼笑的 咚咚的一步下了三层楼梯 跑出去了 马威把钱包 噎在父亲的褥子底下 钱包的脚上 有个小硬东西 大概是那个钻石戒指 马威也没心细看 车开走了 马威赶紧给巡警道谢 把父亲新买的几只吕宋烟递给他 巡警笑着挑了一只 放在兜里 跟着过去摸了摸马老先生的脑门 不要紧了 喝大肆了点 巡警说完了 看了看屋里 慢慢的往外走 再见 马威把凉水给马老先生灌下去一点 又拢了拢头发 两个腮斑一鼓 叹了一口气 马威把父亲的扭扣解开 领子解下来 回过头说 温都姑娘 今儿晚上 先不用对温都太太说 不说 她的脸又红扑扑的和平常一样好看 你是怎么碰见我父亲的 正在这时候 只听见哇的一声 马老先生把刚灌下去的凉水又吐出来了 玛丽看了看马老先生 然后走到镜子前边照了照 我和华盛顿上海的公园了 公园的门关了以后 我们顺着公园外边的小道走 我一脚踩上一个软的东西 吓了我一大跳 我往下一看呢 他 你父亲 在地上 那大鳄鱼似的趴着呢 我在那看着他 华盛顿去叫了辆汽车和一个巡警 巡警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华盛顿说 说你父亲是喝醉了 还是送回家来好 你看 多么凑巧啊 哎呀 我可真吓坏了 你知道 我的嘴只颤 温都姑娘 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啊 再见着华盛顿的时候 请你替我给他道谢 马威一手扶着床 一面看着温都姑娘 他心里边真恨华盛顿 可是还非这么说不可 好了 睡觉去了 玛丽又看了看马老先生 往外走 走到门口 回过头来说 你再灌他点凉水 温都太太听见楼上的声音 玛丽刚一下楼就问 怎么了 玛丽 啊 没事 我们都回的晚了 拿破仑呢 那 反正不能还在花园里 哎 得 明天见 妈 马威把父亲的衣装脱下来 把簪子替他盖好 马老先生的眼睛睁开一点 嘴唇也动了一动 眼睛刚一睁就闭上了 可是眼皮还微微的动 好像受不住灯光似的 马威坐在床旁边 看见父亲动一下 知道父亲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他这才算放了心 他又皱着眉头想 哼 华盛顿那小子 天天跟玛丽出去 可是他们救了父亲 玛丽今天真不错 哎 父亲 真糟 这要是叫汽车压死呢 那白死啊 这个压力山大 好 明天我找一姑娘去 马威安顿好了 喝醉了酒 昏头昏脑的父亲 自己坐在他的床边 眼睛看着父亲 心里却上下骨筋的乱响 忽然看见父亲的手 在簪子里动了一动 好像是要翻身 跟着嘴也张开了 干呕了两声 迷迷糊糊的说 嗯 不 不喝了 马威 说完了 把头往枕头下一溜 又不言喻了 夜里三点多钟 马老先生醒过来了 伸出手来 摸了摸脑门上清了的那块 那块已经鼓起来了 当件清 四边红 像个要坏的鸭蛋黄 心口上好像烧着一堆干皮去 把嗓子烧得一点一点的往外裂 哎呀 马威 马威 我渴啊 马威 你在哪儿呢 马威在椅子上打盹 脑子飘飘荡荡的 似乎是在做梦 可又不是梦 听见父亲叫 他的头往下一低 然后向上一抬 眼睛跟着睁开了 电灯还开着 他柔了 他柔了柔眼睛 父亲 你好点了 马老先生又闭上了眼 一手摸着胸口 哎呦 可 马威把一碗凉水递给父亲 马老先生摇了摇头 从干嘴唇里挤出一个字来 嘿嘿嘿 茶 父亲 没地方烧开水呀 马老先生半天没言语 打算忍一忍 可嗓子里边辣得要命 他忍不住了 嘿嘿嘿 那凉水也行 马威捧着碗 马老先生 欠起一点身来 瞪着眼睛 一气把水喝净 喝完了 舔了舔嘴唇 把脑袋大咧咧的一撂 撂在枕头旁边了 待了一会儿 马老先生有气无力的说 哎 马威啊 把那水罐给我 把一罐凉水又三下五除二的灌下去了 灌在嗓子里边直起水泡 还从鼻子里边呛出几个水珠来 肚子随着咕噜噜的响了几声 把手放在心口上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哎呀 马威 我死不了啊 马老先生的小胡子嘴一咧 低声的说 你把那镜子递给我 对着镜子 他点了点头 别处还都好 哎呀 就是这眼睛 里里光光的 他不大好看 眼珠上 横着些血丝 下边还堆着一层 黄巴基的萌 脑门上那块坏鸭蛋黄 那倒不要紧 扶伤 扶伤 哎呀 这眼睛可真是不像样了 马威 我死不了啊 您哪能死呢 马威还要说别的 可是没好意思说 马威啊 我怎么 我 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马老先生 还马马虎虎的记得 亚历山大 酒馆和公园 可就是想不起 怎么由公园来到家里了 是温都姑娘用汽车 把你送回来的 啊 啊 马老先生没说别的 心里边有点要责备自己 可是又一想呢 又觉得没什么 嘿 况且父亲对儿子 本来没有什么道歉的道理 况且老要癫狂 少要稳呢 这老人喝醉了是应当的 想到这儿 他心里舒服多了 故意的大大方方的说 马威啊 你睡觉去吧 啊 我啊 死不了 哦 我还不困 呵呵 你去你的吧 啊 马老先生看见儿子不去睡觉 心里边高兴极了 可是嘴上又不能不故意的这么说 马威又把父亲的簪子重新盖好 自己围上条毯子在椅子上坐了一夜 城市生活发展到英国这样 时间是拿金子计算的 白费一刻钟的功夫便是丢了一块钱呢 除了有金山银海 除了有金山银海的人们 才敢把时间随便的消磨在跳舞 看戏 吃饭 请客 说废话 传播谣言 打猎 游泳 生病 其余的普通人的生活 是要和时钟一对一步的走 在急忙急乱急吵的社会的背后 站着个急冷酷 急有规律的小东西 钟摆 人们的交际来往 较时间经济给减去了好大一些 于是电话和写信 成了文明人的两件宝贝 这马老先生常纳闷 这送信的 他一天送四五次信 而且是差不多老是挨着尖的拍门 他哪来的这么多的信 温都太太 几乎每天晚上拿着小钢笔 皱着眉头写信 他给谁写呢 有什么可写的呢 马老先生有点怀疑 也不由得有点猝劲 嘿 你看啊 他拿着小钢笔 皱着眉头 嘿嘿 这怪好看的 可是 他反正 他绝不是给我写信 嘿 这外国娘们啊 他都有那爷 马老先生说不清自己 是否和他发生了恋爱 只是一看见温都太太给人家写信 心里便有点发酸 嘿 这玩意奇怪 啊 温都太太 自从马家父子来了以后 确实是多用了很多的邮票 家里住着两个中国人 不好意思请亲戚朋友来喝茶吃饭 让亲友跟二马一块吃吧 这对不起亲友啊 叫二马单吃吧 又太麻烦了 嘿 算了吧 给他们写信问好 又省事 又四面讨好 况且 在马家父子来了以后 他确实请过两回客 可人家不来 他在回信里的字里行间 看得出来 是有这种意思 我们肯跟两个中国人一块吃饭 自然 信里边没有写的这么直率不客气 可是他又不是傻子 难道看不出来吗 因为这个 他每逢写信 差不多就想到 哎 这玛丽说的一点不假 不该把房子租给两个中国人 可是 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又没有什么错处 况且他们给的房钱比别人多呀 哎 写信吧 没法 于是他皱着眉头写 早饭以前 玛丽挠着短头发 先去看有信没有 两封 一封是煤气公司的账条子 一封是由乡下来的 妈 多瑞姑姑的信 你看这个小信封 温都太太正在做饭 疼不下手来 叫玛丽给她念 玛丽用小刀 把信封采开 信上写着 亲爱的温都 谢谢你的信 我的病又犯了 不能到伦敦去 真是对不起 你们那里 有两个中国人住着 真的吗 你的好朋友 多瑞 玛丽把信往桌子上一扔 吹了一口气 哎 得 妈 她不来 你们那里有两个中国人住着 你看出来没有 妈 嗨 她来 我们去歇下 她不来 我们也得去歇下 温都太太把鸡蛋倒在锅里 那油往外一溅 把小白腕子给烫了一点 早饭做好了 温都太太把马老先生的那份放在托盘里 给她送上楼去 马老先生的最近早已经过去了 脑门上的那块伤也好了 可就是不想起床 都快十一点了 还在床上躺着呢 温都太太端着托盘 刚一出厨房的门 拿破仑恰巧从后院运动回来 她冷不防的往上一扑 温都太太腿一软 坐在门里边了 那托盘里的摊鸡子 全贴在地毯上 面包也正打在拿破仑的鼻子上 这小狗看了看温都太太 又闻了闻面包 知道不是事 夹着尾巴 两眼溜秋着 又上后院去了 妈 妈 怎么了 马力把母亲掺起来 扶着她 怎么了 妈 温都太太的脸 白了一会儿 忽然痛红起来 鼻子尖出了一层冷汗株 嘴唇一个劲的颤 她呆呆的看着地上的东西 一声没出 玛丽的脸也白了 把母亲掺到一把椅子旁边 叫她坐下 自己忙着捡地上的东西 有地毯接着呀 碟子碗都没碎 只是牛奶罐的瓣 碎掉了一半 妈 这是怎么了 温都太太的脸更红了 这么一会儿 她把一生的苦处 好像都想起来了 嘴唇颤着 颤着 忽然不颤了 心中的委屈破口而出 颇有点碎嘴子 玛丽 我活够了 这样的生活我不能受 钱 钱 钱 什么都是钱 你父亲为钱累死了 我为钱去做工去受苦 现在我为钱去扶持两个中国人 叫亲友看不起 钱 这世界上的聪明人 他不会想点好主意吗 不会想法子把钱赶走吗 生命没有乐趣 除非有钱 说完了这一套 温都太太痛快了一点 眼泪一串一串一串的往下落 玛丽的眼泪也在眼睛里边转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用小手绢给母亲擦眼泪 妈 妈 不愿意扶持他们 那可以叫他们走啊 哎 钱 那租别人也是一样的收房钱呢 妈 哎呦 它还是钱 玛串 玛丽不明白 怎么倒在地上的 去找母亲 温都太太抱着拿破仑 正在玫瑰花池子旁边站着呢 太阳把后院的花都照起一层亮光 微风吹过来 花朵和叶子的颤动 把四围的空气都弄得分外的清凉 墙角的蒲公英接了好几个老头 慢慢的随着风向空中飞舞 拿破仑 是一只眼睛溜着他的主母 一只眼睛瞟着空中的白胡子老头 羞答答的不敢出声 妈 你好了吧 嗯 好了 你走你的吧 已经晚了吧 温都太太的脸不那么红了 可是被太阳晒得有点干巴巴的难过 因为在后院抱着拿破仑 他又哭了一回 眼泪都是叫日光给晒干了的 拿破仑的眼睛也好像有点湿 看见玛丽轻轻的摇了摇尾巴 拿破仑 你给妈赔不是没有 你这个淘气鬼给妈碰倒了 是你不是 玛丽看着母亲跟小狗说 温都太太微微的一笑 玛丽 你上工去吧 晚了 再见 妈妈 再见 拿破仑 妈 你得去吃饭呢 拿破仑看见主母笑了 试着声 巴巴的叫了两声 作为向玛丽说再见 玛丽走了以后 温都太太抱着拿破仑回到厨房 重新吸了一壶茶 煮了一个鸡子 喝了一碗茶 他吃了一口鸡子 咽不下去 把其余的都给了拿破仑 有心收拾家伙 又懒得站起来 看了看外边 太阳还是响情的 嗯 到公园去转个圈子去吧 拿破仑听说上公园 两只小耳头全力起来了 顺着嘴角直滴的兔沫 温都太太换了件衣裳 擦了擦皮鞋 戴上帽子 心里边啊 是一百多个不耐烦 可是被英国人的爱体面 讲牌上的天性鼓动着 要上街就不能不打扮起来 他不管心里边高兴不高兴 况且自己是个妇人 妇人美得忠心啊 不穿戴起来还行啊 哼 这群小姑娘们 连玛丽都算在里头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美 短裙子露着腿 小帽子像个鸡蛋壳 没法说 时代改了 谁也管不了 哎 自己要是还年轻 也得穿短裙子 戴小帽子 哼 反正女人穿什么 男人爱什么 男人 哎 就是和男人说说心里的委屈才痛快 跟老马 呸 一个老中国人 哎 他起来了没有 上去看看他 哎 管他呢 拿破仑 来 妈妈给你梳梳毛 你在哪滚得这么脏啊 拿破仑伸着舌头叫他给梳毛 抬起右腿 弹了弹脖子底下 到了大街 坐了一个童子的汽车坐到了瑞珍公园 坐在汽车顶上 暖风从耳朵边上嗖嗖的吹过去 温都太太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拿破仑 扶着汽车的篮杆站着 探着头 想咬道旁边杨树的大绿印 汽车走得快 他始终咬不着 瑞珍公园的花池子满开着花 深红的绣球 浅蓝的倒挂金钟 还有多少叫不上名来的小矮花 都好像对着阳光在发笑 两旁的大树 轻巧的动着绿印 在细沙路上 印上了变化不定的花纹 树下大椅子上坐着的姑娘 都露着胳膊 树影也给他们的白胳膊上 印上些一块绿一块黄的花纹 温都太太找了个 空椅子坐下 把拿破仑放在地下 温都太太闻着花草的香味 看着从树叶间透过的几条日光 心里边觉得舒展了好些 脑子里又像清楚 又像迷糊的想起许多事儿来 芬把裙子吹起一点 一缕阳光射在腿上 暖乎乎的全身都像痒痒了一点 她赶紧把裙子正了一正 脸上红了一点 哎 二十年了 当初常和丈夫在这坐着 远远的听见动物园里边 狮子吼声 哎 多少日子了 没到动物园去 玛丽小的时候 他父亲抱着她 我在后边跟着 拿着些干粮 一块一块的给猴吃 那时候多快乐呀 那时候的花一定比现在的香 生命 哼 残酷的变化呀 越变越坏 服侍两个中国人 梦想不到的事儿 回去吧 空想有什么用处 活着 人们都得活着 老了 不 看人家有钱的妇女 五十多岁还一朵花似的呢 玛丽不会想这些事儿 哎哟 玛丽要是出嫁了 剩下我一个人 这更冷落了 冷落呀 树上的小鸟 这时候叫了两声 那叫声也好像是冷落 冷落 回去吧 看看老马去吧 嗨 为什么一心想着他呢 奇怪 这男女之间的关系 他是中国人 人家会笑话咱们 我为什么非管别人说什么呢 这时候一个小麻雀 擦着他的帽檐飞过去 哎 可怜的小鸟 终日为找神飞来飞去的 哎 我那拿破仑呢 拿破仑不见了 拿破仑 他站起来四下看 没有小狗 他问一个小孩 你看见拿破仑没有 那个小孩 那个小孩 拿着一个小罐正在树底下捡落下来的小红豆 啊 拿破仑 啊 法国人呢 小孩子张着嘴 用小黄眼珠看着他 嗨 不是我的小狗 温都太太笑了笑 小孩子摇了摇头 又蹲下了 哎 这有一个大红豆 温都太太 慌慌张张的往公园里边走 花葱里 树后边 他都看了看 没有小狗 他可真急了 把别的事全忘了 一心想着找拿破仑 他走过公园的第二道门 两眼张望着小河的两岸 还是没有拿破仑的影 河里边几个男女摇着两只小船 看见他的帽子全都笑起来了 他顾不得他们是不是在笑他 顺着河岸往远处瞧 还是没有 他的眼泪差不多要掉下来了 腿也有点软 一下子坐在了草地上 哎 那群男女还笑呢 哼 笑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瞧他们身上都穿着那么点衣裳 哎呀 那拿破仑呢 小乔那边站着一个巡警 心满气足的站在那好像个铜像 对 问问他去 温都太太刚要站起来 背后叫了一声 温都太太 温都太太回头一瞧 哟 原来是马威 怀里边抱着拿破仑 温都太太找到了拿破仑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马威 是你呀 你在哪儿找着他了 温都太太忙着把狗接过来亲了几个嘴 然后对马威说 你怎么在这儿玩呢 哎 坐下 歇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回去 他喜欢的把什么都忘了 甚至于忘了马威是个中国人 马威指着北边说 我在那边看小孩钓鱼 忽然有个东西碰我的腿 一看呢 是他 哦 你这个坏东西 坏宝贝 叫你妈妈着急 还不给马威道谢 拿破仑向马威 巴巴的叫了两声 抱着小狗 温都太太再看和尚的东西 都好看 看那些男女 那身体多么好啊 你看那群小天鹅多么有趣啊 哎 马威 你不划船吗 马威摇了摇头 哎 划船是顶好的运动 马威 那游泳呢 哦 游泳我倒是会一点 马威 微微的一笑 坐在他旁边 看着油汪汪的河水 拖着那群天鹅 忽悠忽悠的洞 马威 你进来可瘦了点了 嘿 可不是 我父亲 哎 这你明白啊 我明白 温都太太点着头说 居然有点对马威 对中国人表同情 哎 我父亲 马威要说没说 只是摇了摇头 那你们还没定规上哪去歇下吗 没呢 我打算 马威又停住了 他心里边说呀 我爱你的女儿 你知道吗 可是他没敢说出来 那个捡红豆的小孩子也过来了 看见他抱着小狗 他用手擦着汗说 夫人 这是你的拿破仑吧 哎 你怎么跟个中国人一块坐着呀 温都太太笑着说 他 他给我找着了狗 哼 小孩子没言语 哼了一声 跑在树底下 找了根矮枝子 想要打忽悠 忽然看见桥边的巡警 他没敢打 拿起小罐跑了 马威 这小孩子 你别计较他们 啊 不 我反正不讨厌你们中国人 温都太太还有些话到了嘴边 可是没有说出来 她本来想说呀 只要你们好好的 他们笑话中国人 我偏要和中国人好 这温都太太的怪脾气又犯了 眼睛看着和尚的白天鹅 她心里边这么想 哎 下礼拜 玛丽的假期到了 我们就要去休息几天 你们在外边吃饭成不成 啊 哦 成 玛丽跟你一块去 温都太太 马威 马威由地上拔起一把草来 啊 对了 你看 我本来啊 打算找个人给你们做饭 马威一笑 人家不伺候中国人 嗯 温都太太太点了点头 她心里边很惊讶 马威会能够猜透了这个 在英国人看 除了法国人 有时候比英国人聪明一点 别人全是傻子 在英国人看 只有英国人想的对 只有英国人能够明白他们自己的思想 英国人的心事 要是被人猜透了 那不但奇怪 简直奇怪的厉害 马威 嗯 你看 我的帽子好看 还是玛丽的好看 温都太太看 马威精明 很想要从心理上明白中国人的美的观念 假如中国人也有这么一种观念 我看都好 哦 这没有回答了我的问题 嘿 你都好看 嗯 那见玛丽你说玛丽的好看 真的 温都太太 你的帽子确实是好看 父亲也这么说的 啊 温都太太把帽子摘下来 用小手巾抽了一抽 马威看了看表说 我得走了 一姑娘今天找我来念书 你不走吗 温都太太 好 一块走 温都太太说完了 自己心里边想 哼 谁爱笑话我 谁笑话 我不在乎 偏跟中国人一块走 马威进来常拿着本书到瑞珍公园去 找个清静没人的地方一坐 把书打开 他可不一定念 有时候试着念几行 皱着眉头 咬着大拇指头 翻过来 掉过去的念 念的眼睛都有点起金花了 可不知道念的是什么 把书放在草地上 狠狠的在脑勺上打了自己两拳 哎呀 你是干什么来的 不是为了念书吗 他恨自己没用 打也白扰 反正书上的字不往心里去 不光是念不下书去 他吃饭也不香 喝茶也没味儿 他也不愿意跟人打招呼 这是怎么了 对 为了他 这是因为玛丽 只有见了他 心里边才好受 哎呀 这就叫做恋爱吧 马威的拳过上红了两小块 非常的烫 可别叫父亲看出来 别叫 谁也别叫看出来 连李子荣算在里头 可是 哎呀 这脸上这两点红 他老是烫手的热 李子荣一定早看出来了 他天天吃早饭 见玛丽一面 吃晚饭 再见一面 早饭晚饭 间隔着多少个钟点呢 哎 太长了 有时候在晚饭以前 去到门外站一站 等着玛丽回来 还不是一样呢 玛丽一点头 有时候一笑 有时候连笑都不笑 你在门外等 他也没用 上他铺子去看看 哎呦 这可不妥当 对 上街上去绕圈去 万一遇见玛丽呢 万一在吃午饭的时候 碰上他呢 那岂不是可以约他去吃饭吗 他明明知道 玛丽的事情 是在铺子里头坐的 上街去等 有什么用呢 可是 万一 就这样 在街上 他站一会儿 走一会儿 汽车上 铺子里 他都看一眼 有时候随着个姑娘 在人群里挤 踩着了老太太的脚尖 也顾不得道歉 是一个劲的往前赶 赶过去一看 那姑娘不是玛丽 那姑娘的脸 没有玛丽的白 帽子 衣裳可都一样 可恶 跟玛丽穿一样的衣裳 他再走 再看 心里边始终有点疼 脸上的红点 烫手热 下雨了 下雨也出现 那万一玛丽因为下雨 他早下宫呢 哎呀 玛丽啊 你糊涂 他哪有下雨早放宫的事 嗨 没关系 反正是坐不住 出去 伞也不拿 玛丽他恨拿伞 那拿伞 他挡着人的脸呢 那结果呀 他临的惊失 帽子往下流水 还是没有看见玛丽 哎 那不是玛丽吗 他 真是玛丽 在街那边走呢 玛丽的心里边跳得快了 腿好像在裤子里边直转圈 对 追他 但是 追上他 跟他说什么呢 请他吃饭 那现在已经三点了 哪能还没吃午饭呢 请喝茶 那太早啊 万一他要有要紧的事呢 那耽误了玛丽他 那岂不 那万一玛丽他不理我呢 哎呦 这街上的人都看着我呢 吧 万一玛丽他生了气 以后他永远不理我呢 都快赶上他了 马威的勇气没有了 站住了 眼看着叫玛丽跑了 嘿 要不是在大街上啊 他准得哭一场 怎么这么没胆气 没果断 这心里边像空了一样 不知道怎么样对待自己才好 恨自己 打自己 可怜自己 这些事儿 全部在乎他自己 他 他拿着他的心 有时候 马威又想用消极的方法 对待这件事 我呀 我不会把他撇在脑后边 我不会不看他 那世界上姑娘多着呢 何必担爱他呢 他 每到礼拜六 把嘴唇擦得多么红 那多么难看 他是英国人 何必呢 何必爱个外国人呢 将来总得回国呀 他能跟着我走吗 不能 算了吧 把他扔在九霄云外吧 可是 他又回来了 不是他 是他的影 那九窝一动一动的 嘴唇颤着 一个白牙 咬着一点下嘴唇 黄头发曲曲着 像一弯日光下的春浪 他的白嫩的脖子 直着弯着都那么自然好看 说什么也好 想什么也好 只是没有说玛丽 想玛丽那么香甜 假如我能抱他一回 命 不算什么 舍了命 做代价 倒是 倒是跟他上过一回电影院 在黑灯影里 也摸过他的手 多么润美 他似乎没介意 或者这外国妇女 全部介意叫人摸手 他救我的父亲 一定他有点意思 那不然 那为什么许我摸他的手呢 那为什么那么诚恳的救我父亲呢 对 慢慢的来 或者有希望 那华盛顿那小子 他不但摸他的手 他一定 那一定也 我恨他 玛丽 要是个中国妇人 我一定跟她明说 我爱你 可是对中国妇人 就有这样的胆气吗 哎呀 玛丽啊 玛丽啊 你可真是个窝囊费 没出息 算了 不想了 好好念书 这父亲不成 我再不成 这将来可怎么办呢 孩子 谁管将来呢 这现在叫我心不疼了 我死也干 眼前水流着 鸟飞着 花在风里冻着 水 鸟 花 或者比它美 然而 人是人 人是肉做的 恋爱是由精神上想不透 在肉体上可以享受或忍痛的东西 压制是没有用的 马威又想起了 伊姑娘 哦 她今天来念书 念书 非念不可呀 温都太太抱着小狗 马威又想起了 马威跟在后边 一边在胡思乱想的 一同走回来 走到门口 伊姑娘正在台阶下边站着呢 她戴着顶蓝色的草帽 帽檐上盯着一朵 一朵浅粉的卷花 蓝短身 衬着件米黄的绸裙子 脑袋歪着一点 很安静的看着自己的眼 在石头台阶上斜设着 马威心里的说 嗯 她也好看 温都太太招呼着 哦 伊姑娘 进来可好啊 进来吧 温都太太和凯撒林拉了拉手 哦 对不起 伊姑娘 你等了半天了吧 马威也和她握手 没有 刚来 伊姑娘笑了笑 伊姑娘 你上楼吧 别叫我耽误你们念书 温都太太抱着拿破仑 把客厅的门开开 要往里走 呃 待会儿见 温都太太 伊姑娘把帽子挂在衣件上 拢了拢头发 上了楼 马老先生正要上街去吃午饭 在楼梯上遇见了凯撒林 嘿嘿嘿嘿 哎呦 伊姑娘 你好 啊 嘿嘿嘿 伊牧师好 嘿嘿嘿 伊太太好 嘿嘿嘿 你兄弟好 马老先生的问好啊 向来是不折不扣的 都好 马先生 你好了吧 我舅舅亚历山大那天真不对啊 你 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嘿嘿嘿 马先生嗓子里 根儿露了几声 好像是乐呢 嘿嘿 我自己不好 他是好意 哥们一块凑个热闹吧 嘿嘿嘿嘿 马先生 你走吧 我和马威念点书 伊姑娘一闪声 让马老先生过去 嘿嘿 那么 那我就不赔了 啊 不赔了 嘿嘿嘿 马老先生 慢慢的下了两层楼梯 对马威说 我吃完饭上铺子去 啊 说的声音很小 恐怕叫凯撒林听见 上铺子去 这不是什么光荣事 要上衙门去 那才够怕 凯撒林坐在椅子上 掏出一本杂志里 马威 你教我半点钟 我教你半点钟 我把这本杂志上的一段 翻成中国话 你逐句的给我改 哎 你打算念什么呀 马威把窗子开开 一缕阳光 正射在凯撒林的头发上 那圈金光 把她衬得有点像图画上的圣母 马威拉了把椅子 坐在她的李手 因为怕挡住 射在她头上的那缕阳光 嗯 她的头发真好 比玛丽的还好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玛丽总是比她好看 玛丽的好看 是往心里边去 这凯撒林 只是个好看的老姐姐 马威心里边想 听见凯撒林问她 赶紧收了收神 那你想我念什么书好呢 姨姐姐 你念小说吧 你去买一本威尔斯的宝雷先生 你念我听 多点我听明白了 多点往下面 这样你可以一字一字的念真了 念正去了 至于生字呢 你先查出来 然后我告诉你 哪个意思最恰当 这么着好不好 哎 你要是有好主意就更好 你说呀 那那就这么办吧 姐姐 我今天没书 我先教你 下回你教我 那叫我占半点钟的便宜 凯撒林看着她笑了笑 马威陪着笑了笑 约莫半个钟头的功夫 玛丽回来了 玛丽一进门就看见了凯撒林的蓝草帽了 妈 妈 你买了新帽子了 哪儿呢 温都太太问她 那儿 玛丽指着一件 蓝眼珠含着无限的羡慕 嘿嘿 那不是我的 一姑娘的 哦 妈 我也买一顶这样呢 哎 她干什么来了 哼 我不爱那堆粉花 玛丽指点出帽子的毛病来 为的是减少一点心中的羡慕 这羡慕和嫉妒啊 往往是随着来的 玛丽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哦 我忘了说了 妈 我不放心你 早晨你摔了那么一下子 我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去呢 你好了吧 妈 哎 妈 嗯 我要那样的帽子 我们的铺子里不卖草帽 嗯 哎 她也不知道从哪儿买的 玛丽始终没进屋门 眼睛始终没离开那顶帽子 帽子的蓝色和她的蓝眼珠似乎连成了一条蓝线 玛丽 玛丽 你吃了饭没有啊 我就吃了一块杏仁饼 一碗咖啡 那为的是忙着来看你吗 玛丽往衣件那边挪了一步 嗨 我好了 你去吧 谢谢你 玛丽 妈 凯撒林干什么来了 她跟玛丽学中国话呢 哦 那赶面我也跟她学学 玛丽瞪了那个蓝帽子一眼 玛丽刚要往外走 依依姑娘和玛丽从楼上下来了 依依姑娘一边招呼他们母女 一边顺手把帽子摘下来 戴上 非常的自然 一点没有显配帽子的样 也没有故意躁躁的态度 凯撒林笑着说 玛丽 你的气色可真好 玛丽的左嘴鸡脚往上一挑 酸酸的一笑 依姑娘 你的帽子多么好看呢 是吗 玛丽心里说 哼 不用假装不绝合 她回头看了玛丽一眼 再见 温德太太 再见 玛丽 凯撒林和他们拉了拉手 和玛丽一点头 这时候玛丽也随着出去了 妈 晚上见 玛丽在台阶上看着他们的后影 除了他们两个都是女的 剩下没有相同的地方 凯撒林的脑子 凯撒林的脖子挺着 帽颜 微微的颤 玛丽的脖子是往前探着一点 小裙子在腿上前后左右的果 玛丽把手插在裤袋里皱着眉头上了楼 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可是她不饿 其实啊 也不是不饿 她说不上来是怎么一回的事 晚上 玛丽下班回到家 谈的还是那个帽子的事 她在厨房里抱着拿破仑 跟母亲说 妈 牛津大街的家卖公司 有那样的帽子 妈 咱们一人买一顶好不好 没付予钱 玛丽 把藏罐递给我 温都太太的小鼻子 叫火烤的痛红 说话也有点发躁 那咱们不是还要去歇下呢 妈 你把钱都买了帽子 那就不用去了 那样的帽子 至少也得两磅钱一顶 这温都太太静故说话了 把一匙子糖都倒在青菜上 你瞧 你瞧 你竟搅我 把糖放错了地方了吧 那 要去旅行去 那非有新帽子不可 玛丽的话是出乎制成的 她一使劲 把拿破仑的腿夹得生疼 这小狗没敢出声 她心里边说 你的帽子要是买不成了 我非死不可呀 哎呀 吃完了饭再说吧 玛丽 你别那么使劲抱着狗啊 马老先生 直到晚饭已经摆好了 他才回来 午饭是在中国饭馆吃的三鲜汤面 吃过饭到铺子里去 郑重其事的抽了几袋烟 本想把货物重新摆一摆 想起来 自己刚好 不可以多累 不做点什么 又似乎不大对 拿出账本子看看吧 啊 上两个月 赚了四十磅钱 可上个月呢 又赔了十五磅钱 他把账本收起来 嘿 谁操这份心 有时候赚 有时候赔 买卖嘛 这哪能老赚钱呢 吃完了饭 玛丽正要继续和母亲讨论帽子问题 玛老先生轻轻的向他一点头 温度姑娘 给你这个 他递给他一个小信封 玛先生 两磅钱的支票 干嘛 我应洗了你一顶帽子 对不对 一顶帽子 哦 妈 帽子 玛老先生病好了以后 显得特别的讨好 吃完了早饭 便到后院去浇花 拿蜜蜂 剪青草 嘴里边 哼记着有声无字的圣诗 颇有点中古时代 修道士的 乐天爱神的劲 心里边 心里边也特别的安适 蜜蜂烙在脑门上 全部动手去轰 只要你不遮咱 咱就不得罪你 要的是就这稳劲 你瞧 给了玛丽两磅钱 买帽子 得 又了了个心愿 给他母亲 也买一顶不买呢 哎呦 上个月赔了十五磅 这不是玩的 省着点吧 可是这人情不能不讲啊 那病了的时候 叫他没少受累 应该买点东西谢谢他 嗯 下月再说 下月哪能再赔十五磅呢 哎呀 这马威进来瘦了一点 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小孩子呀 他总得多吃 他浑吃闷睡好上标嘛 他非多吃不可 哟 该上库子瞧瞧去 这李子荣那小子呀 专会瞎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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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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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它居然长起来了,而且长得不错,对,来两盆菊花吧,古玩铺里边摆菊花,够多么的雅,也许把李子荣比得更俗气了。 马老先生还是远了顾汽车,进了慢慢走,反正是不坐公众汽车和电车。 好,那一下出了危险,死在伦敦,那说着玩的呢? 他进来啊,连汽车也不常顾了,哎呀,这街上是乱的,无论如何坐车是不保险啊。 况且在北京的时候,那坐上汽车,那巡警把人马全挡住,专叫汽车飞过去,那多么出风头啊,他带官派啊。 在这里,在伦敦,好,那大巡警把手一伸,车全站住了,连国务总理的车都得站住。 哼,鬼子嘛,他不懂得尊卑上相。 他端着两盆菊鸦,小胡子嘴,掘掘着一点,他在人群里挤开了。 哎哟,他那哪儿都这么些个人呢,他简直是走不开啊。 他一个个的还都走得那么快,你撞丧了你。 这英国人不会有起色,一点稳中气都没有。 到了铺子,他耳朵里边还是嗡嗡的响。 哎呀,老是这么想,他一天到晚是这么想。 哎,但愿上帝开恩啊,叫咱回家吧,我实在受不了这份乱。 他定了定神,把两盆菊秧子摆在窗子前面,撵着小胡子看了半天。 哟,这一棵上有个小黄印,这得掐下去,半个黄印也不能要,他讲究的是一顺绿嘛。 马先生,李子荣从柜房里出来,又是挽着袖子,一手的泥。 这马老先生想,他这小子哼是他穿不住衣裳,他俗气。 马先生,咱们得想主意啊,上个月简直是没赚钱啊,这个月也没卖了几号。 我拿着工钱,不能瞪眼瞧着呀。 你要是有办法呢,我自然愿意帮你的忙。 你没办法呢,那我只好另找事,我叫你省些点工钱。 反正这里事情不多,你和马威足可以照应过来。 我能不能找得着事,这不敢说一定。 好在你要是给我两个礼拜的线,也许有点眉目。 咱们打开鼻子说亮话,你告诉我一句痛快的,咱们别客气。 李子荣的话说得干脆,可是态度非常的温和。 连马老先生也看得出来,他的话是真由心里边说出来的。 可是,嘿,有点俗气啊。 马老先生把大眼镜摘下来,用小手间轻轻的擦着,半天没说话。 马先生,不忙,你想一想,一半天给我个准信好不好。 李子荣知道,紧逼老马是半点用也没有,不如给他点工夫,叫他想一想。 嘿,其实啊,他想不想,这还是个问题呢。 可是这么一说呢,省得都僵在那儿。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继续着擦眼镜。 哎,我说离火去。 马老先生把眼镜戴上,似笑不笑的说。 你要是嫌工签少呢,咱们可以商量啊。 哎呦,我的马先生,我能嫌工签少? 这,哎呀,我真没法叫你明白我呀。 李子荣用手挠着头发,说话有点结巴。 哎,马先生,你得看事情啊,我告诉过你多少回了,咱们得想法子,你始终不听我的。 现在咱们眼看着赔钱,我,我,真的,我没法说呀。 你看咱们隔壁那劲儿,上个月竟卖满门猛门的书记,就赚了好几百呀。 我,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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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满门猛门的书,谁买呀? 买那个干什么呀? 马老先生不但觉着李子荣俗气,而且有点精神病。 笑话,古玩铺卖满门猛门的书记,那谁买呀? 嘿,你要是嫌工钱少,咱们可以想办法。 有办法,啊,只要别伤了面子。 面子,可笑。 中国人的讲面子,能跟不要脸手拉手的走。 马老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舍着脸跟人家借一块钱,也得上亲亲家喝妆洗酒。 面子嘛。 张大帅从日本搬来救兵,也得和狗大帅打一回。 面子嘛。 王总长明知道李主事是个坏蛋,也不把他免职。 面子。 中国人的事情,全在面子底下蹲着呢。 面子过得去,好了,谁管事实呢? 中国人的办事,和小孩子摸老虾差不多,转着圈摸,多点摸住一个,面子上过得去了。 算了,谁管摸住的是小三小四,还是小三的哥哥傻二个呢? 这马老先生是真为了难了,事实是简单的,买卖赔钱得想主意。 可是马先生,真正中国人,他就是不肯这么想。 那养鬼子才这么想呢? 那李子荣也这么想,黄脸的养鬼子。 哎呀,买卖赔钱呢,我没要来做这份穷营业呀。 马先生见李子荣不说话了,坐在椅子上,撵着小胡子,想开了。 我要是不上英国来,现在也许在国内做了官呐。 嘿,绝活着我花钱多呀,我的钱谁也管不了,想到这儿,他心中一横,手里一使劲,差点揪下两根胡子来。 我不懂得怎么做买卖,读书的君子就不讲做买卖。 怎么着,挤着我,承心逼我。 嘿,姓李大,你多嘴把书念透了,你就明白你马大叔是怎么回事了。 俗气。 他向屋里边瞪了一眼。 哼,卖满文猛文的书籍,笑会儿,卖个洋鬼子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死我的功不干了,一点面子不讲啊。 你在这儿还要怎么着啊? 咱系马的待你错不错呀? 怎么着,猛过丁的给咱个死活不伺候,给你还真有脸说得出来。 马老先生绕着圈的想,越想自己的理由越充足,越想越离事实远,越离事实远,越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好中国人。 那李子药啊,那李子药啊,是黄脸养鬼子。 我说,李伙计。 马老先生站起来,眼睛瞪着一点,说话的声音也粗了一些,把李子荣给吓了一跳。 我给你掌工钱,你也不干。 好吧,你要走,走,现在就走,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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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说完了话呀,学着戏台上的诸葛亮的笑法,他哈哈了几声,哈哈完了,又觉得不该和李子荣这么不讲面子呀。 可是话已经出口了,后悔有什么用啊? 对,来个一气到底。 嘿,你现在就走。 嘿嘿,李子荣正擦一把铜壶,听见马老先生这么一说,慢慢的把壶放在架子上,看着马老先生半天没言语。 马老先生身上有点不舒坦,哎呦,这这这这这这小子的眼神可真足啊。 李子荣笑了,马先生,你我是谁也不明白谁,咱们最好别再废话了,我不能现在就走。 论交情的话呢,我求你给我两个礼拜的线。 要是论法律呢,我当初和你哥哥定的是,不论谁辞谁,都得两个礼拜以前给信。 好了,马先生,我还在这儿做十四天的事,从今天算起,谢谢你。 说完了,李子荣又把铜壶拿起来了。 马老先生的脸红了,瞪了李子荣的后脊灵一眼,开开门,出去了。 出了门口,嘟弄着骂,你说这小子他够多么不要脸,啊? 人家赶你嘛,你非再干,俩礼拜不可。 嘿,好,我让你在这儿俩礼拜。 我不能再见你,面子已经弄破了,那还在一块儿做事,那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对,回去,回去给他俩礼拜的工钱,叫他顿时就走。 我白给你钱,你还不走吗? 嗯? 哎,你可看明白了,我没辞你,是你不愿意干了。 再干两个礼拜,想再敷衍下去,你当我看不出来呢,那谁也不是傻子。 对,给他俩礼拜的工钱,叫他走。 哎呦,瞧他那个样啊,那给他钱,他也不走。 他要是说再干俩礼拜呢,嘿,那也算是妥了。 还真没法跟这些人打交道,他满不顾面子,这我没法子呀。 哼,赶眠啊,带马威回国,这在外国学不出口来。 你瞧这李子荣,他没皮没脸的,你叫他走吧,他说法律啊,交情啊,快扯淡。 哎,没法子,没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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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对,去吃点三鲜汤面子。 管他李子荣张子荣的,我犯不上跟他生气,可真气着,好,那是闹着玩的。 马威一进鲜汤子的门,脸上的神气就很不好看。 老李,你跟我父亲吵起来了。 哎呦,我能跟他吵架吗,老马? 李子荣笑着说,我告诉你啊,老李,马威的脸捧着,眉毛凝着一块,嘴唇稍微有点颤。 老李啊,你不应该和父亲捣乱呢,你知道他的人性,有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呢? 不错,你帮我们的忙不少,可是你别管教我父亲呢,无论怎么说,他比咱们大二十岁呢,他是咱们的前辈啊。 马威忽然停住了,他看了李子荣一眼,李子荣愣了一会儿,挠挠头发,扑吹的一笑。 你怎么了,老马? 我没怎么呀,我就是要告诉你,别再教训我父亲呢。 哦,李子荣刚要生气,赶紧又笑。 老马啊,你吃了饭没有? 我吃了? 那,你给我看一会儿铺子成不成,我出去吃点什么,就回来。 马威点了点头,李子荣扣上帽子,出去了,还是在笑着。 李子荣出去以后,大约有十分钟,进来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 啊,年轻人,你是马先生的儿子吧? 老头笑嘻嘻的说,脑袋歪在一边。 啊,啊,是啊,先生。 马威勉强的笑着回答。 啊,我一猜就是嘛,你们父子的眼睛长得一个样。 老头说着,往屋里看了一眼,李先生呢? 哦,他出去吃饭,就回来,先生要看点什么东西吗? 我可以伺候您。 这马威心里想啊,我也会做生意,不是非仗着李子荣不可。 哦,你不用张了我,我自己随便看吧。 老头笑了笑,一手贴在背后,一手插在衣袋里,歪着头细细的看架子上的东西,看完了一件,微微的点点头。 马威要张了他,不好,死等着也不好,皱着眉,看着老头的机灵盖。 有时候老头回过头来,他赶紧的勉强一笑,可是老头始终没注意的。 老头身量不高,可是长得挺富泰,宽宽的肩膀,因为上了年纪稍微往下溜着一点。 头发雪白,大概齐的往后拢着,连塞的一部白胡子,把嘴盖得挺好看的。 鼻子不十分高,可是眼睛特别的深,两个小眼珠深深的埋伏着,好像专等着帮着脸上发笑。 脑袋长在一边歪围着,老头的衣裳是非常的讲究。 一身深灰色的泥子衣裳,灰色的绸子领带,拴着个细金箍。 单硬领挺高,每一歪头的时候,硬领的尖就藏在白胡子里。 没带着帽子,皮鞋可非常的大,至少比脚大着两号,走道老有点擦着地皮,这样啊,脚裤子的中缝直直的立着,一点纸都没有。 我说,年轻人,这个罐子不能是真的吧? 老头从货架子上拿起一个小土罐子,一手端着,一手轻轻地摸着罐子口,小眼睛半壁着,好像大姑娘摸着自己的头发,非常的谨慎,又非常的得意。 啊,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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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威赶过两步去,看了小罐子一眼,跟着又说了个长而无用的,那,啊,你说不上来,嘿嘿嘿,不要紧,等着李先生吧。 老头说着,老头说着,双手捧着小罐,嘴唇在白胡子底下动了几栋,把小罐又摆在原地上了。 你父亲呢,好些日子没有见他了,老头没等马威回答,接着说下去,眼睛还看着那个小罐子。 你父亲可真是个好人呐,就是不大会做生意,啊,嘿嘿,不大会做生意啊。 你在这儿念书呢吧,念什么呀? 哦,李先生来了,啊,李先生,你好。 哦,哦,约翰,西门爵士,你好,有四五天没有见着你了。 李子荣脸上没有一处不带着笑意,轻轻热热的和西门爵士握了握手。 西门爵士的小眼睛也眨巴着笑了笑。 西门爵士,今天你要看点什么呀? 上次拿起的宜兴壶已经分析好了吧? 嗯,嗯,已经分析了。 你要是有见的广东词,不论什么我都要,就是广东词我还没有试验过呀。 你有什么,我要什么,可有一样,得真货。 西门爵士说着,向那个小罐子一指, 那个是真的吗? 哎呀,冲你这么一问,我还敢说那个是真的吗? 李子荣的脸呢,笑得真像个开花馒头, 一边说,一边把小罐子拿下来递给老头。 您瞧啊,柚子太薄,底下的棕色也不够厚,绝不是磁州的。 可是呢,致池也是明朝初年的。 西门爵士,你知道的比我多呀,你看着办吧,看值多少给多少。 马先生,给西门爵士搬把椅子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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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搬,我在誓言室里边一天站着,站惯了,站惯了。 西门爵士特意的向马威一笑, 哎,哎,哎,谢谢,不用搬。 然后,他端着小罐子,又仔细的看了一过。 哎,你说的不错,底下的棕色不够厚的,不错。 好吧,无论怎么说吧,给我送了去吧,算我多少钱呢? 哦,你说个数吧,西门爵士。 李子荣搓着手,肩膀稍微耸着点,真像个十二分成熟的买卖人。 马威看着李子荣,不知不觉的点了点头。 老头把小罐捧起来,看了看罐底上的架码,跟着一几眼。 李先生,算我半价吧,啊? 啊,就是吧,西门爵士,还是我亲自给你送了去。 哎,哎,哎,六点钟以后,我准在家,啊,你跟我一块吃饭好不好? 哦,谢谢,我六点半以前准到,广东的瓷器也送去吧。 哎,哎,你有多少啊? 哎,我不要好的,为分析用,你知道? 哦,我知道,知道。 我这儿只有两套茶壶茶碗,不很好,但是是真正的广东货。 把这两套送到誓言室,把这个小罐子送到你的书房,是这么办不是,西门爵士? 马威一听到这儿,心里边想,哎哟,李子荣这家伙,他全知道啊。 西门爵士,还是偷偷的送到书房去,别叫西门夫人看见,是不是? 李子荣说着,把小罐接过来,放在桌上。 这老头笑开了,头一次笑出声来。 哈哈哈哈,哎呀,我的家事也都叫你知道了。 哈哈哈哈,老头掏出块绸子手间,擦了擦小眼睛。 哎,你知道啊,科学家不应该娶妻啊,太麻烦,太麻烦了。 西门夫人是个好女人,就是有一样,她常常的搅乱我的工作。 哎呀,我是个科学家,见收藏家,这更坏了。 西门夫人,她喜欢珍珠宝石,我呢,专门爱买这个破罐子烂罐头。 哎呀,夫人到底是夫人呢? 哎,偷偷的把小罐子送到书房去,咱们在那里一块吃饭。 哎呀,我还要问你几个字,前天啊,我买了个小铜盒子,那盖上的中国字啊,哎呀,一个个的小四方块,哎呀,我念不上来呀。 哎,你给我翻译出来吧,还是一个先令三个字,怎么样? 西门爵士走了以后,李子荣忙着把小罐子和两套茶壶茶碗都用棉花垫起来包好,一边包,一边向马威说, 哎,这个老头啊,可是个好赵公主啊,他专收铜器和陶器,他的书房里的东西比咱们这儿还多上三四倍呢。 原先他做过伦敦大学的化学教授,现在养老,不做事了,可是还专研究陶土的化学配合,真有意思。 贵东西他买了存的,贱东西买了用于化学分析,七十多了,多么精神啊。 哎,我说老马,开两张账单,和这两个包放在一块。 李子荣把东西包好,马威也把账单开出来了,李子荣看了马威一眼。 老马,你今儿个早晨怎么了? 你不是跟我闹脾气,你一定别有心事借我出气,是不是? 大概是爱情吧。 我早看出来了,你塞上发红,眉毛皱着,话少,气多,吃喝不下,啊? 嘿嘿嘿,就剩下抹脖子上吊了。 李子荣哈哈的乐起来,害相思病啊,眼睛发亮,害单相思呢,是眼睛发魂。 相思嘛,有点甜味,单丝嘛,那可完全是苦的。 老马,老马,你的是单丝。 单丝。 马威受这么一场奚落,心里边倒痛快了,害单相思,而没有地方说去,这非抹脖子不可呀。 那,是温都姑娘。 嗯,老马,我不用劝你,我知道,没用。 我有招一日要上爱上一个姑娘,她要是细耍我呀,我立刻就用小刀抹脖子,就这样。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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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子荣用食指在脖子上一抹。 老马,可是我至少能告诉你这么一点,你每一想他的时候,同时你也应该这么想。 他拿我这个中国人 当人看不当人看呢 你当然可以给你自己一个很妥当的回答 他不拿咱当人看还讲爱情 你的心就可以凉一点了 这是我独门自造的冰激凌 专制单相思热病 没有英国青年男女爱中国人的 因为中国人现在是给全世界的人做笑话用的 写文章的要招人笑 那一定骂中国人 因为只有中国人骂着没有危险 研究学问的恨中国人 因为只有中国人不能帮他们的忙 哪样学问是中国人的特长 没有啊 普通人小看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呢 这缺点多了 简直是说不清啊 假如今天我们把英国 德国或是法国给打败了 我们当时就可以叫他们看得中 更好的办法呢 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成了顶平安的 顶有人才的 你要什么 政治 中国的政治最清明啊 你要什么 化学 中国的化学最好啊 除非我们能这么招 不用希望叫别人看得起 在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 就不用乱想人家的姑娘 我就见过温度姑娘一回 我不用说她好看不好看 人品怎么样 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 她不能爱你 她是普通英国男女中的一个 普通人全看不起中国人 为什么她单与众不同的爱个小马威呢 马威低着头说 那不见得她准不爱我 哦 那怎么见得呢 她跟我去看电影啊 她救我的父亲 嗨 她跟你去看电影和我跟你去看电影这有什么分别呀 我问你 外国男女的界限不那么严 这你都知道 不用我说呀 至于救你的父亲 那无论是谁 看见他在地上趴着 那都得把他拉回家去 中国人见了别人有危险 是躲得越远越好 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独善其身的 外国人见了别人遇难 是拼命去救的 他们不管你是白脸人 黑脸人 还是绿脸人 一样的拯救 他们平时看不起黑脸和绿脸的哥们 可是一到出险了 他们就不论脸上的颜色了 温都姑娘不是因为你的父亲她才救 是因为她的道德观念如此 我们以为看见一个人在地上躺着而不去管 满颗一讲的下去 这外国人可不这样想 他们的道德是社会的群众的 这一点呢 中国人应当学鬼子 在上海 我前天在报上念的 有个老太婆倒在街上 中国人全站在那看热闹 结果是叫个外国兵给掺起来了 他们能不笑话我们吗 我 哎呦 我这说在哪去了 哎 往回说吧 不用往脸上贴金啊 见他和你握手 就想他爱你啊 他才有功夫爱你呢 你呀 吃我的冰淇淋吧 不用胡思乱想 马威双手捧着脑门 一声没发 老马 我已经和你父亲辞了我的事了 我知道 你不能走啊 你不能看着我们把铺子做倒了啊 马威还是低着头 说话有点发颤 哎 我不能不走 我走了给你们一个月 省下十几磅钱呢 谁替我们做买卖啊 马威忽然抬起头来 看着李子荣 那个西门老头问我 我一个字答不出 我不懂啊 我不懂 那没有难处 老马 念几本英国书就懂得好些个 我又何尝懂得古文呢 都仗着念了些书 外国人研究 无论哪样东西 都能够有条有理的写书 关于中国的词器 从器 那书可多了 念几本就行 够咱们能搭得上茬的就行了 老马 你放心 我走了 咱们还是好朋友 我情愿帮你的忙 待了半天 马威说 你哪去找诗 说不上来 碰机会吧 好在我现在得了一笔奖金 五十棒钱 满购我活好几个月的了 你看 李子荣又笑了 亚西亚杂志 征求中国劳工净矿的论文 我破了一个月的功夫 连白天待晚上 我写了一篇 居然中了选 五十棒 我告诉你 老马 老天爷饿不死 虾家桥 一点不错 我有这五十棒呢 足够混些日子的 反正事情是不找不来 咱们天天去张喽 难道就真没个机会 愿意干事的人呢 不会饿死 饿死的绝不是能干的人 老马 把眉头打开 高起兴来干 李子荣过去 摁住马威的肩膀 摇了几下 马威哭丧着脸 笑了一笑 马老先生跟李子荣闹完气 跑到了中国饭馆 吃了两个三鲜汤面 平日不生气的时候 他总是吃一个面的 生气倒能吃两个面 好现象 他这么一想呢 几乎转怒为喜 吃完了面 又要了壶茶 慢慢的滋润着 直到饭座全走了 才结账 往外溜达 出了饭馆 出了饭馆 不知的上哪儿去好 反正不能回铺子 可是上哪儿去呢 在大街上闲逛 哎呦 那车马太乱 心里边又有气 那一下子叫汽车给压扁了 那是玩的吗 听戏去 嗨 谁听鬼子戏啊 又没锣鼓 又不勾脸 那光是几个男女 咕噜咕噜的那儿瞎说 没意思 找一目时间 对 看看他去 那天他说 要跟咱商一点事 什么事呢 嗨 管他什么事呢 反正老远的去看他 不至于有刺 马老先生叫了辆汽车 到兰加斯特街去 坐在车里啊 他心里边不由的 想起了北京 嘿 这要是在北京 够多么陡啊 坐在汽车里边 叫街坊四邻看着 这多么出色呀 在这儿 处处是汽车 这不足为奇啊 嘿 这车钱算白花了 一目师开开街门 哈喽 马先生 他把马先生拉进去 怎么样 你完全好了 又见着亚历山大没有啊 我告诉你 马先生 跟他出去啊 总要小心一点呢 嘿嘿嘿 一目师好 一菜太好 一小姐好 一少爷好 马老先生 一切儿把四个好 问完了 才敢坐下 哦 他们都没在家 咱们正好谈一谈 一目师把小眼镜 往上推了一推 鼻子中间 皱成了几个笑文 我说 有两件事和你商议 第一件呢 我打算给你介绍到 伯雷牧师的教会去做个会员 礼拜天嘛 你好有个准地方去做礼拜呀 他的教会离你那不远 哎 你知道尤斯顿街吗 哎 尤斯顿街一直往东走 斜队的英苏车站就是 我给你介绍 好不好 嘿嘿嘿 好极了 现在马老先生对外国人说话 总喜欢用绝对式的字眼 那好 就这么办 一目师的嘴唇往下一垂 似是而非的笑了一笑 第二件事嘛 我打算咱们两个晚上闲着做点事 你看 我打算写一本书 暂时叫做中国道教史吧 可是我的中文不十分好 非有人帮助我不可 你要是肯帮忙 我真是感激不尽呢 那行 那行 马老先生赶紧的说 我别尽叫你帮助我 我也得替你干点什么 一目师把烟袋掏出来 慢慢的装烟 我替你想了好几天了 你应当借着在外国的机会 写点东西 最好写本东西文化的比较 这个题目现在很实心啊 无论你写的对不对 只要你敢说话 就能卖得出去 你用中文写 我替你译成英文 这样呢 咱们彼此对帮忙 输出了以后 我敢保能够赚些钱 你看怎么样啊 啊 那我帮助你好了 马老先生迟迟顿顿的说 我 我写书 哎呦 这倒真不易了 那快五十的人了 还受那份累 哎呀 我的好朋友 一目师忽然把嗓门提高了一个调 你五十了 我六十了 肖伯纳七十多了 还在一个劲的写书呢 我问你 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啊 人到五十就养老 世界上的事情那都交给谁做呀 我也没说我一定不做 马老先生赶紧往回收兵 唯恐把一目师得罪了 其实他心里说呀 你们养鬼子不懂得尊敬老人 要不然你们怎么是养鬼子呢 英国人最不喜欢和旁人谈家事 一目师本来不想告诉老马 他为什么要写书 可是看老马迟疑的样子 不能不略略的说几句话 我告诉你 朋友 我非干点什么不可呀 你看 一太太还做伦敦传教工会中国部的秘书 保罗在银行里 凯撒林在女青年会做干事 他们全挣钱 就是我一个人闲着没事 虽然我一年有一百二十磅的养老金 可是到底我不愿意闲着呀 一目师又推了推眼镜 心里有点后悔 这把家里的事都告诉老马了 马老先生心里说 这儿女都挣钱 这老头子还非去受累不可 他真不明白这鬼子的心 他是怎么长的 我唯一的希望呢 是德国大学的中文教授 可是我一定要先写本书 造点名誉 你看伦敦大学的中文部 现在没有教授 因为他们找不到个会写会说中国话的人 我呢 说话满城 就差写点东西证明我的知识 我六十多了 至少我还可以做五六年的事 是不是 对极了 我情愿帮助你 马先生想法子要把自己写书的事推出去 你看呢 你要是当了中文教授 那多替中国说几句好话 那多么好啊 马老先生以为中文教授的职务 是专替中国人说好话 伊牧师笑了笑 两个人都半天没说话 伊牧师绷不住劲 我说马先生 就这么办了 彼此帮忙 你要是不叫我帮助你呢 我也就不求你了 你知道 英国人的办法是半斤八两 谁也不要吃亏的 我不能白求你 哎呦 那你叫我写东西方的文化比较 这这这这叫我打哪写起呢 你不一定是这个题目啊 什么都行啊 连小说笑话都成 你看中国人很少有用英文写书的 你的书不管好不好 因为是中国人写的就可以多卖 我不能乱写 给中国人丢脸 哦 伊牧师的嘴半天没闭上 他真没想到老马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马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 他怎么想起这么一句 没到过中国的英国人 看中国人是阴险鬼诈 长着个讨人闲的黄脸 到过中国的英国人 看中国人是脏 臭 糊涂的傻蛋 伊牧师始终没看起马老先生 他叫老马写书 纯粹是为了好叫老马帮他的忙 他知道老马是傻蛋 傻蛋自然不会写书 可是不双方定好了 彼此互助 这伊牧师的良心上不好过 因为英国人的公平交易 是至少要在形式上表出来的 伊牧师愣了半天才说 马先生 你想想再说 好在咱们不是非今天决定不可 马威呢 他念什么呢 主席英文 大概是要念商业 我叫他念政治 回国后他做个官什么的 他来头大一点啊 哎呀 这小孩子性子宁 非学商业不可 我也管不了 小孩子没个母亲 老是无招无靠的 近来很瘦啊 也不是怎么了 小孩子心眼重 我也不好深问他 随他去吧 反正啊 他要什么 我就给他钱 谁叫咱是做老子的呢 没法子 马老先生说的十分的感慨 眼睛看着顶棚 免得叫眼泪落下来 心中很希望啊 他这么样的一说 伊牧师或者能给他做媒 说个亲什么的 比方说吧 给他说温都寡妇 自然 娶个二婚的寡妇 不十分体面 可是娶外国寡妇 或者不至于犯其煞 客夫主 他叹了一口气 再说 伊牧师要是肯给他做媒 也总是替他做了点事啊 那不是把那个写什么东西方文化比较的书的那件事 可以插过去了吗 嗯 你替咱做大媒 咱帮助你念中国书 嘿 这不是正合你们养鬼子的两不吃亏的办法吗 他偷偷的看了伊牧师一眼 伊牧师叼着烟袋 没言语 又做了半天 伊牧师站起来说 马先生 礼拜天 在伯雷牧师那里见吧 叫马威也去才好啊 少年人总要有个信仰 啊 要有信仰 你看保罗 礼拜天准上三次教会 啊 礼拜天见 是 马老先生看出伊牧师已经下了逐客令 心里边是十二分的不高兴的站起来 嘿嘿嘿 礼拜天见 伊牧师把他送到了门口 他妈的 这算是朋友 马老先生站在街上低声的骂 这不等客人要走 就站起来说 礼拜天见 礼拜天见 你等着 马大人要是上教堂去才怪呢 温都母女旅游去 都戴着新帽子 玛丽的帽子姑上 绣着个中国字 是马老先生给写的 他母亲给绣的 戴上这个绣着中国字的帽子 玛丽高兴的 有半点来钟没闭上嘴 又有半点来钟没离开镜子 嘿 帽子一样的很多呀 可是绣中国字的 总得算新奇独分啊 要是在海岸上戴着这么新奇的帽子 那得叫多少姑娘太太们羡慕的落泪 或者甚至于晕过去啊 连温都太太也高兴得很 女儿的帽子一定能够惹起一种革命 嗯 就叫做帽子革命吧 女儿的相片啊 一定要登在报上 那得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和宪爱 玛丽临走的时候来找马老先生 马先生 看 他左手提着小裙子 叫裙子指儿像扇面似的扑展开 脖子向左一歪 右手斜着伸出去 然后手腕轻松的往回一撇 同时肩膀 同时肩膀微微的一耸 嘴唇一动 看 哎哟 好极了 美极了 温都姑娘 马老先生向他一伸大拇指头 马力听老马一夸奖 两手忽然往身上一瓶 一仰脑袋 吸的一笑 一溜烟似的跑了 其实啊 马老先生只把话说了半截 因为他给温都姑娘的帽子上写的那个中国字啊 是个美丽的美字 温都太太绣好了之后呢 给钉到了 看着这个倒着写的美字啊 好像大王八三个字 那大字还拿着大顶呢 这马老先生笑开了 从到英国来还没这么痛快的笑过一回呢 哎哟可真可笑啊 这外国的妇人们呢 他脑袋上顶着个大王八 这大字还拿着大顶 哎呀可笑可笑 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把笑出来的眼泪全抡出去老远 笑了老半天 马老先生慢慢的往楼下走 打算送他们到车站 下了楼 他们母女正在门口等汽车 头一样东西到他眼睛里的 是那个大王八 他咬着牙 梗着脖子 把脸都憋红了 还好 没笑出来 再见 马先生 母女一起说 温都太太还找不了一句 好好的 别淘气 出去的时候 千万把后门锁好了 汽车来了 拿破仑第一个蹿进去了 马老先生 吭斥着说了声 再见 好好的歇几天 汽车走了 他关上门 又笑开了 温都太太在女儿的新帽子上 秀了一个美丽的美字 可是他给盯到了 成了大王八了 而且大字还拿着大顶 这下啊 可把马老先生给乐坏了 他怎么看 怎么觉得可笑 笑得有点筋疲力尽了 马老先生 才到后院去浇花 一个多礼拜没下雨 花叶 特别是贵竹香的叶 有点发黄 他轻轻的把黄透了的全掐下来 想情的蓝天 一点分也没有 远处的车声 一个劲的响 马老先生看着一朵玫瑰花 听着远处的车响 这心里边啊 真是有点说不上来的难过 他勉强的想着马力的帽子 也不是怎么回事 笑不上来了 抬头看了看蓝天 亮 远 无限的远 还有点惨淡 哎呀 这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呢 他自己问自己 就这么死在伦敦吗 不 不 等马威毕业就回国 把哥哥的灵运回去 想起哥哥 他有心要上坟去看看 可是一个人又懒得去 看着蓝天 心由空中 飞到哥哥的坟上去了 那块灰色的石碑 那个散落的花圈 连那个小胖老太太 全活现在眼前了 哎 活着 有什么意思 马老先生 轻轻的摇着头 念叨着 嘿 石碑 连石碑 再待几年 也得坏了 世界上 没有长生的东西 有些养鬼子说 说连太阳将来都要死的 嗯 可是活着 这话又说回来了 活着也不错呀 哎 那自然得看是怎么活着 比如说 哎 能做高官 想后路 妻妾一群 儿女又肥又胖 那也差不多了 还值得活着了 马老先生 一向是由消极 想到积极 然后由积极 而中庸 那就是说 嘿 好歹活着吧 混吧 混过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 他差点没哼哼出几句嬉皮快板来 这种好歹活着 便是中国半生不死的一个原因 自然老马是不会想到这儿的 完全消极 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 完全积极呢 至少也叫国家能够抖抖精神 叫生命多几分乐趣 可是就怕 像老马 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胖 既不完全消极 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 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 是最贱 最没出息的态度 是人类的羞耻 马老先生想了半天 没想出什么高明的主意来 读戏子他不想了 回到书房 擦了一回桌椅 抽了带烟 本想坐起来念点书 可是向来没有念书的习惯 他一拿书本 就觉得怪可笑的 算了吧 到楼下瞧瞧去 各处的门都得关好了吧 那人家走了 咱再不经心 那还成啊 温都太太并没有把屋子全锁上 因为怕是万一湿了火 门锁着不好办 马先生看了看客厅 然后由楼梯下去 到厨房 连温都太太的卧室 他都看了一个棍 这向来没进过温都太太的屋里去 这次进去啊 那心里边还真有点发虚 他提手捏脚的走 好像唯恐叫人看见 虽然明知道屋里边没有人 进去之后 闻着屋里淡淡的香粉味 心里头又不油的一阵发酸 他站在镜子前边呆呆的立着 站了半天又要走又舍不得动 要想温都寡妇又不愿意想 要想过去的妻子又渺茫的想不清楚 他不知不觉的出来了 心里边迷迷糊糊的 好像吃过午饭睡觉 做的那种梦 似乎是想着点什么东西 又似乎是模糊一片 一点脚步声也没有 他到了玛丽卧房的门口 门开着 正看见他的小铁床 哎 床前面跪着个人 头在床上 脖子一动一动的 好像是低声的哭呢 走近一看 哟 是马威 老马先生一时僵在那块 这心里头完全像空了一会儿 然后 不由自主的叫了声 马威 马威猛过丁的站起来 脸上有耳朵根红起 一直红的脑门 父子俩站在那 谁也没说什么 马威低着头 把眼泪擦干了 马老先生抹着小胡子 手直颤 这老马先生 老以为马威 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他每逢想起马威 便联想到 哎 这没娘的小孩子 看见马威瘦了一点呢 他以为是不爱吃英国饭的缘故 看见马威皱着眉呢 他以为是小孩子心里不合适 他始终没想到 马威是二十多的小伙子了 更根本想不到 这小孩子会和 这马老先生想不起相当的字眼 来表示这种男女的关系 想了半天 到底还是用了个老话 哎呀 想不到这么年轻 他就闹媳妇啊 他不忍得责备马威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又没有娘 没有那样的狠心去说他 他又不好不说点什么 做父亲呢 看着儿子在个大姑娘的床上哭 才不体面 下见 没出息啊 可是 说儿子一顿吧 那自己个儿也有错出 那为什么始终看儿子 还是个无知无实的小孩子呢 为什么不事先防备呢 哎 还算好啊 他和马力还没闹出什么笑话来 这要是 哎 他是个外国姑娘啊 那可怎么好啊 可自己呢 也有时候爱温都寡妇的那小红鼻子 那 那可是那只是一时的发狂 那谁能真娶她呢 娶养寡妇 那对得起谁呀 哎 小孩子 想不到这么远 老马看了小马一眼 慢慢的往楼上走 马威跟着出来 站在门口 看着那个铁床 忽然他又进去了 把床单子轻轻的舒展了一下 低着头出来 把门关好 往楼上走 父亲 马威进了书房 低声的叫着 父亲 老马先生答应了一声 差点没掉下眼泪 马威站在父亲的椅子后边 慢慢的说 父亲 你不用不放心我 我和他没关系 前些日子 我疯了 疯了 现在好了 我上他屋里去 我上他屋里去 为的是 为的是表示我最后的决心 我再也不理他了 他看不起咱们 没有外国人看得起咱们的 难怪他 从今天起 咱们应该打起精神 做咱们的事 以前的事 我疯了 李子荣要走 咱们也拦不住他 以后的事全看咱们的了 他答应帮咱们的忙 我佩服 信任他 他的话一定是真的 我前两天得罪了他 我没心得罪他 可是我 疯了 不过他一点没介意 李子荣真是个好人 父亲 我也对不起你 你要是有李子荣那样的一个儿子 什么事情也不用你操心了 嘿 万幸 多亏我没有李子荣那样的格子 马老先生摇着头一笑 父亲 你答应我 咱们一块好好的干 咱们得省着点花钱 咱们得早起晚睡 打着精神干 咱们得听李子荣的话 我去找他 问他找着事没有 他要是已经找着事呢 那没办法 只好叫他走 他要是还没找着事呢 那咱们留着他 是这样办不是 父亲 好好好 马老先生点着头说 并没有看马威 只要你知道好歹 只要你不野着心的闹 什么事都好办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啊 你母亲死得早 我就指着你了 你说什么是什么 你去跟李伙去商量 他要是说把房子拆了 那咱们邓石就拆 你去把他找来 咱们一块吃中国饭去 我在状元楼等你们 你去吧 给你这一磅钱 老马先生把一磅钱的票子 噎在了马威的口袋里 马威这几天的心里 像一锅滚开花了的粥 爱情 孝道 交情 事业 读书 全交替的相互冲突着 感情 自尊 自恨 自怜 全彼此的矛盾着 父亲不好 他到底是父亲 李子荣太直爽 可是他是一百成的好人 帮着父亲做事 那还有功夫念书吗 低着头念书 那事也又交给谁管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个他 温都姑娘 他老在眼前 在心上 在梦里 出没无常 总想忘了他 可是哪能忘得了啊 什么事情都容易摆脱 只有爱情 只有爱情是在心根上下肿发言的 哎 他不爱我 谁管他爱不爱 他的笑 他的说话 他的举动 全是叫心里边的情牙 生长的甘露 他在那儿 你便迷惑颠倒 他在世上 你便不能不想他 他的白胳膊一颤动 自己的心也就跟着颤动 然而 非忘了他不可呀 不敢再爱他 因为他不理咱 不敢恨他 因为他是为了叫人爱 而生下来的 不敢这么着 不愿意那么着 自己的身份在哪呢 年轻的人一定要有点火气 有点自尊的心呢 为什么跟着他后边求情 为什么不把自己看中了些 为什么不帮着父亲做事 为什么不学学李子荣 完了 玛丽 我把眼泪撒在你的被子上 我求神明保护你 可是我不再看你了 不再想你了 盼望你将来得个好丈夫 快活一辈子 这是 父亲进来 有点恨父亲 可是父亲没说什么 我得帮助他 我得明告诉他 告诉了父亲 心里边去了一块病 对 去找李子荣去 我也照样的告诉他 马威进了铺子就叫 老李 完了 啊 什么完了 过去的是历史了 以后我要自己管着我的命运了 好啊 来 咱们拉了手 老马 你是个好小子 来 拉手 李子荣拉着马威的手 用力的握了握 老李 你怎么样 是走啊 还是帮助我们呢 哦 我已经答应西门爵士去帮助他了 他现在正写书呢 一本是他化验中国瓷器的结果 一本是说明他所收藏的古物 我的事呢 是帮助他做这本古物的说明书 因为他不大认识中国字 我只是每天早晨去 一点钟走 正合我的事 那 我们的买卖怎么办呢 哦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现在 预备他一大批货 到圣诞节前来个大减价 所有的货物全号上七折 然后呢 是赵国主 咱们就送上一本彩印的小说明书 我去给你们办这个印刷的事 你们给我出点车去就行 亚西亚杂志上和东方学院的记刊上 全登上三个月的广告 至于办货物呢 叫你父亲先请王明川吃顿中国饭 然后我和老王说去 叫他给你们办货 他是你伯父的老朋友 他自己呢 又开着古玩铺 又专办入口货的事情 交给他五百磅钱办货 货办了之后 就照着我说的办法 咱们来他一下 这一下子要是成功了 你们的事业就算站住了 就是失败 大概不会吧 我看不会失败 你看怎么样 你得天天下午在这盯着 早晚去念书 专指着马老先生一个人可不成了 货到了之后 我来帮助你们分类定价码 可是你们得管我午饭 怎么样 老李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们的失败与成功 就看此一举了 老李 父亲在状元楼正等你吃饭 你去不去 谢谢 还是那句话 吃一回就想吃第二回 太贵 吃不起 你替我谢谢 我不去 我说老马 你应当上乡下歇一个礼拜去 散散心 好在呢 我在这还能待几天 你正好走 我 我上哪好呢 嗨 那地方多了 上车站去要份旅行指南来 挑个地方去住他一个礼拜 这对身体有益 老马 好 你去吃饭吧 替我谢谢马老先生啊 多吃点 李子荣笑起来 马威一个人出来 李子荣还在那儿笑 从一入秋到冬天 这伦敦的热闹事可多了 戏园子全上了拿手的好戏 铺子忙完了秋季大减价 紧跟着预备圣诞节 有钱的男女到伦敦来听戏 会客 置办圣诞礼物 没钱的男女呢 也有不花钱的事可做 看伦敦市长就职游行啊 看皇帝到国会行开会礼啊 这小口袋里边 只要有个先令 那当时不是压马 便是赌足球队的胜负 伊牧师的太太也忙起来了 忙着为穷人募捐 好叫没饭吃的人 到圣诞节也能够吃顿饱饭 伊牧师也忙得不得了 他天天抱着本小字典念中国书 而且是越念生字越多 保罗的忙法 简直的不容易形容 在街上 他能冒着雨 站三个钟头 等着看看皇太子 皇太子那天 在无闲店里广播 替失业工人请求募捐 那保罗邓时就捐了两磅钱 要不是皇太子说工人很苦啊 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这回事 凯撒林姑娘还是那么安静 可是也忙 忙着念中文 忙着学音乐 忙着办女青年会里的事 温都母女度假回来了 回家之后也跟着忙起来了 母亲一天到晚 天楼上楼下的火 已经足使她的小鼻子尖上 长长的带着一块飞 天是短的 还得抓个空上街买东西 而且买的东西很多 因为早早的买下圣诞应用的和送礼的东西 他可以省一点钱 再说呢 圣诞的节饼在一个多月以前 他就得做好了 快到圣诞节了 马老先生也稍微忙起了一点 听说英国人到圣诞节得彼此送礼 他喜欢了 可有机会套套交情了 哎呀 伊牧师 他们家是大小四口 温都母女 亚历山大 这自然这都是要送礼的 连李子荣也不能忘却 那小子 他俗气 给他送点俗气礼物 对 给他买双鞋 这俗气人呢 喜欢有用的东西 还有谁呢 状元楼的掌柜的 还有华盛顿 对 非给华盛顿点东西不可呀 那咱醉了的那天 他把咱抬在汽车上来 这是几个了 马老先生掰着手指的算 四个加三个 七个加上李子荣 状元楼的掌柜的 华盛顿十个 十个还有谁呢 对 王明川 人家给咱办货 咱还不送人家点东西吗 十一个 行啊 暂时就算十一个吧 等想起来再说 给温都太太 买个帽子 马老先生不嘟弄了 闭上眼睛 开始琢磨 什么样的帽子 能把温都太太 抬举得更好看一点 想了半天 只想到她的小鼻尖 小黄眼珠 小长脸 怎么也想不起 什么样的帽子 才能把她的小长脸 衬得不那么长 想不起来 算了 到时候再说 哎呦 对了 还有拿破仑呢 马老先生对拿破仑 是十分敬仰的 那是温都太太的狗吗 哎呦 这倒难了 你说 这给狗什么礼物啊 还真没给狗送过礼啊 说真的 啊 对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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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先生一高兴啊 把刚装上的一袋烟 又全都磕在炉子里了 对 我弄点花纸 包上七个先令 六个便士 用点绒绳一记 交给温都太太 嘿 那天听说呀 新年后 她得给拿破仑 买上捐的证 得花七个先令 六便士一张 嘿 咱给她买 嘿 这个主意妙不妙 温都太太 她 她 她一定 嘿 对 她喜欢极了 居然能想出这么个高明的主意来 嘿 真是不容易啊 快到吃饭的时候了 外边的雾还是很大 有心到铺子去看看 又怕叫汽车给压死 有心请温都太太给做饭 又根本不喜欢吃凉牛肉 况且在最近一个月内 简直的不敢上铺子去 自从李子荣出竹叶预备圣诞大减价 这马威和李子荣啊 是忙得手脚朝天 李子荣是天天抓功夫来帮忙 可是呢 马威不许老马动手 有一天 马老先生想往家里边拿个小瓶 他为插花用 李子荣一声没言语 硬把小瓶从老马的手里夺过去 而且马威板着脸说了他父亲一顿 又有一回呢 老马看马威和李子荣全出去了 他把玻璃窗上的红的绿的单子全接下来了 因为他看着俗气 结果呢 又被马威啊狠狠的数了了一顿 没法子 自己的儿子不像着自己 他这还有什么法子呀 谁叫上鬼子国来了呢 在鬼子国呀 他没地方 告我儿子忤逆不孝 忍着吧 可是啊 马威是要强啊 他是为挣钱呢 就是要强吧 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留啊 我是你爸爸呀 窗外的大雾 是油灰而深灰 而黄而红 对面的房子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处处点着灯 可是处处的灯光是四明四灭的 叫人的心里边惊疑不定 街上卖煤的 干苦的吆喝着 他的声音好像就在窗外边 他的身子和煤车可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 哎 算了吧 马老先生又坐在火旁边了 上铺子去 也是挨说 老老实实的在这忍着吧 马老先生是伦敦第一个清闲的人 不论是伟人 是凡人 只要有极强的意志往前干 他便可以做出点事业 事业的大小虽然不同 可是那股坚强的心力与成功是一样的 全是可佩服的 最可耻的是 是光摇旗呐喊不干真事 只有一致不坚强的人 只有没有主张而喜欢虚荣的人 才去做摇旗呐喊的事 这种事不但没有成功的可能 不但不足以使人们佩服 简直的连叫人一笑的价值都没有 马威在中国的时候 也曾打过纸旗 随着人家摇旗呐喊过 现在他看出来了 英国的强盛 大半是因为英国人不呐喊 而是低着头死干 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 可是奇怪 大学里的学生对于学校 简直的没有发言权 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 可是奇怪 他处处是有秩序的 几百万工人一起罢工 会没放一枪没死一个人 秩序和训练是强国的秘宝 马威看出来了 他心里忘不了玛丽 可是他也看出来了 他要是为玛丽推丧起来 他们父子就非饿死不可 对于他的祖国是丝毫责任不能尽的 马威不是傻子 他是个新青年 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 这个责任比什么都重要 为自己的祖国丧了命 比为一个美女死了 要高上千万倍 为爱情牺牲 只是在尸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 为国家而死 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夜 马威明白了这个 他的方法是简单的 以身体的劳动抵制精神的抑郁 早晨起来先到公园去跑一圈 有时候也摇半个钟头的船 那头一天摇船的时候 差点把自己扣在船底下 刮风也出去跑 下雨也出去跑 跑过了两三个礼拜 脸上已经有点红光了 跑回来用凉水洗个澡 把周身上下搓个痛红 好像鱼店里的新鲜大海虾 洗完澡 下来吃早饭 玛丽看她 她也看玛丽 玛丽说话 她也笑着对答 她知道玛丽美 好 拿她当个美的小布人 她自己心里说 你看不起我呀 我更看不起你 你长得美呀 我要光荣 要责任 美和光荣责任 是很难在天平上称 你称的 嘿嘿 玛丽看着她的脸红润润的 腕子上的筋骨也一天比一天的粗实 眼睛分外的亮 倒故意的搭认着 向她说话 因为外国女人呢 爱粗壮的小伙子 马威是故意的跳动 吃完了早饭 一跳三层楼梯上楼去念书 在街上遇见玛丽 只是把手一扬 一阵风似的走下去 她心里边说 嘿嘿 真有意思 我算是出了口气 念完了一点钟的书 马威出门就跑 一直跑的铺子去 把李子荣出的主意 一一的实行出来 货物在圣诞前的一个月 到了伦敦 他和李子荣拼命的干 点缀门面 定价码 印说明书 每天要干上整整的七个钟头 王明川给办的货物 并不全是古玩 中国刺绣啊 中国玩意儿啊 中国旧的绣花衣裳啊 全有 于是愿意给亲友 一点中国东西的老太婆们 也都知道了马家铺子 今天买个小荷包 明天买把旧团扇 有的时候 因为买这些零碎 也带手的买点贵重的东西 货物刚清理好 李子荣就把西门爵士请来了 叫他先捡好的票 西门爵士啊 歪着头 整整的跟着两个小伙子转了半天 除了自己要买的瓷器 还买了一件25磅钱的老中国绣花裙子 为的是到圣诞节送给他的夫人 这半天的时间就卖了150多磅钱 李子荣乐的抓着头发说 行了老马 马威也笑得说不出别的来了 嘿 行了老李 两个人又商议了半天 怎么能叫行人能够看见他们的铺子呢 李子荣主张啊 在胡同口安上个电灯 一鸣一灭的照出买中国古丸和送中国东西这么几个字 红光和绿光一前一后的交换着 这年轻人做事快呀 他们商量好了 到第三天就安上了 他们一忙啊 隔壁那间古丸铺的掌柜的有点发毛 他向来知道这个老马是个不懂行的掌柜 静等着老马宣告歇业 他好把马家铺子给吸收过来 现在一看这两个年轻人弄得挺红火 他决定非下手不可了 等马家铺子完全的站住脚可就不好办了 他光着秃脑的捧着大肚子 偷偷的把李子荣约出去吃了顿饭 透了点口话 希望李子荣能够上他的店里来干 李子荣笑着告诉他 你呀 好好的去买瓶生化水 先把头发长出来再说吧 那个老掌柜的摸着秃脑的笑开了 也没再说别的 马老先生来了好几次 假装呢 给他们帮忙 其实啊 专为给温都太太拿一两样细巧的小玩意儿 他在屋里边 扯着四方步的转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摸着这个又挪挪那个 偷偷的看马威一眼 那马威啊 大眼睛正盯着他呢 他轻轻的咳嗽了两声 把手塞在裤兜里 又扯着四方步的转开了 等有买主进来的时候 他深深的给人家鞠躬 居王公本想上前做一号买卖 显显自己的本领 可是哪知道啊 刚直起腰来 马威早把账主领过去了 圣诞节前几天呢 买卖是特别的忙 所卖的东西十之八九 是得包好了 给买主送了去 马威和李子荣 有时候打包裹 打到夜里十点钟 有的送邮局 有的交系的东西呢 还得自己送去 于是李子荣自告奋勇 到车铺拎了一辆破自行车 拼命飞跑 是各处送东西 老马先生一见李子荣 骑着破车 在汽车群里边挤 便闭上眼睛 替他祷告上帝 马老先生对马威说呀 嘿 你告诉李子荣啊 可别那么飞跑啊 那是闹着玩的吗 在汽车缝里挤来挤去的 你别跟华盛顿学 他早晚得摔死 马威把父亲的善意 告诉了李子荣 李子荣笑开了 嘿 谢谢马先生的好心哪 不要紧 我已经保险了 多点撞死啊 多点保险公司 赔我母亲五百磅钱 我告诉你老马 有两个大汽车中间的家份挤出去 那顶痛快的事了 要不是身上背着鼓丸呢 我还能跑得更快 昨晚上我骑着车 和一群骑车的男女赛开了 我眼瞧着眉毛已经和一辆汽车的后背挨上了 哎 你猜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怎么股劲 把车给弄得立起来了 那车轮子和汽车亲了个嘴 我呢 扑通一下 跳下来了 那群男女扯着脖子 给我喊了三个好 干吧 没错 马威把这些话告诉了父亲 老马先生没说什么 点着头的又叹息了两声 老马先生看马威这么忙 有一天晚上早早的吃完了晚饭 他又回铺子了 他进门就说 马威啊 我非得干点什么不可呀 我不会做生意 难道我还不会包包吗 我非帮你们不可 说着 他把烟荷包 烟袋全都放在桌上 拿过几张纸来 来 给我些容易包的东西 马威给了父亲一些东西 马老先生把烟袋插在嘴里 鼻子耸耸着一点 看看纸的大小 又端详了一下东西的形状 包了半天 怎么也包不起整 他偷偷的看李子荣一眼 李子荣已经包完了好几个了 包的是又齐又好看 其实啊 李子荣只是一手摁着东西 一手好像在纸上一切 嘿 也不怎么 那纸就那么听他的话 一切正好平平整整的裹在东西上 马老先生也用手一切 忙着用绳捆 怪事 这绳子结了个大哥的 指角全在外边团团着 就好像那一太太的头发 哎 行呐 瓦江讲话 骑不骑一把泥 就是他了 马老先生好歹包好了一包 双手捧着颠了一颠 又看了他们一眼 他们正在偷偷的笑呢 嘿 你们不用笑 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就明白了 你们年轻力壮 手脚多么灵便呢 我老人了 说完了 他双手捧着包 转了个圈 不知放在哪好 李子荣赶过来 接过去 叫马威贴标签 写名字 马威接过去 顺手放在旁边了 哎 我的烟盒头呢 啊 没看见 在纸底下吧 老马先生把纸一张一张的都掀开 没有烟盒 哎 你们不用管我 我会找啊 这丢烟盒 我这常有的事 他在屋里边各处都找到了 找不着 奇怪呀 这怎么越忙越出事啊 你说真他妈 这事 他一眼看见他刚包好的那包 一声没言语 过去把包打开 把烟盒子拿出来了 哎 马威啊 我回家了啊 你们也别太晚了 他刚一出门 李子荣跳起多高 笑的都不是声了 马威也笑的是前仰后合 圣诞节的前一天 伦敦热闹极了 男女老少好像一个没胜 全上了街了 市场的东西呢 好像是白蛇 大嘟嘟小挂着 背着抱着 这街上除了巡警 简直看不见一个空手走道的 汽车和电车公司也把车全都放出来了 就是这么着 老太太们还是挤不上车去 而且往往的把筐里的东西挤滚了一街 邮差们全部用口袋了 令故闲人推着小车子挨尖送包裹 在伦敦住的人呢 有的把节礼送出去 坐着汽车到乡下去过节 乡下的人呢 同时坐着汽车上伦敦来玩几天 所以往乡下去的大道上 汽车也都挤满了 天阴得很沉 东风也挺冷 可是没人觉出来 天是阴着 风是很凉 街上的铺子 全是兴安上的五彩电灯 把货物照得真叫五光十色 都放着一股快活的光彩 处处悬挂着圣诞老人 戴着大红封帽 抱着装满了礼物的白宝囊 人们只顾着看东西了 忘了天色的黑暗 人们把什么都忘 政治 社会 官司 苦恼 意见 都忘了 人们全忽然的变成小孩子 个个想给朋友点新东西 同时想得点好玩意儿 人人看着分外的宽宏大量 人人看着完全的无忧无虑 只想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有了富裕 还给穷人一点 这天晚上 真好像是有个旧市主要降生了 天下要四海兄弟的太平了 直到半夜 铺子才关门 直到天亮 汽车 电车 还在街上跑 车上还是挤满了人 胡同里也和大街上一样的亮 家家点缀好了圣诞树 智不记得也挂起几个小彩球 穷小孩子们唱着古老的圣诞歌 挨门要钱 富家的小孩子半夜还没睡 等着圣诞老人来送好东西 贫富是不同的 可是在今天都可以白得一点东西 把他们的小心里喜欢得像刚降似的耶稣 教堂的钟声和歌声彻夜的在空中回荡着 叫没有宗教思想的人们也发生了一种庄严而和美的情感 马老先生在十天以前便把节礼全买好了送出去 因为买了存着他心里边痒痒的风 只有给温都母女的还在书房里搁着 因为温都太太告诉了他飞到圣诞不准拿出来 把礼物送出去以后 他天天的盼着人家的回礼 那邮差一拍门呢 这马老先生和那小狗拿破仑便争先恐后的往出跑 可是跑了好几次 什么礼物也没收到 直到圣诞的前两天 马老先生终于把礼物都盼来了 一牧师给了他一本圣经 一太太是一本圣诗 一姑娘是一打手劝 保罗光是一个贺杰片 虽然老马给保罗是一闲旅送烟 这本来普通的英国人送礼啊 是一来一往的 可是保罗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所以故意的不还礼 只给了个贺杰片 这老马呀 本想把圣经圣诗和保罗的贺杰片全都送回去 后来看在一姑娘的面子上 又改了主意了 哎 算了吧 贺杰片 就贺杰片吧 圣诞节的前几天 马老先生简直的没到铺子去 因为那里没有他下手的地方 赵公主来了 他只会给人家开门鞠躬送出去 虽然好几个老太婆都说 嘿 你看那个老头多么规矩多么和谐啊 可是马老先生对这种称赞并不满意 他斜着眼瞎着儿子马威 心里边说 你当时那坐掌柜的光是给人家开门吗 我知道你成 可是别忘了 我是你爸爸 叫爸爸给人家开门 鞠躬 成何体统 他赌气子不上铺子去了 他自己闲着在街上溜达 看着男女老少都那么忙 他心里边有点难过 哎呀 我要是在中国多么好啊 过年的时候 咱也是这么忙 这在外国过节 无论人家是怎么喜欢 咱也绝不出快活来 嘿 盼着发财吧 发了财 回国过节去 越看人家忙 他心里边越想家 越想家呢 他人家越踩他的脚 嘿 回去吧 回去看看温都太太 帮帮他的忙 他慢条思理的回了家 温都太太正忙的小脚烟朝了天 脑袋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 小鼻子尖冲红 打地毯擦桌子 从炉口到门环子 是凡有铜器的地方 全溅一溅油 因为没有小孩 不便预备圣诞树 可是七八间屋子里 他总多少得点缀一点 有的地方是一串彩球 有的地方是两对小纸灯笼 里里外外的 看着都有点喜气 厨房里 灶上蒸着圣诞泊泊 烙着果馅点些 不时的还得看一眼 于是他楼上楼下像小样似的乱飞 那个拉破仑呢 是楼上楼下的跟着乱跑 看着彩球叫唤几声 看着小灯笼又叫唤几声 趁着主母在别处的时候 还到厨房去偷两个包好了的核桃吃 温都太太 马老先生进门便叫 温都太太 我来给你帮忙 好不好 哦 马先生 谢谢你 温都寡妇擦着小红鼻子说 你先把拿破仑带出去玩一会儿吧 他竟跟我在这捣乱 哎 好 好了 温都太太 哎 拿破仑 这儿来 拉着小狗出去转了个圈 回来的时候 正走在门口 亚历山大来了 亚历山大抱着好些个东西 一包一包的直顶着他的大红鼻子 打老远就喊 哎 老马 老马 哎 把顶上头的那包拿下来 哎 那是你的礼物 马老先生把包拿下来 拿破仑也凑过去闻了闻亚历山大的大脚 老马 谢谢你的礼物 哎 怎么着 你上我那去过节目好不好 咱们通通乖乖的喝一回 嘿嘿 谢谢 谢谢 我过了节再去行不行啊 我已经答应了温都太太在家里凑热闹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亚历山大往前走了两步 两眼挤顾着 老马 看上小寡妇了 哎 哎 有你的 有你的 好 就这么办了 圣诞节过后两天 啊 我在家里等你 准来 再见 哎哎哎 等会儿等会儿 别忙 把从底下数第四包抽出来 交给温都太太 替我向他道个节喜 啊 再见 老马 马老先生把包拿下来 亚历山大端着其余的包 开路鬼似的走下去了 温都太太 马老先生又是进门就叫 哈喽 温都太太在楼上扯着小尖嗓子喊 嘿嘿 我回来了 还给你带回来点礼物了 温都太太一溜烟似的从楼上跑下来 她把包接过去 哦 亚历山大给我的 我没东西给她 可怎么好啊 哎嘿 不要紧 我这儿还有一闲旅送烟 包上送给她 好了 啊 马老先生的笑眼 盯着她的小红鼻子 那感情好啊 那你是多少钱买的 我照顺给你 哎呀 别提钱哪 马老先生还看着她的小红鼻子尖 嘿嘿 别提钱 大结下的 一闲旅送烟 过得着 啊 咱们过得多 是不是 温都太太笑着点了点头 老马把狗解开 然后上楼去拿那闲旅送烟 圣诞的前一天 马威和李子蓉 忙到午后四点钟就忙完了 马威笑着 哎 老李 上门哪 该玩玩去了 好 关门 哎 老李 门口的电灯也撵下去吧 撵下去 留着胡闹口的那个灯就行了 老李 我得送你点礼物 你要什么 哎呀 马老先生不是已经给了我一双皮鞋了吗 别再送了 那是父亲的 我还非得给你点东西不可 你替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累呀 哎 我告诉你啊 老马 李子蓉笑着说 咱们可不准闹客套 我帮助你 你可天天的管着我的饭呢 那 那无论怎么说 非送你点东西不可 你要什么吧 李子蓉抓了半天头发 没言语 马威还是盯着问 你说话呀 老李 那 你要是非送礼不可 那给我买个表吧 李子蓉说着 从衣袋里把他的破表掏出来 放在耳朵旁边摇了摇 嘿 你看这个表 一高兴啊 一天快两个钟头 一步高兴呢 一天慢两个钟头 嘿 还外带只有短支 没有长支 好了 你花几个先令 给我买个新的吧 什么 几个先令 老李 马威睁着大眼睛说 要买就得买好的 你不用捣乱 咱们一块去买 走吧 马威扯着李子蓉走 李子蓉啊 向来是什么事都不怕 今天可是有点退缩 脸上痛红 不知的怎么办才好 哎呀呀 你别忙啊 你先等我把那辆破自行车送回去 那好 那咱们一块走 你骑上 带着我 两个人上了车 呼呼悠悠的跑到了车行 还了车 清了账 出了车行 马威 马威用力扯着李子蓉 唯恐他抽空跑了 两个人走一会儿站一会儿 走着也辩论 站着也辩论 马威主张 盗劫送礼是该当的 李子蓉说呢 送礼不应该花钱太多 马威说买东西就得要好的 李子蓉说呢 他的破表已经戴了三年了 实在没有买好表的必要 马威越着急 眼睛瞪得越大 李子蓉越着急 脸上越红 两个人从圣保罗教堂 穿过了剑脉街 到了贾陵十字街 由这儿又穿过皮开得利 到了瑞珍大街 看见了一个钟表铺 马威便要进去 李子蓉是扯着马威就跑 马威可有点真急了 哎呀 我说老李 你这么着就不对了 那你得答应我 买不过十个先令一个的表 不然呢 我不叫你进去 那好吧 马威没办法 只好答应 在一家极大的钟表铺 买了一只十个先令的表 马威的脸羞得痛红 李子蓉是一点不绝合 把表放在口袋里 挺着腰板 好像兵马大元帅似的走出来 老马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在铺子外边 李子蓉拉住了马威的手不放 连三并四的说 谢谢你 真谢谢你啊 我可不给你买东西了啊 我可不给你买东西了 马威几乎落下泪了 没说什么 只是用力握了握李子蓉的手 哎 老马 你把铺子里的钱都送到银行去了吗 我都送去了 老李 你明天上哪玩去 我 李子蓉摇了摇头 你明天找我来好不好 嗨 明天汽车电车都就开半天啊 出来不方便 那这么着 你后天来 咱们俩一块听戏去 忙了一劫了 难道还不玩一天呢 好吧 后天见 谢谢你 李子蓉又和马威拉了一回手 然后赶火车似的向人群里跑去了 马威看着李子蓉 直到看不见他了 才慢慢的低着头回了家 天还是阴着 空中稀拉拉的飘着几片雪花 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马了 男女老少都在家里庆祝圣诞 温都太太请了多瑞姑姑来过节 可是始终没有回信 直到圣诞早晨 末一次游递 才得着了她的一封简短的信和一包礼物 信中的意思是 和中国人在一块 生命是不安全的 圣诞是快乐享受的节气 似乎不应当自找恐怖与危险 温都太太看完了信 有点不高兴 小嘴儿撅起多高 可是她又一想 也难怪多瑞姑姑 普通的人谁不把中国人和惨沙连在一块说呢 她撅着小嘴儿把包打开了 一双手支的毛线手套是给她的 一双肉色的丝袜子是给玛丽的 她把女儿叫了母女批评了一回多瑞姑姑的礼物 玛丽姑娘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似的 红嘴唇抹得深险正合适 眉毛和眼毛全打成了黑黑的 酒窝四围用胭脂润润的拍红 好像两朵娇羞的海棠花 温都太太看着女儿这么好看 她心中又高了性了 把撅着的小嘴儿改成了笑嘻嘻的 轻轻的在女儿的脑门上吻了一下 母女把多瑞姑姑的礼物收起来 开始忙着预备圣诞的大餐 煎吵的事全是温都太太的 玛丽只是伸着白手指头 离活远远的包点果仁 拿个碟子什么的 而且是随包随吃 两个小酒窝一鼓一鼻子动 一会儿也没闲着 老马先生吃完早饭 在客厅里边坐下抽烟 专等看看圣诞大餐是到底是什么样 坐了没有一刻钟 叫温都太太给赶出去了 到书房去 他笑嘻嘻的说 回来咱们在这里吃饭 不听见铃声叠下来 听见没有 老马先生知道英国妇女处处要逞强 有点什么好东西 总要出其不意的拿出来 好叫人精益叫好 他叼着烟袋笑嘻嘻的上楼了 温都姑娘也帮着母亲说 吃饭的时候想着把礼物拿下来 哎 马威呢 温都太太也在楼下喊 马威 马威 马威在楼上回答 这儿呢 什么事 不到吃饭的时候别进客厅 听见没有 好了 我带着拿破仑出去绕个圈好不好 马威跑了下来 那正好 走你们的 一点钟准吃饭 别晚了 温都太太把狗交给马威 轻轻的亲了狗耳头一下 马威把狗带走 温都母女在楼下忙 马老先生一个人叼着烟袋 在书房里坐着 他心里边想 哎 圣诞节 应当到教会去看看 嗯 等年见了医牧师的时候 也好有话说呀 这医牧师 大节些的给我本圣经 那哪怕你给我点小玩意儿呢 那到底他有点过节的味儿 这一本圣经 我还能吃圣经 我还能吃圣经 喝圣经啊 糊涂 马老先生决定不上教会了 他拿出给温都母女买的节礼 打开包看了一遍 然后又照旧包好 包好之后 又嫌麻绳太粗不好看 丢着烟袋到自己的屋里边去找 找了半天找不着细绳子 回到书房 想了半天主意 哎 对了 他跑到马威的屋里边去找红墨水 然后把绳子染红了 放在火旁边烤着 嘿嘿 红颜色多么奇眼啊 这妇人们都爱红的 把绳子烤干了 又把包捆好 放在桌上 然后把红墨水瓶送回去 还细细的看了马威的屋子一回 马威的小桌上已经摆满了书 马老先生也说不清 他是什么时候买的 墙上挂着李子荣的四寸小相片 头发乱碰碰的 脸上挺俗气的笑着 马老先生朝着那相片啊 打了个涕子 床底下堆着箱子 靴子 还有一双冰鞋 这小孩子什么都学 又学溜冰 哎呀 这冰上可有危险 回来告诉他 别再去溜冰了 好家伙 一下掉在冰窟里 那闹着玩的呢 马老先生回到书房 天上点煤 又坐下抽烟 哎呀 好像忘了点事 什么呢 他用烟袋敲着脑门 什么呢 哦 对了 忘了给哥哥的坟上送点鲜花去 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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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圣诞 大家全歇功了 那街上准宝 买不到鲜花了 嗨 这人要是老了啊 可真是糟糕 这只想着 只想着 到底是忘了 哎 盼着发财吧 把哥哥的灵运回去 盼着早早的回家吧 哎 哎 我要是能和他 哎呦 不行不行不行 给马威娶个羊母去 这对不起人呢 娶她 再说 那就不用打算回国了 这不回国还行啊 可是杨太太们真好看啊 她不算一百成的好看吧 她可是干净抹你啊 还对了 外国妇人呢 是比中国娘们强 外国妇人就是没长着好脸子 她至少有个好身体啊 那腰是腰 腿是腿的 白胸脯在外边露着 胳腿像那小偶瓣似的 嗨 大圣诞子 别这么没出息 想点好的 嗯 待会也不是吃什么 大概是活鸡 没吃 可是 只要不给咱凉牛肉吃 那就得念佛 烧鸡的味儿 从门缝钻进一点 怪香的 还有点白蓝地酒味 啊 今儿还需有个一钟半钟的喝呢 马老先生咽了口吐沫 马威拉着拿破仑 在瑞珍公园绕了个大圈 直到十二点半才回来 把狗送到楼下 他上楼去洗手换鞋 预备吃饭 马威啊 上这儿来 马老先生叫他 马威换上新鞋进了书房 马威啊 你看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呢 怎么 您又想家了 父亲 马威在火旁边烤着手 马老先生没言语 父亲 明天你跟我们听戏去好不好 嗨 你们满街飞 我赶不上 父子全没的可说了 看见砖上的纸包 马威到自己的屋里 也把礼物拿来放在一块 哎 你也给他们买东西了 嘿 可不是 妇人们喜欢这个呀 是啊 妇人们 马老先生说的这儿就不言语了 楼下铃响了 马威抱着礼物 马老先生在后边跟着下了楼 温都母女已经坐好了 都穿着新衣裳 脸上都是刚擦的粉 拿破仑在钢琴前面的小凳上蹲着 脖子上系着根红龙绳 琴上点着两只红蜡烛 小狗看着那小火苗一跳一跳的 他猜不透其中有什么奥妙 马老先生把包好的七个先令六便士 放在了小狗的腿前边 坐下吧 你们男人们 温都太太笑着说 马威把送给他们的礼物都放在他们面前 父子救了座 桌上是新挑花的台布 碗碟下边全垫着五色的小席垫 也全是新的 桌子中间一瓶粉菊花 瓶子两边是两点果子 碟子里放着几个棉花做的雪球 桌子四角放着小抱主 一个人面前一个小玩意儿 马家父子的是小女瓷娃娃 玛丽的是个小布人 温都太太的是一只小鸟 温都太太面前放着一个大盘子 里边是一只烧好了的火鸡 玛丽面前是一盘子火腿和炸肠 两瓶葡萄酒在马老先生背后的小桌上放着 生菜和煮熟了的青菜全在马威那边放着 这样布置 为的是叫人人有点事做 温都太太切火鸡 玛丽动手切火腿 马威等着布青菜 马老先生有意要开酒瓶 又不敢动手 试着要把面前的礼物打开看看 他看别人不动自己也不好意思动 马先生给我们点酒 温都太太说 马老先生打开一瓶酒给大家伙都针上 温都太太把火鸡给他们切好了递过去 然后给他们每个人一小匙子鲜红的粉冻 这马老先生闻着火鸡是怪香的 可是对那鲜红的粉冻有点怀疑 心里说 哎呀 这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吧 我也甭问了 大家拿起了酒杯先彼此的碰了一下 然后都抿了一口开始吃火鸡 一边吃一边说笑 玛丽是特别的高兴 喝些点酒去脸上红的更鲜润了 吃完了饭 玛丽和马威吃核桃针子什么呢 玛丽是用钳子把针子加碎 玛丽呢是扔在嘴里面硬咬 哦 妈妈 你看她的牙多么好啊 能把针子咬开 玛丽睁着大眼睛 非常的羡慕中国人的牙 嘿嘿嘿 那不算什么 瞧我的 马老先生也拿了个针子 蹬的一声咬开了 哦 你们真淘气 温都太太的一杯酒下去 心中飘飘忽忽的 非常的喜欢 她拿起一个雪球来 照着马老先生的头打了去 玛丽跟着也拿起一个 打在了马威的脸上 马威呢 把球接住 反手向温都太太扔了去 马老先生愣了一愣 才明白 这桌上的这些雪球啊 本来是为了彼此打着玩的 他慢慢的抓起一个 向拿破仑扔了去 拿破仑抱住了雪球 用嘴就啃 啃出一张红纸来 哦 马先生拿过来 那是你的帽子 温都太太说 马老先生忙着 从狗嘴里把红纸抢过来 果然是个红纸帽子 戴上戴上 马丽涵 老马先生 在圣诞大餐上都很高兴 他们看马老先生戴着的红纸帽子是特别的好玩 温都母女也把雪球打开 戴上了纸帽子 马丽涵还是一个劲的用球打他们 只把马老先生打了一身的棉红毛 温都太太叫大家拉住了小抱主 拉成一个圈 马丽涵 来 咱们一块 拉 棒棒棒棒 爆竹响了 拿破仑吓得往桌子底下藏 一个爆竹里有点东西 温都太太得的是两个小事 一起搁在嘴里吹 马威得着一块糖 马老先生又得了一个纸帽子 也套在头上 又笑了一回 马丽什么也没得着 非和老马再拉一回不可 老马撅着小胡子嘴和他拉 棒 马丽这回啊 得着了一截铅笔 马威说 该看礼物了吧 别别 咱们呀 一起拿着书房去 大家比一比 看谁的好 哦 妈 别忙 先看这个 马丽说着伸出右手来 给他妈妈看 啊 马丽 你和华盛顿订婚了 哦 马丽 温都太太拉着女儿的手 看着她胖手指头上的金戒指 然后母女对抱着 哼唧着 吻了足有三分钟 马威的脸变了颜色 马老先生呆呆地看着他们接吻 他不知道干什么好 马威定了定神 勉强地笑着 把酒杯举起来 向他父亲一识眼色 马老先生也把酒杯举起来 我们庆贺 马丽姑娘 马威说完了 抿了一口酒 咽了半天 才咽下去 马丽坐下 看看老马 看看小马 看看母亲 蓝眼珠一动一动地 放出一股 喜欢的光彩来 妈 我真喜欢 马丽把脑袋靠住母亲的胸脯 我明天上她家里去 她的亲友正式地庆贺我们 妈 我真高兴 温都太太轻轻地拍着她女儿的肩膀 眼中落下泪来 妈 怎么 你哭了 妈 妈 马丽身上去一只手 搂定了她母亲的脖子 哦 我是喜欢的 马丽 温都太太勉强地一笑 马丽 你和他们把这些礼物拿到书房去 我去喂狗 这就来 马威 来呀 马丽说着 拿起了他们母女的东西笑嘻嘻地往外走 马威看了父亲一眼 惨然一笑 毫不注意地把东西抱起来走出去 马老先生眨巴着眼睛 看出儿子的神奇不对 可想不起怎么样的安慰他 等他们都出去了 他拿起酒杯又珍了一杯 在那个挂着香丝豆的电灯底下 慢慢地滋润着 温都太太又回来了 马老先生忙着把酒杯放下 温都太太看了他一眼 看了看灯上边的香丝豆一眼 脸上一红 往后退了两步 忽然 他小脖子一梗 脸上更红了 飞快地跑到了马老先生的前面 捧着他的脸 整在他的嘴上 亲了一亲 马老先生的脸一下就紫了 身上微微地颤动 嘴唇木木张张地笑了一笑 跑上楼去 温都太太待了一会儿 也上楼来了 晚上都睡了觉 温都太太在床上抱着丈夫的相片 连三变四地吻 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落 我对不起你啊 宝贝 我不得已啊 我寂寞 玛丽也快走了 没有人跟我作伴啊 你原谅我 亲爱的 最亲爱的 我支持了这么些年了 我没法再忍了 寂寞 孤苦 哦 你原谅我 他抱着相片 睡着了 圣诞的第二天早晨 地上铺着一层白霜 阳光悄悄的从薄云里透出来 人们全出来了 有的在圣诞吃多了 父子兄弟全光着腿往乡下跑 这长途的静走啊 比吃化石顽强 有的带着妻子儿女去看父母 孩子们都不自然的穿着新衣裳 极骄傲的拿着心得的玩意儿 去给祖父祖母看 有的昨天睡晚了 到十二点还在被窝里忍着 脑袋生疼 因为酒喝多了 有的早早的就起来了 预备早点吃午饭 好去看戏 或者是看电影 看魔术 杂耍 马戏 无论是看什么吧 反正是非玩一玩不可 温都母女全起碗了 刚吃过早饭 李子荣就来了 她的鼻子冻得痛红 帽檐上带着几片 有树枝飞下来的霜 大场上有些土 因为穿上了马老先生 给她的新皮鞋啊 一出门便滑倒了 她起来的早 出来的早 一来呢 因为外边有太阳 二来因为马威给她的表啊 也是一天快二十多分钟 李子荣把新表旧表全带着 为的是比比哪个走得顶快 时间本来是人造的嘛 何不叫她快一点 是生活显得多忙乱一些呢 李子荣在门外喊 哎 老马 走啊 马威开开了门 哎 进来 坐一会儿 老李 哎 别进去了 咱们要打算听戏啊 非得早去买票不可 万一买不到票呢 我们还可以看马戏 或者是看电影去 晚了啊 可就哪也挤不进去了 走啊 快 马威进去穿上大厂 扣上帽子 又跑出来了 咱们先到皮开得利买票去 好 马威回答着 眉毛皱着 脸沉着 又怎么了 老马 老马 哦 没怎么 昨天吃多了 马威把手插在大厂兜里边 往前一直的走 李子荣看了看马威的脸说 嘿 吃多了 我不信 马威摇了摇头 心里边有点恨李子荣 李子荣这个人呢 可佩服 可爱 有时候也可恨 李子荣见马威不言语 心里边也有点恨他 嘿 马威这小孩子可爱 也有时候可恨 其实啊 他们谁也不真恨谁 因为彼此都很有爱 所以有时候仿佛彼此对恨 又是温都姑娘那回事吧 李子荣把这句话说的分外的不受听 哼 你管不着 马威的话更难听 管不着 我偏要管 李子荣说完了 嬉嬉的一笑 看着马威不出声了 他接着说 老马 事业好容易弄得有点希望了 你又要这个 难道你把事业责任 希望 志愿 就这样轻轻的牺牲了吗 嗨 我知道 马威的脸红了 斜着眼睛 瞪了李子荣一下 那他不爱你 你何必老想着他呢 那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我问你 我是个傻小子 我只知道傻干 我不能够为一个女人把事业牺牲了 看事情 看事情 眼前摆着的事 你不干 你们父子就得玩事大吉呀 这点事还看不清吗 马威说 你是傻子 你看不出爱情的重要来 他说完了 看了天空一眼 太阳还没有完全被云彩遮起来 我是个傻子 假如我爱一个不爱我的女人 那我才叫真傻呢 李子荣说着 全身一使劲 那心鞋底硬 又差点摔了个跟头 哎呀 够了够了 别说了成不成 够了 哦 这半天你光跟我抬杠了 一句正经的还没说呢 够了 那我恨你 李子荣 我还恨你呢 马威 李子荣说着就笑了 哎 没啥子 还得告诉你啊 马威的脸上 有了一丁点笑容 是这么回事 他和别人订了婚了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哎呀 我始终没忘了他呀 我忘不了 这么两三个月了 我试着想把他忘了 遇见他的时候 我故意的不看他 可是不行啊 不行啊 他老在我心的深处藏着 我知道我的责任 事业 我知道他不爱我 我可是忘不了他呀 他订了婚 我的心要碎了 心就是碎了也没用 我知道 可是 他眼睛看着地 冷笑了一声 不言语了 李子荣也没再说什么 走了半天 李子荣扑吹一声笑了 嘿 老马 我知道你的委屈 我没法劝你了 你不是不努力 你也想要忘了他 可是没用 我也真没法了 哎 搬家 离开他 行不行 那 等跟父亲商量商量吧 这两个青年人 到了皮开得力的戏馆子买票 买了好几家 全买不到 因为劫后 头天开场 票子全卖出去 于是两个人在饭馆吃了些东西 跑到奥林匹亚去看马戏 李子荣啊 是看什么都可笑 猴子骑马 狮子跳圈 白熊骑自行车 小驴跳舞 他看着全可笑 可是看着马威的脸上是一点笑容也没有 他也不好再笑出来了 他只好在肚子里笑 看完了马戏 两个人又喝了点茶 李子荣说 老马啊 还得打起精神干呢 事情已经有希望了 何必再一泄送弄坏了呢 你已经试过以身体的劳动胜过精神上的抑郁 何不再试一试呢 况且你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他已经订了婚了 何必一定往牛鸡这里钻呢 你回去再想想 老马改天见吧 改天见吧 老李 马威回到家中 温都太太正和他父亲一块在书房里坐着说话呢 温都太太笑着说 哈喽 马威 看见什么了 好不好啊 哦 去看马戏 真好 马威坐了下来 哎 我说 咱们也得去看 今年的马戏顶好了 马威一愣 嗯 咱们 怎么不用马先生了 有点奇怪啊 马老先生笑着说 哎 咱们 礼拜六去 好带着玛丽 是不是 马威又一愣 哟 又是一个咱们 哎 好 哎 别忘了 温都太太搭乘着出去了 父亲 咱们搬家 换个地方好不好 哎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换个地方新鲜一点 马老先生往火上贴了两块煤 父亲 你要是不愿意呢 算我没说 搬不搬 没多大关系 嘿 我看呢 在这挺舒服的 何必瞎折腾 多费点子钱 那再说 那温度 马老先生没往下说 假装咳嗽了两声 父子都不言语了 楼下玛丽姑娘唱起来 琴弹的乱七八糟 可是她的嗓子怪清凉的 马威 马威站起来来回走了几趟 马老先生低声的说 马威 你伯父留下的那个戒指 你给我了 哎 我多点说给您来的 父亲 你给我好不好 那是伯父给我的纪念物 似乎我应当存着 其实一个戒指又算得了什么呢 父亲 你要那个干什么呢 你又不戴 哎 是这么回事 哎 马威啊 哎 马老先生的脸慢慢的红起来 说话也有点结巴了 嘿嘿 他是这么回事 你看啊 哎呦 我有用 呃 是 那你看 温都太太 呃 我没法子啊 嘿 对不起你 没法子 他 你看 马威要说的话多了 自己想起来的和李子荣责备他的那多了 可是他不能说 有什么脸说父亲 看看自己啊 李子荣可以说 我 马威 没资格说话 况且 父亲娶温都太太 倒许有点好处呢 他会过日子 他不像年轻的姑娘那么奢侈 父亲有个家事 也许一高兴 死心塌地的做买卖 可是 将来怎么回国呢 想到这儿 他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来了 父亲 你要是在这儿安了家 这将来还回国不回国呀 马老先生叫马威给问愣了 真的 他会没想到这一层 回国是一定的 可是带着他 就是他愿意去 哎呀 我怎么安置他呢 真要是个大财主也好办了 在上海买大楼 试试跟在英国一样 可是咱不是阔人啊 叫他一个人跟着咱去 没社会 没社会 没乐趣 言语不通 饮食不服 哎呀 残忍啊 他去了非死不可呀 不带他回国 我老死在这儿 和哥哥的灵埋在一块儿 不行不行不行 非回国不可 不能老死在这里 哎呦 没法子 真叫没法子 马威啊 把这个戒指 拿去 马老先生低着头 把戒指递给了马威 然后两个手捧着脑门 一声也不出了 马老先生真为了难 而且没地方说去 跟马威说 不行 父子之间 哪好整本大套的谈这个呢 跟一牧师去说 他正恨着咱不帮着念中国书呢 去了那不是自找钉子碰 没地方去说 没地方去说 半夜没睡着觉 怎么想怎么不是路 不想又不行 急着闭上眼睡熟了 偏巧就梦见了过去的妻子 哎呀 妇人们 死了还不老实着呢 马老先生对妇人们有点怀疑 可是怀疑也没用 妇人是妇人 就是妇人们全入了三仙儿当尼姑 这些事还是免不了的呀 哎 妇人们呢 第二天早晨起来 心里头还是糊糊嘟嘟的 跟天上的乱黑云一样 吃早饭的时候 马威一句话没说 撅着嘴死嚼面包 恨不能把牙全嚼烂了才好 马老先生斜着眼睛 从眼镜的边框上看他的儿子 心里边有点发酸 赶紧把眼珠转回来 心不在焉的伸手成了一匙子盐 倒在茶碗里了 温都母女正谈着马戏的事 马力的眼睛好像蓝汪汪的水上 加上了一点油那么又蓝又润 看着妈妈的小尖鼻子 他已经答应和他妈妈一块去看 即使听说马老先生也去 他又设法摆脱 先说华盛顿约他看电影 后来又说有人请他去跳舞 马威听着不顺耳 赌气的一吹铁子 站起来就出去了 哟 怎么了 温都太太说 说完了小嘴还张着 好像个瘦了精的小母精 马力一耸肩笑了笑 马老先生没言语 喝了口碗里边全是盐的茶 吃过早饭 吃过早饭 马老先生叼着烟袋慢慢的溜出去 大街上的铺子十之八九还关着门 看着非常的惨淡 叫了辆汽车到亚历山大的家里去 亚历山大的街门是大红的 和亚历山大的脸差不多 老马一问铃 出了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 脸上只有一只眼睛 鼻子挺大挺红 好像刚喝完了两瓶啤酒 此外啊 没有可以注意的东西 马老先生没说什么 老太婆也没说什么 老太婆一点头 那只瞎眼睛无意识的一动 跟着就往里走 马老先生在后边随着 两个人好像可以完全彼此了解 用不着言语传达他们的心意 这亚历山大的书房啊 是又宽又大 颇有点一眼看不到底的样 山墙中间一个大火 烧着一堆木头 火苗往起喷着 似乎要把世界都烧红了 墙上挂马的东西 什么都有 相片 油画 中国人坐寿的洗杖子 还有好几把宝剑 两三头大鹿脑袋 那鸡酒很危险的往左右撑着 亚历山大正在火前站着 嘴里丢着根大铝送烟 烟灰在地毯上已经堆了一个小坟头 哈哈 老马 快来快来 暖和暖和 亚历山大给他拉过把椅子来 然后对那个老太太说 哈顶太太 去拿瓶一九一十的红葡萄来 谢谢 老太太的瞎眼睛动了动 像个来去无踪的鬼似的转身出去了 老马吃完了早饭 闲着没事叫了辆汽车 来到了亚历山大的家里 亚历山大一见老马非常高兴 他拍着老马的肩膀说 嘿嘿 我说 老马 结果的好不好 喝了酒没有啊 哦 不行不行 那个小寡妇绝不许你痛痛乖乖的喝 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 老马先生定了定神 咕吱咕吱的笑了一阵 老马 给你找俩外钱 你干不干 啊 嘿 什么事啊 马老先生似乎有点不爱听外钱这三个字 他脸上还是笑着 可是鼻窝子那流显出了一点冷笑的意思 嗨 你先不用提什么事 五磅前一次 三次 你干不干吧 亚历山大用吕送烟指着老马的鼻子问 这个时候门开了 前面走着个老黑猫 后边跟着哈定太太 哈定太太端着个小托盘 盘子上一瓶葡萄酒两个玻璃杯 他把托盘放在桌上 给他们针上了酒 针完了酒 瞎眼睛动了一动 就往外走 他烧在脚的踩了黑猫一下 亚历山大举起酒杯说 老马 喝着 真正一酒一十的 明白我的意思 哎我说 你到底干不干呢 五磅前一次 嘿嘿嘿 到底什么事啊 老马喝了口酒 什么事 嘿嘿嘿 拍电影 你明白我的意思 哎呀 我哪会拍电影啊 你别打哈哈了 马老先生看着杯里的红酒 哎哎 容易容易 亚历山大坐下 把他那两只小船似的脚 放在火前边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帮着电影公司画布景 啊 自然是关于东方的景物了 我呢 在东方不少年 当然比他们知道的多呀 嘿 我告诉你 有一分知识是挣一分钱 哎 把知识变成金子 那才算有用了 哎 咱们往回说啊 现在呢 他们正在拍一个上海的故事 他们在东伦敦呢 找了一群中国人 全是扁鼻子 窄眼睛的玩意儿 哎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啊 自然呢 这群人是专为成群打火的起哄 叫影片呢 看着真相中国 所以他们的鼻子 鼻子眼睛的好歹全没关系 那个导演呢 看这群人和一群羊 他没什么分别 嘿嘿 演农村的景嘛 他们要一群羊 照上海的景嘛 那就要一群中国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咱们再往回说啊 他们现在要一个起面的中国老头 办中国的一个富商 哎 并没有多少座牌 只要长得体面 站在那像个人似的就行 演三幕 一次五磅钱 你干不干 没有座牌 导演告诉你站在哪 你就站在哪 叫你走道 你就走几步 哎 容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啊 白捡十五磅钱呢 你干不干 亚历山大越说 声音越高 他一口气说完 把一杯酒全灌了下去 灌到嗓子眼里直咕咕的响 老马先生听着亚历山大嚷 一边心里边盘算着 哎 反正是非得娶他不可呀 还是一定得给他买个戒指 由铺子里边拿钱买 哎 就是马威不说什么 他李子荣那小子也得给马威出坏主意啊 拍电影 啊 冲一回富商 又不难 白得十五磅钱 给他买个小戒指 都不错 嘿嘿嘿嘿嘿 自然了 演电影不算什么体面事 况且和东伦敦那把子东西一块挤 这玩意儿失身份 他失身份呢 可是 哎 你到底干不干呢 亚历山大在老马的耳根的底下放了个炸弹似的 怎么样 再喝一杯 干 老马先生一面揉着耳头一面点头 嗯 好了 定归了 过两天咱们一块见导演去 来 再喝一杯 两个人把一瓶酒全喝了 哈定太太 哈定 亚历山大喊着 再给我们来一瓶 虾老太太又给他们拿了一瓶酒 又踩了黑猫一脚 黑猫翻着眼珠看了他一眼 是一声也没出 亚历山大凑到老马的耳根根子底下说 嘿 我说 你知道这猫为什么不叫婚吗 啊 是只傻猫 哈哈哈哈 他叫婚不出来了 他还醉着呢 啊 昨儿晚上跟我一块喝醉了 他要是不常喝醉了我 他要命也不在这待着 那哈定太太睁着的那只眼睛啊 他专门看不见猫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哈哈哈哈 亚历山大笑开了 老马先生也笑开了 把这几天的仇闷全笑出去了 新年不过是圣诞的余波 人民并不疯了似的闹 铺子也照常的开着 快乐的新年 虽然在耳边嗡嗡着 可是各处没有一点快乐与新鲜的表现 天气还是照常的悲苦 雾里的雨点鬼鬼丘丘的 把人们打得都缩起了脖子 像无精打采的小鹿似 初显的十二点钟 街上的钟声 气笛 一起响起来 马威 一个人 光着头 在街上的黑影里边站着 偷偷的 落了几点泪 一来是有点想家 二来是心中的苦处 触击而发 他擦了擦泪 叹了一口气 哎 还是得往前干 明天是新年了 忘了以往的吧 第二天 他早早的就起来了 吃过早饭 决定软软的去走一回 给新一年 一个勇敢的开头 他告诉了父亲 早一点到铺子去 他自己到十二点以后 才能到 出了门 坐上辆公众汽车 一直到植物园去 车走了一点来钟 才到了植物园外边 园子外边没有什么人 园门还悄悄的关着 他遮回到大桥上 扶着石栏杆 看着泰晤士河 河水灰汪汪的流着 岸上的老树全静悄悄的立着 看着河水的波动 马威呆呆的看着河水 心思随着河水越走越远 似乎把他自己的存在全忘了 远处的钟敲了十点 马威迟迟顿顿的离开了大桥 又回到园门来 门已经开了 马威把一个桶子放在小铁桌子上 那看门的困眼巴唧的 看了他一眼 马威向他说了一声快乐的新年 除了几个园丁 园内看不见什么人 马威挺着胸 吸了几口气 园中新鲜的空气 好像是给他一个人预备的 老树 小树 高树 矮树 全都光着枝干 安闲的在休息 没有花给人们看 没有果子给鸟吃 只有弯曲的树枝子 在空中画上一些自然的花纹 和尚的白鸥和小野鸭 叽叽喳喳的叫着 叫得非常的悲苦 野鸭子差不多都缩着脖蹲着 有时候用扁嘴在翅膀上抹一抹 看着总搓手有点傻气 走到河的尽头 看见了松烧上的塔尖 马威看见老松与中国的宝塔 他心里边不由的高兴起来 呆呆的站了半天 他的心思完全被塔尖给引到东方去了 站了半天 只看见了一两队游人 从树林中间影尸的穿过去 他定了定方向 向小竹园走了去 竹园里边没有人 没有声音 只有竹叶子 带着水珠在轻轻的动 他出了竹园 进了杜鹃山 这是两个小土山 种满了杜鹃 夹着一条小山沟 山沟里比别处都暖和一点 春天杜鹃开花的时候 要多么好看 红的 白的 浅粉的 像 马威忽然想到 嗯 像玛丽的脸蛋 想到这儿 他周身忽然觉得不合适 心仿佛也要从嘴里边跳出来 哎呀 没用 没用 他想着他 同时恨着自己 着急而又后悔 嗯 非忘了他不可 别和父亲学呀 马威摸了摸口袋 摸上了那个小戒指 他把那个小戒指 放在手心上 呆呆的看着 然后用力的往地上一摔 摔到了一堆黄叶子里边去 那个钻石 在一个破叶缝里 一闪一闪的发亮 愣了半天 听见远远的脚步声 他又把戒指捡起来 仍旧放在口袋里 山沟是弯弯的 他看不见对面来的人 转身往回走 他不愿意遇见人 马威 马威 后边有人叫他 马威听见有人叫他 他还走了几步 才回头看 哦 伊姐姐 欣喜欣喜 伊姑娘说着中国话 笑着和他握了握手 伊姑娘比从前胖了一点 脖子上围着一条狐皮 更显得富裁一点 他穿着一身蓝泥的衣裙 夹着一顶轻柔软帽 帽眼自然的往下垂着些 看着稳重极了 在小山沟里站着 叫人说不上来 是他还是那些冷静的杜鹃 更安稳一些 伊姐姐 你怎么这么早啊 上这里来 非早不可呀 一等人多了 就没有意思了 你过年过得好啊 马威 伊姑娘用小手绢揉了揉鼻子 手指在手套里边鼓砰砰的 把手套全撑圆了 怪好看的 我挺好 你没上哪去啊 没有 大冷的天 上哪也不舒服 两个人骑着肩膀走 出了小山沟 马威不言语了 眉头皱着一点 大黑眼珠盯着地上的青草 伊姑娘看着她的脸说 马威 你怎么老不喜欢呢 她的声音非常的柔和 眼睛发着些亮光 显得很慈善 聪明 而且秀美 马威叹了口气 看了她一眼 马威 告诉我 怎么回事 告诉我 伊姑娘说得很恳切 很自然 跟着微微的一笑 笑得和天上的仙女一样的纯洁 和善 哎 叫我从何说起呢 姐姐 马威勉强一笑 比哭的样子还凄惨一些 嘿 况且 有好些事 不好告诉你啊 姐姐 你是个姑娘 伊姑娘又笑了 觉得马威的话真诚 可是有点小孩子气 嘿 马威 告诉我 不用管我是不是姑娘 为什么姑娘应当比男人少听一些事呢 伊姑娘又笑了 似乎把马威和世上的漏俗全笑了一下 那 那咱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好不好 嘿 你要是不累 咱们还是走着谈好 坐定了太冷 我的小脚趾头已经动了一个包了 说吧 马威 哎 全是没法解决的问题啊 马威迟钝的说 还是不愿意告诉他 那我听一听 解决不解决是另一个问题吗 伊姑娘说的非常痛快 声音也高了一些 马威知道非说不可了 他只好粗粗的给他个大略 要是真要细说呀 他的言语是不够表现他的心思的 那好 我大概齐的说吧 我爱马力 他不爱我 可是我忘不了他 我什么方法都试了 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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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还是不行 我恨自己也没用 我恨他也没用 我知道我的责任 事业 可是他 他老在我的心里边刺闹着 这是第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父亲 他可能已经和温都太太订了婚了 姐姐你知道 普通英国人都拿中国人当狗看 他们要是结婚 那温都太太就永远不用想再和亲友来往了 那岂不是陷入一个活地狱吗 父亲要带他回国呢 那住三天 他就得疯了 咱们的风俗这么不同 父亲又不是个财主 温都太太不能受那个苦 我现在不能说什么呀 他们相爱 他们要增加彼此的快乐 是快乐还是苦恼 这是另一个问题 可是你想 我怎么好反对呢 这又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还有呢 我们的买卖 现在全料在我的肩膀上了 我爱念书 可是不能不管铺子的事 管铺子的事就没工夫再念书 父亲是简直的不会做买卖 我不管 好了 铺子准得一个月赔上几十磅 我管吧 好了 不用打算专心念书了 可是不念书 我算干什么来了 你看 我忙得连和你念英文的时候都没有了 我没有高明的主意 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姐姐 你聪明 你爱我们 你帮着出个好主意吧 两株老马尾松站在他们面前 枝上垂着几个不整齐的松毯 灰云薄了一点 极弱秀的阳光 把松汁照得有点金黄色 马尾说完了 看着枝上的松坎 凯撒林轻轻的拉了拉脖子上的胡皮 由胸间放出一股热嘟嘟的香味 凯撒林问 马尾不是已经和华盛顿订婚了吗 哦 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 我认识她 凯撒林的脸板起来了 呆了半天 她又笑了 可是很不自然 她已经属于别人了 你还想她干嘛呢 马尾 马尾听了以后 似乎有点嘲笑凯撒林的说 就是这一点不容易解决嘛 不容易解决 不容易解决呀 凯撒林好像是在跟自己说 点着头 冒眼轻轻的颤着 爱情啊 没人明白到底什么是爱情 马尾有点着急的样说 怎么 姐姐 你没有好主意 凯撒林似乎没听见 还在嘟弄着 爱情 爱情 那你礼拜六有事没有 一姑娘忽然看了她一眼 干什么 我要请你吃中国饭 你来不来 好啊 谢谢你 马尾 什么时候 下午一点吧 再逛人楼 好吧 哎 马尾 你看 树上的松毯 多么好看 好像几个小铃铛 马尾没有言语 又抬头看了 两个人都不言语了 穿出松林 拐过水池 不知不觉的到了园门 两个人都回头看了看 园中还是安静 优美 清凉 他们把这些都留在了后边 都带着一团说不出来的混乱 爱情 愁苦 出了园门 这就是他们的快乐的新年 伦敦的几个中国饭馆 要数状元楼的生意最发达 地方宽重 饭食又便宜 早晚还真有群贤避急的样 不但是鲜罗人 日本人 印度人到那儿解馋去 就是英国人 穷美术家 系着红领带的社会党员 争气好胜的胖老太太 也常到那里去喝杯龙井茶 吃一碗鸡蛋炒饭 美术家和社会党的人到那里去 为的是显出他们没有国界思想 胖老太太到那里去 为的是多得一些谈话资料 其实他们呢 并不喜欢喝不加牛奶的茶 也不喜欢肉丝鸡蛋炒在饭一块 中国人倒不多 一来呢 是吃不着真正中国饭 二来呢 是不大受女跑坛的欢迎 在中国饭馆里做事 当然没有好姑娘 好姑娘哪肯和中国人打交道呢 人人知道跟中国人在一块 转眼的功夫就有丧掉生命的危险 美和品行上有可怀疑的姑娘们就不在乎了 和傻印度飞飞眼 晚上就有两三磅钱入手的希望 和日本人套套交情呢 只不计也能够得一包橘汁皮糖 中国人呢 不敢惹 更不屑于招待 人们都看不起中国人嘛 妓女也不是例外的 妓女也有他们的自由和骄傲 谁肯招呼人所不齿的中国人呢 范掌柜的颇有人缘 小眼睛眯缝着 好像自打升起来就没有睡醒过一回 可是脸上老是笑 美术家很爱他 因为他求他们在墙上随意的画 什么小脚娘们啊 瘦老头抽鸦片呢 那么乡下老头带着小便给菩萨磕头啊 是五光十色的画了一墙 范掌柜的和马老先生已经成了顶好的朋友 真像亲哥们似的 马老先生虽然根本看不起买卖人 可是饭掌柜的应酬周到 小眼睛老眯缝着笑 并且时常的给马老先生做点特别的菜 马老先生真有点不好意思 不和老饭套套交情了 再说呢 他是个买卖人 不错 可是买卖人里边也有好人不是 马老先生到饭馆来吃饭 向来是不理学生的 因为学生们他看着太俗气 谈不到一块 况且这群学生将来回国那都是要做官的 马老先生想到自己的官运不通 不但不愿意理他们 有时候还隔着大眼镜狠狠地瞪他们一眼 马威到状元楼的时候 马老先生已经吃完了一顿水饺回家了 因为温都太太下了命令叫他早回去 状元楼的厨房是在楼底下 茶 饭 和菜 都是用和吸水的鹿鹿差不多的一种机器给拉上 这种机器是饭掌柜的发明 简单适用 而且颇有声韵 滋牛咕噜 滋牛咕噜 他带着一股不可分析的菜味 一起上来 食堂是分为内外两部 外部长而窄 墙上画着一些中国文明史的插画 什么老头吸鸦片 小姑娘裹小脚啊 还写着一些什么清明时候雨纷纷之类的诗句 里边呢 是宽而扁 墙上挂着几张美人香烟的广告 这中国人呢 总喜欢到里边去 因为看着有点雅醉的意味 外国人喜欢在外边坐 一来呢 可以看墙上的画 二来呢 可以看陆陆的升降 外边已经坐满了人了 马威到了里边去 找了张靠墙角的空桌子坐下 屋里边有两位中国学生 他全部认识 他向这两个中国学生有意无意的 微微的点了一下头 可是他们并没有理他 当然 一个小女跑坛的歪着头 大咧咧的问 马威点了点头 那两位中国学生正在谈怎么请求使馆抗议骂中国人的电影 马威听出来了 这二位啊 一个姓毛 一个姓曹 马威看出来了 那个姓毛的戴的眼镜可是几乎没有眉目 那个姓曹的没戴的眼镜可是眼神绝不充足 马威猜出来了 那个姓毛的主张强迫公使馆提出严格抗议 如果使馆不办 就把自公使制书记全拉出来臭打一顿 那个姓曹的说呢 国家衰弱 抗议是没有用的 国家强了 不必抗议 人家就根本不敢骂你 这两个人是越说越拧葱 是越说声音越高 姓毛的恨不得马上就打老曹一顿 而姓曹的呢 却带出了毫不示弱的神气 两个人不说了 低着头吃饭 可是脸上却露出了随时要干一架的神气 马威来到了伦敦的中国餐馆 撞圆楼 餐馆的外部已经坐满了人了 马威向里边走去 找了个空桌子坐下 这屋里边 有两位中国学生在争论 这二位 一位姓曹 一位姓毛 他们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 简直要大动干戈 后来呢 两个人又不说了 低着头吃饭 显然都憋着一股的气 正在这时候 姨姑娘进来 她和马威握了握手 对不起 马威 我晚了 哦 不晚不晚 马威说着把菜单递给她 姨姑娘拉了拉衣筋 很自然的坐下 那个姓曹的和姓毛的 同时看了姨姑娘一眼 说了几句中国话 跟着开始说英文 姨姑娘点了一碟炸春卷 马威又配上了两三样菜 姨姑娘微微的笑着说 马威 你这两天好点了吧 马威也笑着回答 是啊 精神好多了 那个姓毛的恶意的看了马威一眼 这马威心里边有点不太舒坦 可是她依旧和姨姑娘在说话 马威 你看见华盛顿没有 姨姑娘看着菜单 第一声的问 没有 这几天晚上她没来找马力 哦 姨姑娘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 看了马威一眼 可是刚一和马威对眼光 她又看别处去了 春卷先来了 马威给姨姑娘夹了一个 姨姑娘用叉子 把春卷断成了两段 非常小心的咬了一口 下巴底下的肉轻轻的冻着 把春卷慢慢的咽下去 吃的是那么香甜 安适美满 她的举动和马力一点也不一样 马威刚把春卷夹开 刚要往嘴里送 那边那姓毛的用英文说话了 哎呀 这个外国的妓女啊 是专门陪着人们睡觉的 你有钱找她们去睡觉好了 茶馆九四里不是会妓女的地方吗 我告诉你啊 曹 我最不喜欢看年轻轻的小孩子带着妓女满世纪踹 请妓女吃中国饭 姨姑娘的脸红得和红墨水瓶一样 不过她仍然很安稳的把叉子放下要站起来 马威赶紧拦住 别 她的脸完全白了 嘴唇颤着 只说了这么一个字 那个姓曹的说了 哎 毛啊 你这是怎么了 外国妇女不都是妓女 他这是用中国话说的 那个姓毛的呢 依旧用英国话说 哎 我所知道的女人全是妓女 哎 可是我不爱看人家把妓女带到公众的地方来出风头 他又看了马威一眼 哼 出哪家子风头嘛 你花得起钱请她吃饭 还偷着你有钱呢 咱讲就花钱和他们睡一夜 依姑娘站起来了 马威也站起来了 拦住了她 别 你看我制止她 依姑娘没言语 还在那站着 浑身颤动 马威走了过去 问那个姓毛的 你说谁呢 她的眼睛瞪着 射出了两道纯白的火光 这位毛先生不敢叫横 可又不愿意表示软弱 哎 我 我 我没有说谁啊 饭馆里难道不许说话吗 不管你说谁 我请你道歉 不然 你看这个 说到这儿 马威把拳头在桌上一放 这姓毛的像小蚂蚱似的往里一跳 跳到了墙角 是一个劲儿的摇头 马威往前挪了两步 瞪着这位毛先生 毛先生的眉毛 鬼鬼丘丘的往一块拧 还是直摇头 哎 哎 好说 好说 不必生气啊 啊 那个姓曹的站起来打算拦住马威 马威用手一推 对 这曹先生又坐下了 马威盯着毛先生的脸 接着问 你道歉不道歉 毛先生还是摇头 而且摇的颇有规律 马威冷笑了一声 他看准了毛先生的脸 啪啪 左右开花 放送了两个嘴巴 这两个嘴巴呀 正在眼镜之下 嘴唇之上 毛先生觉得疼得有点入骨啊 可是心里他觉得非常的痛快 他也不摇头了 女跑台呢 跑进了两个 都击咕击咕的笑 脸上可都变了颜色 外部的饭座也凑过来看 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饭掌柜的眯缝着眼 过来拉马威 一姑娘看了马威一眼 低着头就往外走 马威也没拦他 他刚走到内外部分界的小门 看热闹的里边有一位说话了 凯 你 你在这干嘛呢 哦 保罗 咱们一块回家吧 凯撒林低着头说 没有看他的兄弟 你等等 等我弄清楚了再走 保罗说着 从人群里挤进去 把饭掌柜的一拉 这饭掌柜的笑嘻嘻的就倒在地上 那头磕在桌子腿上 磕成了一个青蓝色的包 保罗把手插在衣袋里问 马威 你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是个人似的 和我们的姑娘一块混 要贪便宜的时候 你想着点英国男人的拳头 马威没言语 煞白的脸 慢慢的红起来 那边那位毛先生 又用英语说话了 哎 你看你看你看 哎 曹 你看哪 往外带妓女有什么好处啊 这马威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一咬牙猛的向毛先生一扑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保罗兜着马威的下巴就是一拳 马威退 退 退 退了好几步 扶住了一张桌子 没有倒下 那毛先生小骂着似的 由人群里边跳出去 范掌柜的要过来劝 又迟疑 笑嘻嘻的用手摸着头上的包 他没敢往前去 保罗冷笑着说 嘿 再来 再来 马威摸着脖子 看了保罗一眼 门外的中国人们要进来劝 可是英国人们把门拦住了 看他们打 打完了完事 公平交易 公平的打嘛 几个社会党的人 向来是奔走和平 反对战争的 可是到底是英国人 一听见公平的打 他从心眼里边赞同 都站在那儿 看他们决一胜负 马威缓了一口气 把脖子上的硬领一把扯了下来 又扑过保罗去 保罗的脸也白了 他躺住了马威的右手 一拳照着马威的左肋打了去 又把马威送回了原地 马威并没有缓气 一扶桌子 邓石一攒劲 在保罗的胸部虚晃了一下 没等保罗还手 他的右拳打在了保罗的下巴底下 保罗往后退了几步 一咬牙他又上来了 在他双手还替身体用力平衡的时候 马威稳稳当当的又给了他一拳 保罗一手扶着桌子 就出溜下去了 他两腿拼命的往起站 可是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马威看着他 他还是没站起来 马威上前把他掺了起来 然后把右手伸给他 来 握手 保罗把头一扭 没有接马威的手 马威把他放在一张椅子上 捡起了硬领 慢慢的往外走 嘴唇直往下滴的血 几位社会党的人们看着马威没说什么 可是心里有点恨他 这平常讲和平是容易的 一旦看见外人把本国人给打了 他心里边不知不觉的就变了挂了 毛先生和曹先生早已经走了 马威站在饭馆外边 找不见一姑娘 他安上了硬领 擦了擦嘴上的血 冷笑了一阵 没几天的功夫 马丽的情绪变化很大 妈 妈 妈 玛丽含着泪 两个眼珠好像带着露水的蓝葡萄猪 妈 好几天没看见华盛顿了 给他写信也没回信 我得找他去 我得问问他 妈 我现在恨他 他倒在母亲的怀里 呜呜的哭起来 玛丽 好玛丽 别哭 温都太太拍着玛丽的脑门 劝说 眼睛里边也含着泪 华盛顿一定是忙 没工夫来看你 爱情和事业 有时候是不能兼顾他 信任他 啊 别错想了他 他一定是忙 玛丽 你是在礼拜六出去惯了 今天没人和你出去 所以特别的不高兴 你等着 晚上他一定来 他要是不来啊 我陪你看电影去 玛丽 玛丽抬起头来 抱着母亲的脖子 亲了亲 温都太太 替女儿往后拢了拢头发 玛丽一边抽的 一边用小手绢擦眼睛 妈妈 那你看他是忙吗 你真的这么想吗 连写个明信片的功夫都没有 我不信 我干当时又交了新朋友了 把我给忘了 男人都是这样 我恨他 玛丽 别这么说 爱情是多少有些波折的 忍耐 信任 他到末了还是你的人 你父亲当年 他 温都太太没往下说 微微的摇了摇头 妈 你老说忍耐 信任 凭什么女的总得忍耐 总得信任 而男人可以随便呢 玛丽看着母亲的脸 一个劲的问 你已经和他订了婚 是不是 温都太太在问 简单而厉害 那订婚的条件是要双方守着的 他要是有意破坏 我为什么该一个人受苦呢 再说 我们要和他订婚 是他哀求我的 那现在 玛丽还坐在他母亲的怀里 脚尖 搓搓着地毯 玛丽 别这么说 人类是逃不出天然规律的 男的找女的 女的不能离开男的 婚姻是爱的结束 也是爱的尝试 也是爱的起头 玛丽 听妈妈的话 忍耐 信任 她不会抛弃了你 况且 我想她这几天一定是忙 玛丽站起来 在镜子前面照了照 然后在屋里来回的走 妈妈 我自己活着蛮舒服 我要高兴了 我可以不要男人 你 温都太太把这个字 说得很坚酸 那要男人的时候 找男人去就好了吗 咱们逃不出天然规律的管辖 玛丽说得有点嘲弄的意思 可是她心里边并不信这个 玛丽 温都太太看着女儿 把小红鼻子支起多高 玛丽不言喻了 依旧的来回走 心里边痛亏了一点 她一点也不信她刚才所说的话 可是这么说着 可以出出心中的恶气 温都太太也没把玛丽的话往心里听 她所盘算的是 怎么能叫玛丽喜欢了 她知道青年男女 特别是现代的青年男女 是闲不住的 总得给他们点事做 不计是跳舞 跑车 看电影 反正别叫他们闲着 想了半天呢 还是看电影最便宜 可是下半天还不能去 因为跟老马先生定好了 一块上街的 想到这儿 温都太太的思想 又转了一个弯 她自己的婚事 怎么告诉玛丽呢 玛丽是那么骄傲 能告诉她 咱要嫁个老马 由这儿她又想到 到底这个婚事 值得不值得呢 为保存社会的地位 还是不嫁她好 可是为自己的快乐呢 真的照玛丽的话办 要男人的时候 就去找她 那结果也许更坏 社会 风俗 男女间的关系 是不会真自由的 况且 男女间 有没有真自由 存在的地方呢 不能解决的问题啊 她擦了她小鼻子 看了玛丽一眼 玛丽还在来回的走 把脸全都走红了 马老先生低声的在门外叫 温毒太太 进来 温毒太太很飘洒的说 马老先生叼着烟带 扭了进来 心乃的硬领 比脖子大着一号半 看着好像个白螺圈 在脖子的四维转 过来 温毒太太笑着说 她给马老先生 整了整领带 玛丽斜眼看了他们一眼 咱们不是说 上街买东西去吗 哦 玛丽有点 不舒服 把她一个人搁下 我不放心 玛丽 你跟我们一块去好不好 我不去 我在家等着华盛顿 万一她今天来呢 玛丽把恶气出了 还是希望华盛顿来 那也好 温毒太太太说着出去换衣服 马威回来了 她的脸还是煞白 嘴唇还滴着血 因为保罗把她的牙打活动了一个 硬领歪七扭八的 领带上好些个鞋点 头发乱碰碰碰碰的 呼吸还很粗 马威 马老先生的脖子在硬铃里边转了个大圈 哦 马威 马丽的眼皮红着 嘴唇直颤 马威很骄傲的向他们一笑 一下子坐在椅子上 用袖子擦了擦嘴 马老先生走过来 对着马威的脸问 马威呀 怎么了 哦 咋架来的 啊 跟谁啊 跟谁啊 马老先生的脸白了 小胡子也立起来了 保罗 我把她揍了 马威笑了笑 看了看自己的手 这个时候 马老先生和玛丽一起说 保罗 啊 保罗 哎呦 马威呀 咱们可不应当得罪人呢 这马老先生是最怕打架 马太太活着的时候 小夫妻倒是有时候闹起来 可是和夫人开仗 她是另一回事 况且夫人多半是打不过姥爷的 马威小时候 马老先生一天到晚的嘱咐她 别和人家打架 遇到街上有打架的躲远着点 得 现在居然在伦敦打羊鬼子 而且打的是保罗 是伊牧师的儿子 马老先生呆呆的看着儿子 差点没昏过去 哦 马威 温都太太进来了 喊得颇像吓荒了的小鸟 哎呀 你看 他把保罗给打了 这怎么好啊 这怎么好啊 马老先生和温都太太叨了 哦 你这个小淘气鬼 温都太太过去看着马威 然后向马老先生说 小孩子们打架是常有的事 哎 玛丽 你去找点清水 给她洗洗嘴 然后温都太太又对马老先生说 咱们走啊 马老先生摇了摇头 温都太太没说什么 扯着马老先生的胳膊就往外走 马老先生一六歪斜的跟着她出去了 马力拿来了一罐凉水 一点竖嘴的药 一些个药棉花 先叫马威竖了竖口 然后她用棉花轻轻的擦她的嘴唇 马力的长眼睛毛 在马威的眼前一动一动的 她的蓝眼珠满含着慈善和同情 给她擦几下 仰着脖子看一看 然后又擦 她的头发挨着她的脸蛋 好像几根通过了垫的金丝 叫马威的脸完全热透了 完全红了 马威低起头去 不敢再看她 可是她觉到 由她胸脯那儿出来的热气 温和 香暖 叫她的全身 全颤动起来 马威 你们怎么答起来的 我和一姑娘一块吃饭 她进来就给我一拳 哦 马力看着她 心里有点恨她 因为她居然敢和保罗打架 可是又有点佩服她 因为她不但敢打 而且打胜了 崇拜英雄是西洋人的一种特色 打胜了的总是好的 马力不由的看着马威 有点可爱 她的领子歪着 领带上的鞋底 头发乱蓬蓬的 都非常有劲的往外吸她心中的爱力 非常的与平日不同 非常的英美 特别的显出男性的力量 胆子 粗鲁 血肉 样样足以使女性对男性的信仰加高了一些 使女性向男性的屈就更热烈了一点 她还在给她擦嘴 可是 玛丽的心已经被这点崇拜英雄的思想包围住了 越擦越慢 冬一下 吸一下 有时候擦在她的腮上 有时候擦在她的耳垂上 马威的黄脸在她的蓝眼珠里戴上了一层金色 马威的头上射出了一圈白光 她已经不是黄脸讨厌的马威了 她是一个男性的代表 她是一团热血 一个英雄 武士 她的右手 在马威的脸上慢慢的擦 左手轻轻的放在马威的膝盖上 马威慢慢的颤着 把她的手搁在了玛丽的手上 马威的眼光直射到了玛丽的红润的唇上 嗯 玛丽 玛丽 你知道 玛丽很困难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挤 嗯 你知道 我爱你 玛丽忽然把手抽出去 站起来说 你 我 不可能的是 为什么 我是个中国人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 中国人就那么不值钱 连爱情都被剥夺了吗 马威慢慢的站起来 对着玛丽的脸说 我知道 你们看不起中国人 你们想中国人的时候永远和暗杀毒药强奸连在一块 但是咱们在一块快一年了 你难道看不出我来 我是不是和你们所想的一个样 我知道你们关于中国人的知识是由造谣言的报纸和下贱的小说里得来的 你难道就真信那些话吗 我知道你已经和华盛顿订婚了 我只求你做我的好朋友 我只要你知道我爱你 爱情不必一定由身体的接触才能表现的 假如你能领略我的爱心 拿我当个好朋友 我一生能够永远的快乐 我羡慕华盛顿 可是因为我爱你 我不敢对他起一点嫉妒心 我 马威好像不能再说 甚至于不能再站着 他的心要跳出来 他的腿已经受不住身上的压力 他咕咚一下子 坐下了 马威用小木鼠轻轻地刮着头 半天没言语 忽然他一笑 马威 你这几天也没看见华盛顿 没有 凯撒林也这么问我来的 我没看见他 马威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脸上红了一点 凯撒林 他问华盛顿干什么 他也认识华盛顿 马威皱着眉说 我不知道 哦对不起 我无心提起凯撒林来 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好在一个人不能只有一个朋友 是不是 他微微的一笑 故意的冷笑玛丽 玛丽忽然瞪了他一眼 一声没出 跑出去了 温都太太挺着小脖子 在前面走 马老先生 缩着脖子 在后边跟着 走大街 穿小巷 温都太太越走越快 马老先生是越走越慢 越人多 温都太太越精神 他越精神 马老先生就越跟不上 温都太太 要是跟个英国人订了婚 那在大街上至少可以肩并着肩 手拉着手的走 可是 拉着个中国老头在街上扭 这可不行 温都太太太心里边有点后悔了 马老先生要是跟中国妇人一块走 至少他可以把她给拉下几丈远 可是现在呢 居然叫个英国妇人给拉下了多远 她心里边也有点后悔了 温都太太站住等着她 马老先生 拱起了腰 往前迈大步 温都太太笑了 马老先生也笑了 于是 他们又全都不后悔了 两个人进了猴奔大街的一个首饰店 马老先生要看戒指 伙计给他拿来了一盒子 小姑娘带着玩的小童圈 全是四个便是一只的 马老先生要看贵一点的 伙计看了他一眼 又拿出一盒杜银的来 三个先令两只 马老先生还要贵的 伙计拿眼睛瞟着他 笑得很不自然 嘿嘿 再贵的 可就过一磅钱了 温都太太拉了马老先生一把 脸上痛红 走 咱们上有贵重东西的地方去买去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哦对不起 太太 伙计连忙道歉 太太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以为这位先生是中国人呢 没想到他是日本人 嘿嘿 我们很有些个日本照顾主 真对不起 我去拿好的来 这位先生是中国人 温都太太把是字 说得分外的有力 伙计看了马老先生一眼 进去又拿来了一盒子戒指 都是金的 把盒子往马老先生眼前一送 嘿嘿 这都是十磅钱以上的 请看吧 然后他恶意的一笑 马老先生也叫上劲了 把盒子往后一吹 嘿 有二十磅钱以上的没有啊 这伙计的脸色变了一点 他真想要进去打电话 把巡警叫来 因为身上有二十磅钱的中国人呢 那一定是强盗 据他想 普通中国人就没有带一磅钱的资格 更没有买戒指的胆量 他正在迟疑不定 温都太太又拉了马老先生一把 两个人一起走了出来 伙计把戒指收起来 赶快的把马老先生的模样 伤两衣装衣装全系下来 预备发生抢案呢 他好报告巡警 温都太太都气糊涂了 出了店门 拉着马老先生就走 一边走一边说 不买了 不买了 马老先生安慰他 别生气 别生气 小铺子 没有贵东西 咱们到别处去买 我不买了 回家 我受不了这个 温都太太说着 往马路上就跑 抓住一辆飞跑的公众汽车 小样似的飞上去了 马老先生在汽车后边 干剁了几脚 眼看着叫汽车跑了 他自己叨喽着 哎呀 这外国娘们 性子傲 性子傲 马老先生有点伤心 哎 这妇人性子傲 儿子不老实 官运又不通 这汽车还乱跑 嘿 叫咱老头子有什么法子 没法子 没法子呀 嘿 只好忍着吧 他低着头自己叨喽着 嗯 先不用回家 给他们个满不在乎 咱越将就啊 他们越洋着头 犯脾气 先不用回家 对 他叫了辆汽车 到伊牧师家里去 伊牧师和马老先生 握了握手 嘿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 马先生 不用道歉 小孩子们打架 常有的是 这老马呀 本来编了一车的好画 预备透着底儿的赔不是 可是眼见伊牧师这么一说呢 心里倒有点不得劲了 惨惨的笑了一笑 伊牧师 伊牧师脸上瘦了一点 因为昼夜的念中国书 把字典已经掀破了两本了 他还是念不明白 他的小黄眼珠颇带着一些失望的神气 马老先生进了客厅 伊牧师 我真没法子办 你看 我只有马威这么一个 哎呀 这身了不是 他浅了不是 你说他和保罗 他怎么会 哎 坐下 马先生 不用再提这回事了 小孩子们打完了 完事 保罗念书的时候 常和人家打架 我也没办法 更不愿意管 哎 我说 你到教会去了没有啊 马老先生的脸红了 一时回答不出来 下礼拜去 下礼拜去 伊牧师也没再往下问 心里边有点不愿意 他往上推了推眼镜 我说 马先生 你还得帮我的忙啊 我的中文还是不行 你要是不帮助我 这简直的 哎 我愿意帮你的忙 马老先生 极痛快的说 他心里想啊 哎 这马威打了保罗 咱要是能帮助伊牧师呢 不是正好两步找 他谁也不欠谁的 伊牧师好像猜透了 马先生的心思 马先生 你帮助我和保罗 他们打架 可是两回事啊 他们打架是他们的事 咱们管不着 你要是愿意帮我呢 我也得给你干点什么 这光阴是值钱的东西嘛 谁也别白耽误了 谁的功夫 是不是 是 是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其实他心里说呀 这洋鬼子 真他妈的死心眼 他非把你问个 能是能 搅是搅的不可 伊牧师 眨巴着眼睛笑了 马先生 你几时有功夫啊 我帮你做什么呀 咱们今天决定好 就赶快的坐起来 我 我 我 哪天都不忙 伊牧师刚要说话 伊太太进来了 她鼻子两旁的小沟 显得特别的深 眼皮肿得特别的高 看着傻而厉害 伊太太一进门 就干辣辣的问 马先生 马威是怎么回事 我是来 伊太太没等马先生说完 耿着脖子又问 马威是怎么了 我告诉你 马先生 你们中国的小孩子要反 敢打我们 二十年前 你们见了外国人就打哆嗦 现在你们敢动手打架 你打死一个试试 这里不是中国可以无法无天的乱杀乱打 英国有法律 马老先生一声没出 咽了几口兔们 伊牧师看着老马怪可怜的 可看着伊太太怪可怕的 咬张嘴 她又闭上了 马威并没把保罗打伤 保罗的脖筋扭了一下 所以马威得着机会把她打倒了 伊太太虽然爱儿子 可是她绝不会因为儿子受了一点扶伤 就这么生气 她动了怒 完全是因为马威是一个中国的小孩子 竟敢和保罗打架 一个英国人睁开眼 看世界都在她的脚下 香港啊 印度 埃及 非洲 都是她的属地 她不但自己要骄傲 她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自己 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 伊太太不能受这种耻辱 马威敢打保罗 虽然保罗并没受什么伤 谁也不能受这个呀 除了伊牧师对这件事不闻不问 这伊太太有点恨她的账 凯萨林开开一点门缝 妈 妈 干什么 伊太太转过身去问 好像一座过山炮转动炮口似的 温都姑娘要跟你说几句话 叫她进来 伊太太又放了一炮 凯萨林开开开门 凯萨林开开门 玛丽进来了 伊太太 伊太太转过两步 伊太太转过两步去 笑着对玛丽说 哦 玛丽 你好 他好像把马先生和伊牧师全忘了 伊牧师也赶过来 也在笑着 嘿嘿 玛丽 你好 玛丽没有回答他们 他手里拿着帽子 柔策着帽花 脑门上挺红 脸和嘴唇都是白的 眼睛睁得很大 眼角上挂着一滴没有落下来的泪 脖子往前探着一点 两脚松松屑屑屑的在地上抓着 好像站不住的样 伊太太还是笑着 你坐呀 玛丽 伊牧师搬过一把椅子来 玛丽歪歪拧拧的坐下了 也没顾的拉一拉裙子 那胖胖的腿多半截在外边露着 伊太太看着 撇了撇嘴 凯撒林的脸也是白的 很安静 可是眼神有点慌 看看他妈 看看玛丽 看见玛老先生 也没过去打招呼 怎么了 玛丽 伊太太过去 把手放在玛丽的肩上 显着十分的和善 回头瞪了老马一眼 又显得十分的厉害 怎么了 问你的女儿 她知道 玛丽颤着 指了凯撒林一下 伊太太转过身来 看着她女儿 没说话 用眼睛 用眼睛问了她一下 伊姑娘慢慢的说 玛丽 玛丽 玛丽说完了 用两个门牙咬住了下嘴唇 伊太太问凯撒林 你干嘛 你干嘛抢她呀 你怎么抢的 我干嘛抢她呀 凯撒林安稳而强硬的回答着 玛丽的两个眼睛盯住了凯撒林 你没抢的 那她怎么不找我去了 你刚才自己告诉我的 你常和她一块去玩 是你说的不是 是你说的不是 伊姑娘笑了一笑 是我说的 我不知道她是你的情人 我只知道她是我的朋友 朋友们一块出去玩 这是常有的事吗 伊太太看两个姑娘辩论 她心里边有点发酸 她向来是裁判一切的 哪能光听着他们瞎说呀 她梗起脖子来说 凯 你真认识这个华盛顿吗 我认识她 妈 伊太太皱上了霉了 伊太太 你得帮助我 你得救我 玛丽站起来向伊太太说 我的快乐 我的生命都在这儿呢 你叫凯撒林放了她 她是我的人 她是我的 伊太太冷笑了一声 哼 玛丽 小心点说话 我的女儿不是满街抢男人的 玛丽 你想错了 你想错了 假如凯真像你所想的那么坏 我能够管教她 我是她的母亲 我能管她 她喘了一口气 向凯撒林说 凯 去弄碗咖啡来 玛丽 你喝碗咖啡 玛丽没言语 马老先生看大家全部出声了 他趁着机会说了一句 玛丽 咱们回家吧 玛丽点了点头 玛丽 玛丽 和伊牧师握了手 他没敢看伊太太 一直走过来 拉住了玛丽的手 他发现 玛丽的手冰凉 玛丽和凯撒林对了对眼光 凯撒林还是很安稳 向玛老先生一笑 跟着和玛丽说 再见 玛丽 咱们是好朋友 是不是 别错想了我 再见 玛丽摇摇头 一举手 把帽子扣上了 玛丽 你等等 我去叫辆汽车去 玛丽和玛老先生 钻进汽车里 一路上 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吃早饭的时候 大家全撅着嘴 玛老先生看着儿子不对劲 玛丽看着父亲不顺眼 可是谁也不敢说谁 只好脸对脸的撅着嘴 温都太太看着女儿怪可怜的 可是自己更可怜 玛丽看着母亲怪可笑的 可是要笑也笑不出来 只好脸对脸的撅着嘴 这下可苦了那小狗拿破仑了 谁也不理他 他试着舔玛丽的胖腿 玛丽把腿撤回去了 他试着闻闻马老先生的大皮鞋 马老先生把脚挪开了 没人理 拿破仑一扫兴 跑到后花园 对着几株干玫瑰叫了几声 吃完早饭 马老先生慢慢的上了楼 把烟袋插在嘴里 也没心去点 玛丽给母亲一个冰凉的吻 扣上帽子去上工 马威穿上大厂 要上铺子去 温都太太把马威叫住了 马威 这儿来 马威随着他下了楼 到厨房去 温都太太眼睛里含着两颗 干巴巴的泪珠 低声的说 马威 你们得搬家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温都太太 马威 马威勉强的笑着 温都太太 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马威 我不能告诉你 没原因 你们预备找房得了 对不起 对不起的很 我们 我们有什么过错吗 没有 一点没有 一点没有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过错 我叫你们搬家 温都太太 似是而非的一笑 哦 父亲 不用再问 你父亲 你父亲 他一点错处没有 你也是好孩子 我爱你们 可是咱们不能再住下 不能再住下 好吧 马威 你去告诉你父亲 我不能和他去说呀 温都太太的两颗干巴巴的泪珠 顺着鼻子两旁滚了下去 滚得很快 那 好吧 温都太太 我去告诉他 马威 说着就往外走 温都太太 点了点头 用小手劲 轻轻的揉着眼睛 父亲 温都太太 叫咱们搬家 马威 冷不防的进来说 他是故意的试一试 他父亲的态度 啊 啊 马老先生 看了马威一眼 那咱们就张了这找房吧 哎 你等等 你等等 啊 听我的信 马老先生 拔出了嘴中的烟袋 愣愣的看着马威 那好吧 父亲 我上铺子了 晚上见 马威说完了 轻快的跑下去 马老先生 想了半点多钟 他什么主意 也没想出来 下楼 跟温都太太去当面说 不敢 一生不出就搬家 不好意思 找伊牧师来跟他说 他又恐怕伊牧师不管这些闲事 哎 这外国鬼子呀 全部喜欢管别人的事 嘿 他要不怎么说 这自由结婚没好处呢 这要是中间有个梅人呢 那岂不是很容易办的事吗 叫大梅来回跑两趟 说说弄弄 行了 嘿 你看 这现在够多难办 找谁也不好 哎 咱自己是没法去说呀 老马先生又想了半点多钟 他还是没主意 他试着 再琢磨温都太太的心思 他 为什么忽然打了退堂鼓呢 想不透 一点也想不透 嫌我穷 那咱有铺子呀 嫌咱老 嘿 那他也不年轻啊 嫌咱是中国人 那中国人是顶文明的人了 去 嫌咱瞅 那有眼睛的都可以看出来 咱是多么的文雅呀 没脏没脏 地道好人 不要我 嘿 新鲜 他的小胡子立起来 颇有些生气的趋势 咱饭得上药 他不要呢 这倒是个问题 小羊娘们 小尖鼻子 精明 鬼道 吹 谁解语跟他捣乱呢 吹 搬家 搬就搬 太爷不在乎 老马先生 生气的趋势是越来越猛 嘴唇带着小胡子一齐的颤 他忽然站起来 叼着烟带就往楼下走 对 喝点酒去 给他个一醉方休 谁也管不了 太爷 他轻轻地拍了胸脯一下 然后大拇指在空中一挑 温都太太听见马老先生下来 故意地上来看他一眼 马老先生斜着眼 瞟了温都太太一下 扣上帽子 穿上大厂 开门出去了 出了门回头冲着门环子说 太爷 温都太太一个人 在厨房里哭起来了 马威在小柜房坐着 看着春季捡价的爆单子 明信片 目录 全在桌上堆着 没心去动 事情看着是简单 当你一细想的时候 就不那么简单了 马威心里边那点事 可以用手指头数得过来的 只是数完了 他还是照样的糊涂 没法办 搬家 跟父亲痛痛快快的说一回 或者甚至于闹一回 闹完了 重打鼓令开张 干这个很容易 想着很容易 可是你办办看 完了 到底应该不应该搬家呢 到底应该不应该和父亲闹一回呢 最后 到底应该不应该把玛丽完全忘掉呢 说着容易 大人物和小人物 有同样的难处 同样的困苦 大人物之所以为大人物 只是在他那点决断 马威有思想 有主见 只是没有决断 他坐在那 只是坐着 思想和伦敦的物一样黑暗 灵魂像在个小盒子里边扣着 一点亮看不见 渐渐的要沉闷死了 心中的那点爱 随着玛丽一股 随着父亲一股 随着李子荣一股 凌落的分散尽了 只剩下了个肉身子坐在那 活的地狱 他盼着来个赵棍主 没有 半天连一个人也没来 盼着父亲来 没有 父亲是一向不早来的 就在这时候 李子荣来了 他好像带着一团阳光 把马威的浑身上下全照亮 李子荣一进门 指着桌子上的明信片 哎 老马 你怎么还不往外送信呢 哦 老李 别忙 今天准都送出去 马威看着李子荣 大眼睛里发出点真正的笑意 哎 老李 你这几天干什么玩呢 我 嘿嘿 穷忙一锅粥啊 李子荣说着把帽子摘下来 用袖子擦他帽眼 很慎重的放在桌上 告诉你点喜事啊 老马 喜事 谁的喜事啊 谁的 咱的呗 李子荣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脸上稍微红了一点 咱的 咱定了婚了 什么 什么 你 我不信 我就没看见你跟女人一块走个道 怎么 你不信 我不冤 你 真的 我的母亲给我定的 李子荣的脸都红云了 21岁 会做饭 会做衣裳 长得还不耐呢 马威 马威 板起了脸 问 你没看见过他 我看见过呀 小时候天天在一块玩 李子荣说的很得意 把头发全抓乱了 老李 你的思想很新呢 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你想想将来的乐趣 你想想 你这么能干 这么有学问 可他 一个乡下老 一个字不认识 只会做饭 做医生 老李 你想想 他认识字 认识几个 李子荣打算替他未来的妻子辩护 不由的说漏了 什么 认识几个 马威 皱起了眉 老李啊 我不赞成你的态度 我并不是看咱们自己太高 把普通的女人一笔扫光 我是说你将来的乐趣 你似乎应当慎重一点嘛 你想想 他能帮助你吗 他不识字 哎哎 他认识几个 李子荣又找不了一句 对对对 就算他认识几个吧 你想想 他能帮助你的事业吗 你的思想学问 他的思想和那几个字 这弄不到一块啊 李子荣想了一想 嗯 老马 你的话 有理啊 可是 你得听我的 我也有一片傻理 是不是 哎 来来来 咱们坐下说 两个青年 脸对脸的坐下 李子荣问马威 你以为我的思想太旧吗 哼 假如不是太糊涂 马威说着 眼珠里挤出了一点笑意 李子荣说 我一点也不糊涂 我以为结婚是必要的 因为男女的关系 李子荣抓了抓头发 想不起相当的字眼来 他看了顶旁一眼 呃 可是 这现在婚姻的问题啊 非常的难解决 我知道 由相爱而结婚 那是正当的办法 但是 你睁开眼睛 看看中国的妇女 你看看她们 你看完了 你的心就凉了 中学的 大学的 那些女学生 是不是学问有根底啊 退一步说 是不是会洗衣生 会做饭呢 爱情 爱情的底线 还藏着互助 体谅 责任 我不能爱一个 不能帮助我 体谅我 替我负责的姑娘 不管她怎么好看 不管她的思想怎么样新 那 你以为做饭 洗衣上 是妇女的唯一的责任 马威 有点生气 瞪着李子荣 啊 一点不错 在今天的中国 李子荣也看着马威说 今天的中国 没有妇女做事的机会 因为成千累万的男人还闲着没事做呢 叫男人都有了事做 叫女人都能帮助男人料理家事 有了快乐的稳固的家庭 那社会才有起色 人们才能享受有趣的生活呀 有一点知识 这是最危险的事 今天的男女学生就是吃这个亏 只有一点知识 是把事情轻轻的一笔勾销 念过一两本爱情小说啊 那便疯了似的讲自由恋爱 结果呢 还是那点老事 男女到一块睡一宿 完事 男女间相互的责任 没想 快乐呢 不会有的 我不能说我恨他们 但是我宁可取个会做饭 洗衣裳的乡下佬 也不去和那些 有一点知识 念过几本小说的姑娘去套交情 哎呀 好了 别说了 老李 马威笑着 你呀 去和我父亲谈一谈吧 他准爱听你这一套 不用说了 你不能说服我 我也不能叫你明白我 最好啊 咱们俩说点别的 要不然呢 咱们就快打起来了 嘿 老马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你看我俗气 看我不明白心思想 我知道 那 那 那除去 你太注重事实 没有看不起你的地方 老李 李子荣说 嘿 那除去你太好乱想 太不注重事实 我也没有看不起你的地方 老马 两个青年 全笑起来了 李子荣问 哎 老马 咱们彼此了解 是不是 了解 事实上 感情上 咱们离得很远很远 比由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远呢 马威回答着 那好啊 那咱们要试着明白彼此 是不是 那一定啊 好 庆贺庆贺 咱的婚事 马威站起来 握住了李子荣的手 没说出什么来 我说老马 我不是为谈婚姻的问题来的 真的 把正事都给忘了 李子荣很后悔的样子说 我是请你来了 请我 请我吃饭 庆贺你的婚事 哎 不是不是 请你吃饭 你等着吧 多嘞你听说咱老李成了财主 多嘞你才有吃我的希望 李子荣笑了一阵 觉得自己说的非常俏皮 呃 是这么回事 西门太太 今天晚上在家里请客 吃饭 喝酒 跳舞 音乐 是应有尽有 这一晚上啊 她得花好几百磅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老马 这外国的扩人呢 是真会花钱呢 今天晚上的宴会是为什么呢 为的是募捐建设一个医院 哎 你猜什么医院 猫狗医院 这穷人有了医院了 可穷人的猫狗生了病上哪去呢 因此要募捐立个猫狗医院 西门夫人昨天看见了我 叫我给她找个中国人 做点游戏 或者是唱个歌 我于是便想起你来了 呃 你不是会唱两段昆曲吗 哎 今天晚上去唱一回 你帮助她 她绝不会辜负你 哎 你去不去啊 白吃白喝一晚上 就时候看看英国上等社会的状况 哎 今天的客人呢 全是扩人 你去不去 那 那我没有礼服啊 哎 你有中国医生没有啊 中国医生 我有个仇子夹凹 父亲那儿还有个段子马罐 哎 那就成了 成了 哎 你拿着医生啊 去找我 我在西门爵士的书房里边等你 你在那儿换上医生 我把你带到西门太太那里去 嘿 你这一穿中国衣裳 一唱中国的昆曲 她非喜欢坏了不可呀 我告诉你 你记得年前西门爵士在这买的那件中国绣花裙子吗 西门太太今天晚上她就穿上 我前天呢 还又给她在皮开得力买了件中国旧灰鼠的蓝关袍 哎 今天晚上她是上下一身中国医生 一来呢 是外国人好奇 二来呢 中国衣裳也真是好看 哎 我有朝一日要是做个总统啊 嘿 我下令禁止中国人穿西洋的衣裳 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服装再文雅再美的吗 那中国人穿西装也是好奇吗 哎 那是俗气的好奇 没有审美的好奇 那 那西服方便呢 哎 那做事的时候穿小罐一样的方便呢 绸子衫 葛布衫比什么都方便 而且好看呢 哎 老李啊 你是个顽固老 老马 你呀 违心鬼 哎 得得得得 别说了 又快打起来了 好 晚上在西门爵士家里见 啊 七点 不用吃晚饭 今天晚上是法国席 晚上见了 李子荣把帽子拿起来 就手说 老马 把这些传单和信赶紧发出去 再要是叫我看见在这堆着 咱们俩非打一回不可 马威笑着问 那 给将来的李夫人也寄一份去吧 啊 李夫人 啊 好啊 也好 哎 他认识几个字 嘿嘿 这是英文的先生 李子荣扣上了帽子 打了马威一拳 跑了 风里裹着些暖气 把细雨丝吹得绵软无力 在空中倒游着 不直着往下落 街上的卖花女 已经摆出水线和一些杂色的春花 给灰暗的伦敦点缀上一些有希望的色彩 圣诞和新年 圣诞和新年应节的舞剧 马戏什么的都已经收场了 人们只讲究着足球最后的决赛和剑桥牛津两个大学赛船的预测 英国人的好赌和爱游戏 是和吃牛肉抽叶子烟 同样根深蒂固的 公园的老树挂着水珠 枝上已经露出了些红包 树根的湿土活软的放出一股潮气 一两个小野水仙从土缝里顶出一团小白菇子 青草比夏天还绿的多 风吹过来 小草叶轻轻的摆动 把水珠摆了下去 伦敦是喧闹的 忙乱的 可是这些公园老是那么安静 优伟 叫人们有个地方去换一口 带着香味的空气 马老先生背着手在草地上扭 脚步很轻 恐怕踩死草根上趴着的蚯蚓 他没有拿伞 帽檐上已经淋满了水珠 血已经湿透了 他还是走 虽然不慌 心里边却是很坚决的 走 走着走着 他走到街上来了 他打算过街 到那边的公园去看看 可是马路上的汽车太多 都看着眼韵 他跺了跺 脚上的泥 又回来了 找了条板凳 坐了一会儿 一个老太太 一个老太太拉着条脸长脖子短的小狗也坐下了 这马老先生斜眼瞪了他一眼 瞪了那小狗半眼 站起来往草地上走 这丧气 这大早上的遇见老娘们还带着条母狗 他往草叶上吐了两口吐 哎 回家吧 还是回家 见了他就说 他叫了辆汽车 回家了 温都太太正在收拾书房 马老先生进来了 哈喽 出去走得怎么样 啊 很好 很好 公园里很有意思 小水仙花啊 就这么一点 他伸着个小手指头说 刚冒出土了 马力上工去了 他今天 欢喜点了吧 啊 他今天可喜欢了 温都太太一边擦窗户一边说 并没有看他 那多瑞姑姑死了 给马力留下了一百磅钱 可怜的多瑞啊 这一百磅钱呢 把马力的心给弄乱了 他要买帽子 要买个好留生机 要买件皮袄 又打算存在银行里生利息 这买东西就不能存起了生利息 这不能两顾 这是不是 我的小马力啊 简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那华盛顿还是没来啊 没有 温都太太太很慢的摇了摇头 哎 少年人不可靠 不可靠 温都太太回过头来 看着他 眼睛里边有了一心的笑意 哎 少年人不可靠 少年人的爱情啊 那是一时的刺激 他不想怎么继续下去 他怎么组织起个家庭来 他全部想 马老先生自有声以来啊 没说过这么漂亮的话 而且说的非常的自然 诚诚 说完了一摇头 又表示出无限的感慨 这早晨这一趟公园漫步啊 真是没白走 真得了些带有湿味的感触 说完了 他看着温都太太 眼睛里带出不少恳求哀告的神奇 温都太太也听出了马老先生的话味来 可是没说什么 又转回身去擦玻璃 马老先生往前走了两步 很勇敢 很坚决 他心里说 哎 这这这这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 这成败在此一举了 哎 温都太太 温都太太 他只叫了这么两声 他的声音把心中要说的话都表示出来 他伸着一只手 手指头都沉重的颤着 马先生 温都太太回过身来 手在窗台上支着 咱们的事完了 不用再提了 哎 那就是因为那天买戒指的时候 那个伙计 说了那么几句话 不 理由多了 那个不过是一个起头 那天回来 我细细的想了一回 理由多了 没有一个理由叫我敢再进行的 我爱你 爱就够了 你管别的呢 社会啊 社会 社会专会杀爱情 我们英国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 可是在社交上 我们是有阶级的 我们婚姻的自由是限于同等阶级的 有同等地位 同等财产 然后才敢谈婚姻 这样结婚以后才有乐趣 一个王子娶一个村女 那只是写小说的愿意那么写 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就打算这是事实 那个小乡下姑娘也不会快乐 社会 习惯 礼节 言语 全变了 全是她所不知道的 她怎么能快活呢 温都太太喘了一口气 无心的用抹布擦了她小鼻子 然后接着说 至于你我 没有阶级的隔膜 可是 种族的不同 在其中作怪啊 种族比阶级更厉害 我想了 细细的想了 咱们 咱们还是不冒险为好 你看 玛丽的事 十分有九分 是失败了 为她打算 我不能嫁你 一个年轻气壮的小伙子爱上了她 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 要命她也不娶她呀 人类的成见 没法子打破 你出来的时候 我也以为你是什么妖怪野鬼呢 因为人人都说你们不好嘛 现在 我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坏 可是社会上的人不知道啊 咱们结婚以后 还是要在社会上活着的 社会上的成见 三天的功夫就能把你我杀了我 英国男人娶外国妇人 那是常有的事 人们看着外国的妇女怀疑 可是不讨厌 英国妇人嫁外国男人 那是另一回事了 你知道马先生 英国人是一个极骄傲的民族 看不起嫁外国人的妇人 讨厌娶英国老婆的外国人 我常听人们说 东方妇女是家中的宝贝 不肯叫外人看见 更不肯嫁给外国人 英国人也是一样 最讨厌外国人动他们的妇女 马先生 种族的成见 你我打不破 更犯不上冒险的破坏 你我可以永远做好朋友 只能做好朋友 马老先生 马老先生浑身全麻木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呆了老大半天 他低声说 那 我还可以在这住 哦 一定 我们还是好朋友嘛 前些天我告诉马威 叫你们搬家 是我一时的冲动 我要真有心叫你搬 为什么我不催你呢 在这住 一定 他看了马老先生一眼 并且笑了一笑 马老先生没言语 低着头坐下 我叫拿破仑来跟你玩 温都太太搭身着走出去了 三月中间 伦敦忽然见着了想情的蓝天 树木没有云雾的遮盖 好像分外高瘦了一些 榆树枝纷纷的往下落 红黄的鳞片 柳枝很神速的挂上一层青黄色 园中的野花带着响声 由师徒里往外冒嫩眼 人们的脸上也都多带出三分笑意 肥狗们乐得满街跳 像地上的树影汪汪的叫着 虽然天气这么好 一家的大小一点笑容都没有 都在客厅里边坐着 保罗叼着烟袋皱着眉 依牧师的脑勺顶着椅子份 不时的偷看依太太一眼 依太太的头发呀 连一点春天的气息都没有 干巴巴的在头上绕着 她的脖子还是梗得挺直 眼睛带出一些毒光 鼻子两边的钩很深 可是很干 像两条冻了冰的护城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的女儿凯撒林 和温度姑娘的未婚夫 华盛顿谈上恋爱 两个人远走高飞了 依太太太咬着牙说 非把凯撒林拉回来不可 我去找他 我去 保罗的态度是坚决反对 怎么办 不行 我不能再见他的面 趁早不用把他弄回来 妈 那咱们要是不把他弄回来 那玛丽要是告下华盛顿来 咱们全完 全完 谁也不用混了 我在教会不能再做事 你在银行也待不下去了 那温度姑娘要是告状的话 咱们就全完 毁到底 你我禁得住报纸的宣扬吗 把他弄回来 没第二个办法 保罗的脸上显着非常的愤怒 哎呀 他要是肯和别人跑了 咱们就没法子把他再叫回来 我早知道他 自私 任性 不顾脸面 我早就知道他 保罗 你不用空恨他 没用 得想办法 你恨他 我的心都碎了 自幼到现在 我哪一天不给他些圣经上的教训呢 我哪一天不拿眼睛盯着他 你恨他 我才真应当恨他呢 可是 无济于事 恨他算不了什么呀 再说 咱们得用爱力感化他 他跑了 咱们还要他 只要他肯改邪归正 只要他明白基督的教训 只要他肯不再念那些邪说谬论 我去找他 找到天边也把他找回来 我知道他现在不会快乐 我把他找回来 叫他享受一切他从前的快乐 我知道他跟我在一块是最快活的 叫我的女儿快活 这是我的责任 不管他怎么样对不起我 这一太太一口气说完了 好像心里边已经打好了稿子 他一个字不差的背了一遍 眼睛里有点湿润 似乎是一种眼泪 可是和普通人的泪又完全不同 保罗嚷着说 他绝不能再回来 他要是心里头有咱们 他就绝不会跟华盛顿那小的跑了 妈 你怎么办都好 我走 我要求银行把我调到印度 埃及 日本 哪都行 我不能再看他 英国将来有亡的那一天 就亡在这群自私 不爱家 不爱国 不爱上帝的男女们手里 说完了 他站起来 出去了 欧洲大战的结果 不但是摇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基础 也摇动了人们的思想 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 重新估量一回 重新加一番解释 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 重新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 婚姻 家庭 道德 宗教 政治 在这种心思想下 全整个的翻了一个跟头 几乎有连根拔去的样子 普通的人们在这种波浪当中 有的心宽 量大 随着这个波浪游下去 在这种波浪中 他们得到了许多许多的自由 有的心窄 见识短 极力的腻的这个浪潮往回走 要把在浪中扶着的那些破残的旧东西捉住 紧紧的捉住 这两对人滚来滚去 谁也不了解谁 谁也没心去管谁 只是彼此猜疑痛恨 甚至于父子兄弟间也演成无可调和的惨句 英国人是守旧的 就是守旧的英国人也正在这个怒潮里滚 凯撒林的思想和保罗的相差至少有一百年 凯撒林的是和平自由 打破婚姻宗教 不要狭窄的爱国 不要贵族式的代义政治 保罗的呢 战争 爱国 连婚姻与宗教的形式都要保存着 凯撒林看上次的大战是万恶的 战前的一切是可怕的 保罗看上次的大战是最光荣的 战前的一切是黄金的 凯撒林的思想是由读书得来的 保罗的意见是按照本能与天性造成的 他俩是大战后的两种不同的青年 凯撒林很安稳的和华盛顿住在一块 因为他们两个人相爱 为什么要买个戒指待上呢 为什么要上教堂去摸摸圣经呢 为什么他一定必须姓男人的那个姓呢 凯撒林对这些问题全是微微的一笑 玛丽的思想观念和保罗是一样的 一定要个戒指 一定要上教堂去摸圣经 一定叫人称呼他华盛顿太太 玛丽的举动像个小野猫 他的思想却像个死牛 他喜欢露出白腿叫男人看 可是他的腿只能够露到膝下 疯儿把裙子刮起一点 便赶快的拉住 看着傻气而可笑 他只是为态度 衣帽 叫男人远远的看着他活着 他最后的武器便是他的美 凭着他的美 捉住个男人 然后成立个小家庭 完了 他的终身大事 只尽于此 他不喜欢有小孩 这虽然是新思想之一 可是玛丽信这个 只是为了方便 小孩子是最会破坏他的美貌的 小孩子是最麻烦的 所以他不愿意生小孩 而根本不承认 他有什么生育限制的新思想 华盛顿 华盛顿拿玛丽与凯撒林一比较 他决定和凯撒林一块住了 他还是爱玛丽 没忘了他 可是他和凯撒林的关系 似乎在爱的以上 这点在爱以上的东西 是欧洲大战以后的新发现 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点东西是不能以形式限制住的 这点东西是极自由的 极活泼的 玛丽不会了解 还不会享受 因为她的爱的定义 是以婚姻 夫妇 家庭来限制的 而这点东西是绝不能叫那些老风俗捆住的 如果凯撒林与华盛顿 手拉手的去见一太太 他们是不会害羞的 也不怕去见玛丽 只是一太太与玛丽的不了解 把他们俩吓住了 他们俩不怕人 可是对于老的思想 有些不敢碰 这不是他们的软弱 是世界潮流的撞击 不是个人的问题 是历史的改变 他们的良心是平安的 可是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 他们的良心不能和一太太 玛丽的良心搁在同一个天平上撑 好吧 他们俩顶好是不出头 不去见一太太与玛丽 一太太在保罗出去以后 自己叨喽着 哎 可态的保罗 要强的保罗 我知道他的难处 伊牧师看了他一眼 知道到了他说话的时候 他瘦了两下 慢慢的说 哎 凯撒林不是个坏丫头 别错想了他 你老向着他说话 要不是你灌纵着他 他还做不出这种丑事呢 一太太一炮 把老牧师给打闷过去了 伊牧师确实是有点恨一太太 可是不敢发作 一太太咬着牙说 我找他去 我要用基督耶稣的话 把他劝回来 伊太太勉强一笑 和魔鬼咧嘴一样的和善 你不用找他去 他不回来 伊牧师逼着声说 他和华盛顿在一块 很快乐呢 那他一定不肯回来 要是不快乐呢 他有挣饭吃的能力 也不肯回来 我当然愿意他回来 他最爱我 我最疼他 伊牧师的眼圈湿了 可是我不愿意强迫他回来 他有他的主张意见 他能实行他的主张与意见 他就快活 我不愿意剥夺他的快活 现在的事啊 完全在玛丽身上 玛丽要告状 那咱们全完 他高高的一抬手呢 万事皆休 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你不用去找凯撒林 我去看他 听一听他的意见 然后我去求玛丽 什么 求 求谁 玛丽 求 伊太太指着伊牧师的鼻子说 除了对于上帝 他没用过这个求字 对 求他 伊牧师也叫了劲儿 声音很低 可是很坚决 你的女儿跑了 去求一个小丫头骗子 你的身份 伊牧师 伊太太简直是在喊了 我没身份 你和保罗都有身份 我没有 你要把女儿找回来 只为保持你的脸面 不管她的快乐 同时你一点没有想到玛丽的伤心 我没身份 我去求她 她肯听我的话呢 她算牺牲了自己 完成凯撒林的快乐 她不肯听我的呢 她有那份权力与自由 我不能强迫她 可怜的玛丽 这伊太太想抓起点东西 往伊牧师的头上摔 她忽然想起上帝来了 没敢动手 她恶狠狠的瞪了伊牧师一眼 顶着那头乱头发走出去 伊牧师和温毒太太对着脸坐着 玛丽抱着纳破仑坐在钢琴前面 在灯光下 伊牧师的脸是死白死白的 她说 玛丽 玛丽啊 凯撒林不对 华盛顿也不对 只委屈了你了 可是事已至此 你要严重的对华盛顿呢 连他带我就全毁了 你有法律上的立脚地 你要是请求赔偿 一定可以得到的 连赔偿带手续费 华盛顿非破产不可 报纸上一宣扬 我一家子也就全都跟着毁了 你有十足的理由去起诉 你有十足的理由去要求赔偿 我呢 只是求你宽容他一些 华盛顿不是个坏小子 凯撒林也不是个坏丫头 只是他们的行动对不起你 你能宽容他们 他们的终身快乐 是你给的 你不饶恕他们 我一点也不说你太苛刻 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 我是来求你格外的留情 成全他们 也成全了我们 在法律上 他们俩是应当受罚的 在感情上 他们有可原谅的地方 他们被爱情的冲动做下这个错事 他们绝无意戏弄你 错在你 玛丽 你说一句话呀 玛丽 饶恕他们 还是责罚他们 玛丽姑娘 你说一句话吗 玛丽的泪珠都落在 拿破仑的身上 没有回答 温都太太嘴唇颤着说 我看哪 有法律解决 是正当的办法 是不是 一牧师 一牧师没言语 双手捧着脑门 玛丽猛不定的站起来说 不 妈 我恨他 我恨他 我 爱他 我不能责罚他 我不能叫他破产 可是 得叫他亲自来跟我说 叫他亲自来 我不能听旁人的 妈 你不用管 一牧师 你也管不了 我得见他 我也得见凯撒林 我看看他们 我只要看看他们 看看他们 哈哈哈哈 玛丽忽然的怪笑起来 玛丽 温都太太有点心慌 过去扶住女儿 一牧师坐在那里 像傻了一样 玛丽还是在怪笑着 脸上痛红 笑了几声 把头扶在钢琴上哭起来 拿破仑跑到了 一牧师的腿旁边 歪着头看着他 马威和李子荣 定好在礼拜天 去看伦敦北边的 维林新城 这个新城是战后才建设的 城里边各处 全按照花园的布置修的 夏天的时候 哪一条街都能闻得见花香 城中只有一个大铺子 什么东西都卖 城中全烧电器 煤炭是不准用的 为的是保持空气的清洁 只有几条街道可以走车马 这样人们日夜可以享受一点清静的生活 床里的一切都近乎自然 可是这个自然的保持权杖的科学 电器的利用 新建筑学的方法 花木的保护法 道路的布置 全是科学的 这种科学利用 把天然的美增加了许多 把全城弄成极自然 极清洁 极优美 极合卫生 不是没有科学知识的 所能梦想得到的 两个人坐车到邦内地 由那步行到新城去 路上 树林里都有行人 老太婆戴着非常复杂的帽子 拄着汗伞 上教堂去做礼拜 青年男女 有的挨着肩在树林里散步 有的骑着车到更远的乡间去 小学生们 有的成群搭伙的在踢足球 有的在草地上滚 英国的乡间 真是好看 第一样 处处是绿的 第二样 处处是自然的 第三样 处处是平安的 走着走着 马威开枪了 哎 老李 你看伊姑娘的事 怎么样了 你不赞成他吧 李子荣正在出神的 看着一株长绿树 接着一树的红豆 好像没听见马威说什么 啊 什么 哦 伊姑娘啊 我们有什么不赞成他的地方 哎 你看那树的红豆多么好看啊 啊 哦 好看 马威并没注意的看 他随便的回答了一句 然后问 哎 你不以为他的行动出奇吗 嘿 这有什么出奇啊 这样的事多了 不过 我绝不肯冒这个险 伊姑娘 她是多么的有本事 她心里有根 她愿意和一个男人一块住 她就这么办了 她有她的自由 她还能帮助她 你看 她的英文写得很不错 她会打字 会素记 她会办事 又长得不丑 她还怕什么呢 凡是敢实行新思想的 一定心里边有点玩意儿 没有真本事 光瞎喊口号的 没有个成功 我告诉你老马 我就佩服外国人一样 他们会挣钱 你看伊太太那个家伙 她一年也挣三四百呢 你看玛丽 小不仁似的 她也会卖帽子 你看亚历山大 那个野调无枪 她也会给电影厂画不紧 你看那个博物院的林肯 一个小诗人 她也会翻译中国诗来卖钱 有一天呢 我问她 我说中国诗一定是有价值啊 不然你为什么要翻译呢 你猜她怎么说呀 她说中国东西现在实行 翻点中国诗好卖钱呢 他们的挣钱能力真是大呀 真厉害呀 有了这种能力呢 然后他们的美术 音乐文学才会发达 因为这些东西是精神上的奢侈品 没钱不能做出来 你看西门爵士那一屋子古丸 值多数钱呢 她说了 她死的时候把那些东西都送给伦敦博物院 中国人可有把一屋子古丸送给博物院的吗 连窝窝头还吃不上呢 还买古丸笑话 有了钱才会宽宏大量 有了钱才敢提倡美术和慈善事业 钱不是坏东西 假如人们把钱用到高尚的事业上去 我希望成个财主 拿出多少万来 办图书馆 办好报纸 办博物院 办美术馆 办新系园子 多了多了 好事情多了 李子荣吸了口气 空气非常的香美 马威还想着一姑娘的事 并没有听清李子荣说的是什么 他叹息了一声 哎 可怜的玛丽 李子荣急了 哎 我说 我说的话你全没听了老马 哎呀 我听见了 全听见了 可怜的玛丽 哎呀 扔开你的玛丽和凯撒林吧 可怜 我才可怜呢 一天到晚穷忙 还发不了财 李子荣指手画脚的嚷 把树上的小鸟吓飞了一群 马威不说话 一个劲的往前头走 头低着 李子荣也不出声了 扯开了粗腿 和马威赛开了跑 两个人一口气走了三英里 走得喘吁吁的 脸全红了 手指头也瘴起来了 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说话 只是走 越走越有劲 李子荣走着走着 忽然学着马威的声调 哎 可怜的玛丽 玛丽站住了 看着李子荣 我说你成心耍我呀 老李 什么玛丽呀 又可怜呢 那你老说我太注重事实嘛 我得学着浪漫一点 是不是 两个人走得慢了 马威拉着李子荣的胳膊说 老李 你不明白我呀 说真的 我还是对玛丽不死心 我简直的没办法 有时候我半夜半夜的睡不着觉 我真的 我乱想了一回 想想你的劝导 想想父亲的没有希望 想想事业 想想学问 哎 无论怎么想吧 我总是忘不了他 他比仙女还美呀 同时比魔鬼还厉害 我不止一次的想忘了他 可就是忘不了 老李 我真是没办法啊 马威和李子荣 在去威林新城的路上 谈到了玛丽 马威说了实话 他说 我不止一次的想忘了他 可就是忘不了啊 李子荣也诚诚的说 我的好老马呀 咱们俩真和亲兄弟一样 我还是劝你 不必妄想 我看他一定把华盛顿给告下来 至少也要求五六百磅的赔偿 他得了这笔钱 好好的一打扮 报纸上把他的照片一登 我赶保 不出三个月 他就和别人结婚 外国人最怕报纸 可是也最喜欢把自己的姓名 照片全登出来 这是一种广告 他一在报纸上闹腾 行了 他一天能接几百封的求婚书 你连半点希望也没有 不必妄想 老马 哎呀 你不知道玛丽 她不会那么办 那咱们等着瞧 钱 名 都在此一举 玛丽她不是傻子 况且华盛顿破坏婚约 法律上有保护玛丽的义务 马威很凄惨的问 那 我没希望 李子荣摇了摇头 那 我再试一回 他要是再拒绝我 我就死心了 好吧 那也好啊 李子荣带着一点不赞成的口气 我告诉你 老李 我跟玛丽说一回 我再跟父亲痛痛快快的说一回关于铺子的事 玛丽要是拒绝我呢 我没有办法 父亲要是不听我的 我走 他一点事不管 老花钱 这说不下去 我得念书 我不能一天的粘在铺子里 我忍了这么些日子 他一点看不出来 我知道不抓破脸皮的跟他说 他要命也不明白我们的事情 非说不可了 嗯 打给天窗说亮话 挺好的事 李子荣看见路旁的李树牌 嘿 快到了 还有半英里地 哎 我说 现在可快一点多了 咱们上哪去吃饭呢 这新城里是一定没饭馆的 那不要紧的 车站上有许多酒馆 喝杯酒 来两块面包就成了 离车站不远 有一带土坡 上面有不少小松树 两个人上了土坡 正看见新城 高低的房屋 全在山坡下边 房屋那边 一条油光光的马路 是上剑桥的大道 远远的 还可以看见 维林的旧城 城里教堂的塔尖 高高的在树梢上挺出来 看着像几条大笋 两个城中间 一片高低的绿地 地中间圈着些牛羊 羊群跑动着 正像一片雪 被风吹着流动似的 两个人看了半天 舍不得动 教堂的钟 轻轻地敲了一点 自从由维林新城回来 马威时时刻刻 想和马丽谈一谈 可是老没得着机会 有一天晚上 温都太太有些头疼 早糟的就睡了 马老先生吃完了晚饭 出去了 并没告诉别人 他到哪儿去 马丽一个人抱着 拿破仑在客厅里坐着 哭丧着脸 和拿破仑抱委去 就在这时候 马威在屋子外边 咳嗽了一声 推门进来了 阿喽 马威 马丽 你没出去 马威说着 过去逗拿破仑 马威 你愿意帮助我吗 我怎么帮助你 马威往前又凑了凑 你告诉我 华盛顿在哪儿住 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真的 无关紧要 不知道不要紧 马丽很失望的一撇嘴 马威又往前凑了凑 马丽 你还是爱华盛顿 你不会给真爱你的人一点机会 我爱她 我恨她 我恨她 马丽往后退了退身子 我恨你们男人 哎 男人里也有好的呀 马威的脸红了一点 心里直跳 马丽乐了 乐得挺不自然 马威 你去买瓶酒 咱们喝好不好 我闷极了 我都快疯了 好 我去买 你要喝什么 嗯 是有点辣劲的就成 我不懂得酒 马威点了点头 拿上帽子就出去了 两个人喝了一会儿酒 马丽已经有了微微的醉意 马威 我脸红了 嗯 很热 你摸摸 马威摸了摸她的脸蛋 果然很热 我摸摸你的 马丽的眼睛分外的光亮 脸上红的像阳光下的海棠花 马威把她的手握住了 她浑身全颤动着 她的背上流动着一股热气 她把马丽的手 那一块棉花似的放在她的唇边 马丽的手背轻轻的往上迎了迎 马威还是拉住她的手 那一只手绕过马丽的背后 把嘴唇送到她的嘴上 马丽脸上 背上的热气 把她包围起来 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只听得见自己心房的跳动 她把全身上的力量全夹到她的唇上 马丽也紧紧地搂着她 好像两个人已经化成了一体 马丽的嘴唇热 有力往下按着 马丽的唇香软柔腻 往上凑合 她的眼睛闭着 头扬着 把身子紧紧靠着她的 马丽睁开眼 用手轻轻一推她的嘴 马丽向后退了两步 差点没倒去 马丽又灌下去一杯酒 喝得很凶 怪可怕的 舔了舔嘴唇 她站了起来 看着马威 嘿嘿 原来是你呀 小马威 我当你是华盛顿呢 你也好 马威 再给我一个吻 这边 她歪着右脸 递给她 由她拉着手 低下头 一个劲儿的笑 笑着笑着 她的声音变了 哭起来 拿破仑 她理直气壮地问 马威 这是怎么回事啊 马威没回答 马丽 你睡觉去吧 啊 马丽没言语 由着 由着马威 把她掺到了楼下去 这马威的心里啊 刀扎的一样的难受 后悔不该和她喝酒 心疼她的遭遇 恨她的不领略她的爱情 爱她的温柔嘴唇 想着过去几分钟的香色 难过 她没管父亲 一直上楼了 马老先生的气头不小 自从温都太太拒绝了她 她是一肚子的气 至今没地方发送 现在可得着了机会 非和马威闹一回不可 她把他们俩 喝剩下的酒 全都喝了 心气更壮 上个楼来找马威 马威也好 把门从里边锁上了 马老先生干跺脚 进不去 嘿 明天早晨见 马威 明天咱们得说说 没事把人家大姑娘 给灌醉了 拉着人家的手 你有脸皮没有啊 明天见 嘿 马威是一声也没出 马老先生睡了一夜的平安觉 把怒气都睡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肚子空空的只想吃早饭 把要和马威算账也忘了 吃完早饭 她回到书房去抽烟 没想到马威 反找他来了 马威皱着眉 板着脸 眼睛里边一点温和的样也没有 马老先生把昨天晚上的怒气又调回来了 他心里说 嘿 我忘了 你倒来找去我 好 咱们得说说 小贼 马威看着他父亲 没有一处不可恨的 马老先生看着儿子呢 至少得揍他五百军棍 过去他们呢 谁也没这么恨过谁 可是今天好像有一股天外飞来的邪气 叫他们彼此是越看越发怒 马威先说了话 父亲 咱们谈一谈好不好 好吧 马老先生扎着烟袋 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两个字来 那咱们先谈咱们的买卖 买卖 先谈大姑娘吧 啊 马老先生很俏皮的看了他儿子一眼 马威的脸色白了 冷笑着说 嘿 大姑娘吧 二姑娘吧 关于妇女的事 咱们谁也别说谁 马老先生咳嗽了两声 没言语 脸上慢慢的红起来了 马威可是盯住不放 父亲 谈咱们的买卖吧 哎呀 买卖 你老是买卖 好像我长着个买卖脑袋似的 怎么不该提买卖呢 马威瞪着他父亲问 咱们吃着买卖 喝着买卖 今天咱们得说开了 非说不可 你 你个兔崽子 你敢瞪我 你敢指着脸子教训我 哦 我是你爸爸 我的铺子 你不用管 用不着你操心 马老先生真急了 不然他绝不肯骂马威 嘿 不管 更好 咱们看谁管 那谁管谁是王 马威没好意思骂出来 推门出去了 马威出了街门 不知道上哪好 不上铺子去 耽误一天的买卖啊 上铺子去 想着父亲的话是真刺心 他压了压气 还是得上铺子去 父亲到底是父亲 没法子治他 况且买卖不是父亲一个人的 铺子倒了 他们全得挨饿 没法子 谁叫有这样的父亲呢 伦敦是大的 马威却觉得非常的孤独寂寞 伦敦有七百万人 伦敦有七百万人 可谁知道他 谁可怜他呢 连他的父亲都不明白他 甚至于骂他 马力拒绝了他 他没有一个知心的人 他觉得非常的凄凉 虽然伦敦是这么热闹的一个地方 他没有地方去 虽然伦敦有四百个电影院 几十个戏馆子 多少个博物院 美术馆 千万个铺子 无数的人间 他却没有地方去 他看什么都凄惨 他听什么都想哭 因为他失去了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东西 爱 他坐在铺子里 听着街上的车声 圣保罗教堂的钟声 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 可是他寂寞孤苦 好像他在隔壁沙漠里独身的游荡 好像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 他鼓舞着自己 压制着怒气 去跳舞 去听戏 去看足球 去看电影 哎呀 离不开这个铺子 没有人帮助我 父亲是第一个不管我的 和他决裂 不行 不管他吧 也不去跳舞游戏 好好地念书 做事 有苦难中得一点学问经验 哼 说着容易 感情的刺激往往胜过理智的安排 心血潮动的时候 不会低着头念书的 马威又想 假如 马力能爱我 假如我能够天天吻她一次 天天拉了她的手 能在一块说几句知心话 我什么事也不管了 只是好好地做事 念书 把我所能够得到的幸福都分给她一半 或者 父亲也正在这么想 想温都太太 嘿 谁管她呢 可怜的马力 她想华盛顿 正和我想她一样 哼 人间的事啊 爱情 永远是没系统的 没一定的 这世界是个大网 人人想由网眼撞出去 结果全死在网里 没法子 人类是微弱的 一直是不中用的 嗯 不 一直是最伟大的 是钢铁的 谁都可以成个英雄 假如她把意志的钢刃 砍断了情思和烦恼 马威握着拳头 捶了胸口两下 对 干 干 往前走 什么是孤独寂寞 感情的一种现象 什么是懦弱 意志的不坚强 就在这个时候 进了个老太婆 问马威 卖中国茶不卖 他勉强的笑着 把老太婆送出去 哼 这是事业 不怪父亲恨做买卖呀 卖茶叶不卖 谁他妈的卖茶叶 马威又想 哎 只有李子荣是个快乐的人 他只看着事情 眼前的那一丁点事情 他不想别的 于是也就没有苦恼 他和狮子一样 捉鹿和捉兔子 用同等的力量 而且同样的喜欢 只要捉住些东西就好 不管大小 李子荣是个豪杰呀 因为他能够自己造出个世界 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 没有理想 只有男女 没有爱情 只有物质 没有虚幻 只有颜色 没有美术 然而他快乐 能快乐的便是豪杰 马威不赞成李子荣 却是佩服他 敬重他 有心要学他 不成 学不了 Hello 马威 亚历山大在窗外喊 把玻璃震得直颤 你父亲呢 他开开门进来了 他的鼻子特别的红 嘴中的酒味好像开着盖的酒缸 他穿着新红灰色的大肠 站在那儿好似一座 在夕阳下的小山 哦 我父亲还没来 您干什么 马威把手搁在亚历山大的手里 叫他握了握 亚历山大的大拇指 足有马威的手腕子那么粗 好 那我交给你吧 亚历山大掏出十张一磅钱的票子 一边递给马威一边说 他叫我给压两匹马 一匹赢了 一匹输了 胜负相抵 我还应当给他这些钱 哦 我父亲常赌吗 哎 你不用问 你们中国人都好赌 哎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说马威 你父亲真是要和温毒太太结婚吗 那天他喝了几桌 告诉我 他要买戒指去 是真的吧 啊 没有的事 英国妇人哪能嫁中国人呢 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威笑着说 说得非常俏皮 而不好听 亚历山大看了马威一眼 撇着大嘴笑了笑 然后说 嗯 他们不结婚 呃 良好良好 我问你 你父亲没告诉你 他今天到电影厂去了 没有啊 他上那去干什么 你看是不是 这中国人凡事守秘密 不告诉人 嘿嘿嘿嘿嘿 你父亲哪 允许帮助我拍电影 哎 今天他应当去啊 他可别忘了我 马威心里边更恨他父亲了 亚历山大接着问 他现在在家呢 我不知道 马威回答的干短 而且难听 好 回头见 马威 亚历山大说着 一座小山似的挪动出去 马威自己叨了着 赌钱 喝酒 买戒指 拍电影 全部告诉我 好 不用告诉我 咱们到时候再说 四月中的细语 忽情忽乐 把空气洗得怪清凉 嫩树叶依然很小 可是处处有些绿意 寒羞的阳光 只轻轻的从薄云里探出一些柔和的光线 地上的人影 树影 都是很微淡的 野桃花开得最早 淡淡的粉色在风里摆动 好像魅弱的小村女 打扮得简单而秀美 足球什么的已经收场了 人们开始谈论春季的赛马 游戏 是英国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英国人生活中不可少的东西 从游戏中英国人得到了很多的训练 服从 忍耐 守秩序 爱团体 马威把她的运动又割下了 也不去摇船 也不去快走 天天皱着霉 坐在家里 或者是铺子里 扎着滋味的发愁 依姑娘也见不着 玛丽也不大理她 她老拿着本书 可是念不下去 看着书皮上的金字 恨自己 李子荣也不常来 来了 两个人也说不到一块 马老先生打算把买卖收了 把钱交给状元楼的饭掌柜的 扩充饭馆的买卖 这样马老先生可以算作股东 什么事情不管 专等分红利 马威不赞成这个计划 为了这个事 爷儿俩没少半嘴 可是谁也不服谁 马威这些日子很苦恼 玛丽不理她 马老先生又打算把买卖收了 把钱交给状元楼的饭掌柜的 入股吃红利 爷儿俩为这个事儿没少半嘴 除去这些事实上的缠绕 他精神上也特别的沉闷 春色越重 他心里身上越难过 说不出来的难过 这点难过是由原始人类传下来的 遇到一定的时令 就和花一样的往外土印发芽 他嫌大肠太重 穿着件雨衣往铺子走 走到圣保罗教堂的外边 他呆呆地看着钟楼上的金顶 他永远爱看那个金顶 老马 李子荣从后边拉了他一把 马威回头看 李子荣的神色非常的惊慌 脸上的颜色也不正 老马 别到铺子去 啊 怎么了 马威问道 你回家 你马上回家 把铺子的钥匙交给我 李子荣说得很快 很急切 那 那到底怎么了 哎呀 东伦敦的工人要来砸你们的铺子 你赶快回家 我会对付他们 李子荣张着手和马威要钥匙 好啊 马威忽然精神起来了 我正想打一回呢 砸铺子 好 咱们打一回再说 哎呀 不行 老马 你回家 事情交给我了 你我是好朋友不是 啊 你信任我不信任 李子荣很急切地说 我信任你 你是我的亲哥哥 但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 万一他们打你呢 哎呀 他们不会打我的 你要是在这儿 事情可就更不好办了 你走 你走 马威 你走 李子荣还伸着手和他要钥匙 马威摇了摇头 咬着牙说 我不能走 老李 我不能叫你受一点伤 我的铺子 我得负责任 我和他们打一回 我活腻了 我正想通通快快地打一回呢 李子荣急得直转磨 马威是无论怎么说也不走 哎呀 你要把我急死啊 马威 李子荣说着喷出许多兔们心来 那我问你 他们有什么理由砸我的铺子呢 哎呀 没工夫说呀 他们已经由东伦敦动了身了 李子荣搓着手指着急 可是马威坚决地说 我不怕 你说吧 哎呀 来不及了 你走 那你不说 好 那你走 老李 我一个人跟他们拼 哎 我不能走 老马 到危险的时候 我能不帮助你吗 你把我看成什么东西了 李子荣说得非常的堂皇 诚恳 马威的心软了 马威看李子荣 在这一两分钟内 不只是个会办事会挣钱的平常人 也是个心神健全的英雄 马威好像看透了李子荣的心 一颗血红的心 和他的话一样的热烈诚实 老李 咱们谁也别走 好不好 那 那你得允许我一个条件 无论遇见什么事 不准你出来 哎 多嘴你听见我叫你打 你再动手 不然的话 你不准出柜房一步 你答应我这个条件吗 好 我听你的 老李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你为我们的事情这么样的 哎呀 你快走吧 没功夫扯闲话 李子荣扯着马威进了胡同 来开门下窗门快 干什么 给他们收拾好了 等着叫他们咋呀 马威的脸上神色非常的激愤 哎呀 你不用问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你把电灯碾开 哎 不用开柜房的电门啊 哎 好了 你上里屋去 没我的话 不准出来 在电话机旁坐下 多嘴听我一拍手 你就给巡警局打电话 报告被抢 哎 不用叫号码 叫巡警局 听见没有 李子荣一气说完了 把屋子里边值钱的东西往保险柜里放了几件 然后坐在货架的旁边一声不发了 好像个守城的大将似的 马威坐在屋里 心中有点跳 他不怕打架 只怕等着打架 他偷偷的站起来看看李子荣 他心里平安多了 李子荣温丝不动 好像老和尚参禅那么稳当 马威想 哎呀 有这么个朋友在这里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哎 坐下 老马 李子荣下了命令 马威很机械的坐下了 又过了四五分钟 窗户外边 发现了一个戴着小士博帽子的中国人 鬼鬼秋秋的 向屋子里边看了一眼 李子荣故意的站起来 假装收拾架子上的货物 又待了一会儿 窗子外边凑过来好几个戴着小士博帽子的了 都在那儿指手画脚的说话 李子荣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 只听见广东话鱼尾的长鱼音 欧楼 哗啦 一块砖头 把玻璃窗子打了个大窟窟 李子荣一拍手 马威把电话机抄在了手里 哗啦 又是一块砖头 李子荣看了马威一眼 慢慢的往外走 这个时候 又是两块砖头一起飞进来 带着一群玻璃茬 好像两颗彗星 一块刚刚落在李子荣的脚前面 一块飞到了货架子上面 打碎了一个花瓶 李子荣走到了门前面 外面的人正想往里走 李子荣用力的推住了门鸟 外边的人就往里撞 李子荣忽然的一扎手 外面的人三四个一起的倒进来 摔成了一堆 李子荣一跳 骑在最上边那个人身上 两脚分着 一只脚踩在底下的一只脖子 哦哦 低下的这几位啊 无奇不有的指教 李子荣用力往下坐 他们也用力的往起顶 李子荣知道他不能维持下去了 他向门外的那几个喊 阿丑啊 阿红啊 李三青啊 弹过来啊 接戏我的铺鸡 我的铺鸡啊 你们就是怎么回事啦 他用广东话向他们喊 李子荣认识他们 他曾经是他们的翻译官嘛 是东伦敦的华人呢 都认识他 外边的几个听见李子荣叫他们的名字 不往前挤了 彼此对看了看 好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李子荣看外边的愣住了 他借着身下边的人的顶状 他往后一挺身 正摔在地上 这些人爬起来了 他也爬起来了 可是正好站在他们的前面 挡住了他们 不能往前走 李子荣冲着这些人 仰着手喊 快跑 快跑 警察就到了 快跑啊 这些人回头看了看胡同口 已经站了一圈人 幸而是早晨 人还不多 他们彼此看了看 还正在犹豫不定呢 李子荣又给了他们一句 跑 跑 听见没有 有一个跑了 其余的也没说什么 也开始拿腿 巡警正到胡同口 抓去了两个 其余的全跑了 到了下午 各个晚报的午饭号 全用大字登出来 东伦敦华人大闹古玩铺 东伦敦华人之 无法无天 惊人的抢案 政府应设法取缔华人 马家古玩铺 和马威的相片 全在报纸上当出来了 晚星报 还给马威相片 下边印上了 只手打退 匪人的英雄 新闻记者 一群一群的拿着像匣子 来和马威问询 并且有几个还找到了 咯登胡同 去见马老先生 对于马老先生的话 他们当的是 me no say me no speak 虽然马老先生 没有这么说 写中国人的英文 永远是这样狗屁不通 那不然 人们以为描写的不真实 这英国人 没有语言的天才 所以他不能够想象得到 这外国人 会说好的英文 这件事 惊动了全城 东伦敦的街上 加派了两队巡警 监视华人的出路 当晚 国会议员 质问内务总长 为什么不把华人 都驱出境外 马家古玩铺外面 自中午到晚上 老有一圈人 马威在三个钟头里 就卖了五十多磅钱 马老先生 吓得一天 没敢出门 他盼着马威回来 看看到底儿子 叫人家给打坏了没有 同时他决定了 非把铺子关了不可 不然呢 自己的脑袋 早晚是叫人家 用砖头给打起来 门外老站着两个人 据温都太太说呀 他们是便衣侦探 这马老先生心更慌了 连烟也不敢抽了 唯恐叫侦探 看见烟袋锅上的火星 伦敦的中国工人 分成两派 一派是有功便做 不管体面的 电影场找挨打的中国人 便找这一派来 第二派是有血性的苦工人 不认识字 不会说英国话 没有什么手艺 可是真心的爱国 宁可饿死 也不做给国家丢脸的事 这两派人的知识 是一样的有限 举动是一样的粗鲁 生活是一样的可怜 他们的分别是呢 一派只管找饭吃 不管别的 一派是找饭吃 要吃的体面 这两派人是不相容的 是见面便打的 傻爱国的和傻不爱国的 见面没有第二个办法 只有打 他们这一打呢 便给外国人许多笑话听 爱国的也爱骂 不爱国的也爱骂 他们没有什么措处 措处权在中国政府 不管他们 政府对人民不加保护 不想办法 那人民还不挨骂 中国留英的学生 也分两派 一派是内地来的 一派是华侨的子孙 他们也全都爱国 只是他们不明白国事 华侨的子孙生在外国 对中国国事是不知道的 内地来的学生时时刻刻 想使外国人了解中国 然而他们没想到 中国的微弱 是没法叫外国人 能够敬重我们的 国与国的关系 是肩膀上其为弟兄 小老鼠是不用和老虎讲交情的 外国人在电影里 戏剧里 小说里 骂中国人 已经成了历史的习惯 正像中国戏台上 老给曹操打个大白脸一样 中国戏台上 不会有黑脸 曹操 外国戏台上 不会有好中国人 这种事 不是感情上的 是历史的 不是故意骂人的 是有意做好文章的 中国旧戏剧家 要是做出一出 有黑脸嘈嘈的戏 人家一定笑他不懂事 外国人 要是写一出 不带杀人放火的中国戏 人们还不是一样的笑他吗 亚历山大约老马演的那个电影 是英国最有名的一位文人写的 这位先生明知道中国人是文明人 可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心理起见 为文学的记忆起见 他还是把中国人写的残忍 险诈彼此拿刀乱杀 不这样啊 他不能得到人们的赞许 这个电影的背景是上海 亚历山大给布置一切上海的景物 一条街代表租界 一条街代表中国城 代表租界的呢 是清洁美丽有秩序 代表中国城的是污浊混乱天昏地暗 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中国姑娘和一个英国人发生恋爱 姑娘的父亲要杀他 可是也不知怎么一股劲 这个中国老头自己服了毒了 他死了 他的心机朋友想报仇 他们把那位姑娘活埋了 埋完了姑娘 大家去找那个英国少年 英国少年呢 和英国兵一块 把他们大打而特打 直到他们跪下求情 才饶了他们 东伦敦的工人 是扮演这群挨打的东西 马老先生是扮一个富商 挂着小便 人家打架的时候 他在旁边看热闹 听见了这件事 伦敦的中国学生都气炸了废 连夜召开会议 请使馆提出抗议 使馆提出抗议去了 那位文人第二天在报上 臭骂了中国使馆一顿 这骂一国的使馆 本来是至少该提出严重交涉的 可是中国又不敢打仗 又何必提出交涉 学生们看使馆提抗议无效 而且挨了一顿骂 大家又开会讨论办法 这会议的主席啊 是那位在状元楼挨打的老毛先生 这毛先生的意见是提出抗议没用 只好消极的不叫中国人去演 大家推举了毛先生做代表到东伦敦去说 可是工人们已经和电影厂欠了字 订了合同 没法再解约了 于是毛先生 联合傻爱国的工人们 和要拍电影的这群人们宣战 马老先生自然也是一个敌人 况且工人们看着他开着铺子 有吃有喝的 还肯去做这样丢脸的事 是特别的可恨 于是大家主张啊 先砸他的铺子 并且要臭揍马老先生一顿 学生们出好了主意 傻工人们答应去执行 于是马家古安铺便遭了砖头的照顾 李子荣事前早有耳闻 但是他不敢对马威说 他明知道马老先生绝不是要挣那几磅钱 亚历山大约他 他不能拒绝 中国人讲面子吗 嘿 其实啊 他不知道 马老先生要用这笔钱买戒指 李子荣明知道一和马威说 他们父子非吵起来不解 他要去和工人说呢 他明知道说不完全 工人许先打他一顿 和学生去说也没用 因为学生们只知道爱国而不量实力 于是他没言语 事到临头了 他有了主意 叫马家父子不露面 他跟他们对付 这样不至于有什么威胁 叫工人们砸些剥裂 出出他们的恶气 砸了的东西自然有保险公司来陪 同时叫马家古安铺还出了名 将来的买卖一定大有希望 现金做买卖啊 是第一要叫人知道 这样一闹呢 马家父子便出了名 这是一种不花钱的广告 他对工人呢 也没有意思叫他们下狱受苦 他们的行动不对 而利益是不错的 所以他叫马威 等工人们来到以后 才给巡警打电话 云出他们砸剥裂的工分 也云出容他们跑的工分 他没想到巡警捉去了两个中国人 他没想到马老先生就这么害怕 决定要把铺子卖了 他没想到学生会决意和马威为难 他没想到工人为捉去两个人报仇 要和马老先生拼个你死我活 他没想到那部电影出来得很快 报纸上故意的赞扬故事的奇景 故意的敲着撩着的 骂中国使馆的抗议 他故意的在事后躲开 好叫马威的相片登在报上 这个是一种广告 可谁知道中国人看见这张相片都咬着牙咒骂马威呢 世上的事情是繁杂的 谁能都想得到呢 但是李子荣是自信的人 他非常的恨自己 马威明白李子荣 他要决心往下做买卖 不管谁骂他 不管谁要打他 机会到了 不能不好好的做一下 他不知道他父亲的事 工人被捕也不是他的过错 他良心上没有亏 他要打起精神来做 这样才对得起李子荣 他没想到他父亲就那么软弱 没胆气非要把铺子卖了不可 卖了铺子 可是他要卖 没人能拦住他 铺子是他的嘛 马老先生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打他 成天撅着小胡子叹息 世道不良 他不明白为什么马威反打起精神做买卖 他总以为李子荣给马威上了催眠术 心中担忧儿子生命的安全 同时倒非常恨李子荣 他不明白为什么温都太太庆贺她的买卖将来有希望 他心里说 他妈的 那铺子叫人家给砸了 还有希望 这外国人的心他妈不定在哪块长着呢 他打算去找伊牧师去素委去 白天又不敢出门 怕叫工人把他给捉了去 晚上去找他 他又怕遇见伊太太 亚历山大来了一次 他也是这么说 老马 你成了 砸毁的东西有保险公司赔偿 你的铺子已经出了名了 赶紧搬货呀 别错过了机会 你明白我的意思 马老先生一点也不明白 他晚上偷偷的去找状元楼的范掌柜 一来呢 商议出卖古玩铺 二来求范老板给设法向东伦敦的工人说和一下 他情愿给那两个被捉的工人几十磅钱 范老板答应帮助他 而且给老马热了一碟烧卖 开了一瓶葡萄酒 马老先生喝了桩酒 吃了两个薄皮大馅的烧卖 落了两滴痛快的眼泪 回到了家 他发现儿子没回来 奇怪 这孩子 他上哪儿了呢 来到家 给老马热 大馕 这 一瓶 老马